王亚穿越海贼世界 原本想加入鲁夫海贼团 结果惨遭鲁夫拒绝 还说王亚不是好人 气急败坏的王亚将坏人的名头贯彻到底 开局就把红发绿了 随着可雅 洛奇高 达斯奇 威威等人落入王亚魔掌 被戴了帽子的人恨得牙痒痒 满世界寻找王亚 结果发现对方强大不说 十分阴险 各种偷袭层反请订阅支持 风云阿古说频道更新 上证文 第143章 老爹 快看 马尔克惊呼 莫比迪克号上所有船员 死死地盯着海面上 那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 约瑟夫幼稚一挥 一柄立刃从船舱中飞了出来 约瑟夫双脚在甲板上轻轻一蹬 跳起的瞬间 那兵小叶诗语也来到了他脚下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 那柄剑并没有掉落下去 而是停在空中 踩在剑上的约瑟夫双手背在后面 他的食指微微地动了一下 脚下的剑刃冲天而起 白胡子的儿子们双眼瞪的老大 约瑟夫这一操作看傻了众人 看来盛名之下无虚事 不愧为剑圣的男人 马尔克感叹道 比 比斯塔 你能控制剑让自己飞行吗 比斯塔身边的椅脏问了一声 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比斯塔像是看智障一样看住椅藏 这话居然能问出口 明显不可能吗 看住天空之上 朝着这边飞来的约瑟夫 比斯塔露出羡慕又渴望的眼神 小子 你站在我们前面你想干什么 白胡子也有些吃惊对方能遇见飞行 不清楚对方来意的白胡子问了一声 我代表我们爱欧尼亚 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迎战海军 约瑟夫背负着双手 向室外高人 对住下方的白胡子发出邀请 我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邀请我 给我闪开 白胡子见对方那风轻云淡的模样 有些愤怒 高高跃起 想要给这个新人上一课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邀请自己的 白胡子跃起的瞬间 从云切猛的一挥 长长的刀器砍向约瑟夫 天上的约瑟夫好像没有反应过来一般 身体如炮弹一样被打飞进了水中 水面上的亚尔利亚 有些疑惑地看住约瑟夫掉入水的位置 心道 约瑟不可能这么弱啊 卧比迪克号上 海贼们见老爹打发神威 一招就把对方打进了海里 无比激动 这可是最近最出名的爱欧尼亚海贼团啊 居然连老爹一招都接不下 白胡子也有些猛 他没有下死手 只是想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实力 并不需要联手 只是这人未免也太弱了吧 各番队的队长和白胡的目光 看向约瑟夫掉落的地方 水面上一片平静 有的人心里想着 难不成淹死了 就在这时 平静的大海上 一只手臂从水里伸了出来 约瑟夫食指独立 其余四根手指合在一起 摆了摆手指 虽然没有约瑟夫的声音传来 但是那手势好像在说 没用 也太弱了之类的 简直是此事无声胜有声 莫比迪克号上面 所有成员都一副怒火冲烧地 盯着海面上那个手势 亚尔利塔有些无语 这约瑟又来了 一天不装会死吗 混蛋小鬼 你瞧不起谁呢 白胡子暴怒 举着大刀在船上 重重往那秒时 他的手指位置砍去 长长的刀器 带着阵阵果实的力道斩去 水中的约瑟夫好像反应过来 霸王色霸气缠绕整条手臂 轰一声巨响 约瑟夫所在位置的海水爆开 形成了一个真空 约瑟夫的身影显露出来 白胡子见对方如此风轻云淡 气得要命 刚刚他这招没用群力 小瞧了对方 又被对方装到了 这一切都在约瑟夫预料中 下一次斩击约瑟夫可不敢再这样了 他连忙控制脚下的剑冲天而起 恢复备住双手的模样道 你确定还要和我战斗吗 如果我出手 你的所有儿子都会死在这里 天空之上 约瑟夫淡淡地说道 他的话语没有带着嚣张 反而十分平静地叙述 可恶 居然瞧不起我们 混蛋 老爹给他点颜色瞧瞧 各队长群起激愤 大骂道 小子 你太嚣张了 居然敢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话 白胡子脸色无比阴沉 准备给对方一点颜色瞧 白胡子握住丛云切的右手重重一握 阵阵裹失能力猛然爆发 丛云切刀尖出现一个白色光球 给老夫滚 白胡子猛地爆合一声 携带着震荡之力的斩机砍了出去 海面上的亚尔利塔举住狼牙棒高高跃起 他身上包裹的白绝立刻发动能力 用顶级的霸王色霸气缠绕亚尔利塔的铁棒 雷鸣八卦 亚尔利塔一声大喝 迎上白胡子的斩机 轰一阵滔天的爆炸声响彻大海 阵阵黑色以及红色雷霆在大海上肆虐 形成漫天的水木 只是下一秒 斩机撞上亚尔利塔的狼牙棒 斩机倒飞回来 白胡子无比吃惊 看住斩机飞来 想也没想 伸出左手往袭来的斩机一砸 碰一道空气震荡的声音响起 那斩机消散在了拳头之上 白胡子有些凝重地望住眼前这两人 两个都会霸王色霸馋 特别是那个女人 霸王色霸气强度居然比他还高一筹 看到了吗 白胡子 如果战斗 只需要我们海贼团干部就能牵制住你 你的所有儿子都会死在我手里 约瑟夫为什么有这底气说话 源自于他那绝招万剑归宗 上万禀霸王色霸气缠绕的贱人 简直是轻小兵的最好攻击手段 我今天不是来和你战斗的 我只是想要来邀请你一起对付海军 约瑟夫又道 展现了实力后 白胡子也不敢小瞧对方 光平击对方的一个干部 就能抗住他八分实力的招式 更不要说身为爱欧尼亚的副船长 号称剑胜的男人 对方还没有真正出过手 光是那霸王色霸气缠绕 也不是他别的儿子可以应付的 小鬼 我承认你有实力 但是我们海贼团是不会和人联手的 白胡子一脸自信地说 约瑟夫摇了摇头道 我承认你白胡子能有着独自面对三大将的底气 但是你的儿子们呢 你倒是可以应付三大将 你的船员可不行 据我所知 海军那边已经找了外援 不落于大将的实力高手 所有强者聚集在马林范多 他们在应付我们而准备住 你们上去 绝对会死在那里 约瑟夫的话让白胡子眉头一皱 老爹 怎么办 好像的确跟那个家伙说的一样 现在海军的强者应该都在准备住 和爱欧尼亚海贼团决战 我们过去怕是 剩下的话马尔克没说 白胡子自然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 难道就因为怕了就不去吗 那可不是他白胡子的风格 约瑟夫为了说服白胡子 再次出声道 白胡子 你看看你身后的儿子们 如果你执意要去 他们会因为你这次冲动而死在马林范多 白胡子回头看了一眼众多儿子们 有的害怕 有的愤怒 也有的坚定 各种各样的表情之人都有 队长们没有拒异 但是脸上那浓浓的担忧之色做不得假 白胡子对住身后的儿子们大声问道 儿子们 你们怕吗 老爹 我们不怕 宠海贼一口同声地回道 哭啦啦啦 听到了吗 约瑟夫 我的儿子可不怕 白胡子大笑道 约瑟眉头皱起 自己说了这么多 对方居然还一一孤行 正当约瑟夫准备开口之时 白胡子话音一转道 你说的没错 为了儿子们的安全 我也不得不妥协 我答应你了 老爹 你 大悬窝蜘蛛有些难以置信地 望住那个选择妥协的老爹 老爹 我们不需要万人帮忙 哪怕是死 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没错老爹 白胡子海贼团威名 需要我们自己人打出来 白胡子身后 有两个不怕死的队长叫嚣着 哭啦啦 白胡子扭头对住那两个儿子 大笑道 我的傻儿子们 爱欧尼亚海贼团 想必儿子们也知道吧 就连他们这群人 都不得不请外援 可想其中的危险程度 老爹虽然不怕三大将 就怕你们敌不过海军的外援 艾斯是我的好儿子 你们也是 老爹不希望你们死在我前面 白胡子说这话时 带着浓浓的关心 各位队长们都沉默了 低着头 老爹的话再为他们考虑 见状 白胡子扭头 看向站在舰上的约瑟夫道 你回去和亚索说一声 我同意了 船长已经料到了你们会同意 这段时间我会待在你们船上 到时候行动的一起过去 约瑟夫话说完 从天上降落下来 来到甲板上 亚尔利塔也上了白胡子的船 白胡子看了两人一眼 随后对住马尔科吩咐道 马尔科 替我好好招待他们 另一边 强尼和泽法带着白绝 偷偷地从九舌岛出发了 他们的目标是抢夺炸药盐 香波地群岛 陆飞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 刚看到艾斯被杀的报纸 直接痛苦地晕厥过去 船员们无比担忧 同时 距离东海十六支部不远的 一个岛屿之上 斯莫格从海军船上走了下来 人还在吧 斯莫格扭头对住手下问 回元帅的话 我们的人一直盯住呢 人还在 海军回答 那辛苦你了 斯莫格点点头道 斯莫格缓缓朝着街道后面走去 望了一眼前面的三层小楼 他冷着个脸走了进去 屋里 达斯奇右手推着一个婴儿车 来回推动 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 那书上面写着玉儿十八招 嘎吱推门声响起 达斯奇抬头看向门口 发现来人后 眼神有些闪躲 达斯奇 你在这里干什么 为什么不回来见我 变化也不接 斯莫格有些愤怒地质问 达斯奇看向斯莫格 对方穿着元帅披风 问你话呢 回答我 还有 那个孩子是谁的 斯莫格又说 这 这是我捡的孩子 达斯奇找了个借口 不敢告诉斯莫格真相 也就是说 你就不打算当海军了吗 准备养孩子 斯莫格无比愤怒到 没 没有 只是 只是 达斯奇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说话有些结巴 既然你没有退出海军这个打算 那就带上孩子跟我走 我已经退出海军本部了 自己建了新海军 我是元帅 现在很缺人手 我需要你帮我 诶 达斯奇愣了 见达斯奇疑惑不解 斯莫格开口道 海军已经腐朽了 不仅出卖了提纳和爱恩 就连责罚老师也被悬赏了 这种海军已经没救了 只有新海军才能拯救平民 我打算从东海做起 做大做强 达斯奇点点头 见达斯奇同意了 斯莫格一边说话 一边朝着婴儿走去道 你快点收拾你的东西 斯莫格走到婴儿面前 一把抱了起来 这孩子真可爱 叫前爹 新世界一座小岛之上 一个慵懒的卷发青年 躺在沙滩躺椅之上 他旁边有两个女人 靠在他的怀里 卷发青年抽着香烟 适裸上半身 一只新闻鸟从他头顶飞过 落下一张报纸 青年旁边的女伴 十分懂事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捡起报纸 恭敬地递给了青年 青年漫不经心地 看向报纸 当看到照片上的人 跟自己一样之时 青年愣了一下 那名字跟他的不一样 上面写着绿牛 而他叫荒木 照片之人 却和他一模一样 看清下面的内容后 荒木气得打哆嗦 这尼玛妥妥嫁祸 这他妈到底谁干的 荒木怒吼道 马林泛多 海军本部元帅办公室里 砰 一道重重砸向桌面的声音 响了起来 混蛋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赤犬看住桌面上的报纸 愤怒无比 真是好可怕呢 斯摩格那小子 居然在东海自立为王了 黄元打句道 啊啦啦 我注视被惊到了呢 轻致吃惊的说 这种藐视上级 不听指挥之人 就应该上军事法庭审判他 赤犬愤怒的说了一声 随后对住门外喊道 海军 让鬼蜘蛛带几个中将 把他给我抓回来 是 大将 一个海军领命道 等等 赫中将放下报纸 对住那领命的海军喊道 赤犬看向赫中将 疑惑他为什么 喊住执行命令的海军 赫中将看向赤犬 劝解道 萨卡斯基 马上就要开战了 这里到东海一来一回 时间太久了 过去的海军会赶不回来的 斯莫格的事情先等一下 等战争结束后再说 赤犬也是被气糊涂了 听赫中将这么一说 才发现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他冷哼一声道 哼 就让他再多当几天元帅吧 九蛇岛之上 王亚把埃欧尼亚号 放在了广场之上 早已经召集而来的 普通民众与战士们 带着行李上了船 埃欧尼亚王国人太多 一艘船装不下 还有一大部分正在等候 河之国去 到时候战争结束 他就直接接管河之国 等甲板上已经站满人后 王亚靠着白绝 沉入船底一个凹坑里 接着他开启钢铁外衣 双手撑住船体 钢铁人飞行能力开启 举住巨船朝着河之国而去 下面还没上船的一班民众 站在原地等候 王亚举着巨船飞走的场景 震惊到了在场所有国民 海军人群中 一个间谍额头流着汗 刚刚他可是听到了 亚所宣布要去河之国这件事 现在对方把民众带到河之国 说明对方和凯多有联手的可能 想到这 那海军间谍打算把这个消息传回去 哎呦 我肚子好痛哦 不行 我要去上个厕所 海军间谍故意憋气 把脸憋得通红 捂住肚子就朝着厕所方向跑 和他站在一起的海军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间谍来到了偏远的公厕 为了怕中途有人来 他开启见蚊子赶制了一下 确保没人后 假装把裤子脱下 从怀中掏出一个电话虫 很快 电话接通 里面传来赤犬的声音 有什么消息吗 间谍组织了一下言语道 大将 他的话刚刚说到这 突然 一道怪异的声音传来 你是来拉屎的吧 间谍大惊小怪 猛然回头看向自己屁股下面 那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一个白色的头 上面顶住两坨又粗又大的大便 好奇地看住他 我 我 间谍心中一慌 自己这是被发现了 心中暗道不好 想也没想地开口 他要把情报传回去 大将 和 他的话刚说到这 就听见砰的一声 一只白色的腿 踢飞了他手中的电话虫 而下一秒 他感觉到自己的脖子 被人掐在手中 间谍剧烈地挣扎 也看清了厕所里的场景 小小的厕所密密麻麻地站住白绝 有的还在天花板上面 有的还在墙壁里还没出来 露出一个脑袋 一个白绝掐断掉在地上的电话虫 捡起来拿在手中 才打亮起这个间谍道 你这个家伙终于露出破绽 被我们抓到了吧 嗨嗨间谍呼吸急促 看起来马上就要窒息而亡了 掐着他的白绝 把他丢在地上 差点被你坏事了 要是船长知道了 肯定会怪罪你的 拿着电话虫的监视小队长 对住头顶住两根屎棍的白绝教训 抱歉 我监视他几天了 没发现异常 还以为他打电话给家人呢 顶住大便的白绝回到 真是服了你了 要不是我们在广场上 看住这家伙来上厕所 我们这群监视者跟了过来 获果不堪设想呢 监视小队长庆幸 躺在地上 贪婪地吸着厕所臭气的间谍 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发现了 原来身边一直有人监视 此时此刻他心炉死灰 海军本部办公室里 嗜犬凝重地放下了 手中断通话的电话虫 他知道 这间谍出事了 几个小时后 王亚又回到了广场之上 他先从储物空间中 取出船只放在广场上 才走到下方海军 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那里有个空地 上面躺着一个海军 并被五花大绑住 船长 这个奸细要怎么处理 杰西走过来问 先把他关起来 等择法回来了 交给他处理 王亚面无表情地说 他相信以择法现在对待间谍的态度 一定会处理掉这个海军的 就算他下不了手 对方也不会有活命的可能 因为王亚会帮他 王亚又连续运送了两趟 把他的女人还有普通人送走 到啥只留有干部以及白绝 鬼岛上的凯多 也十分配合地找人安置了这群人 毕竟这些女战士都是兵力 九蛇岛的女战士他还是知道的 王亚的女人身边有着几个妮卡白绝保护者 他相信并不会出问题 时间缓缓流逝 就在距离大战还有几天之时 久违的提示声在王亚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叮 恭喜宿主 路利亚公成功诞下婴儿 托普慢学低盛有关一切 叮 恭喜宿主 获得金色电话虫 X100听到这 王亚愣了一下 我拿这个哪来有毛用啊 王亚有些无语了 海军马上就要败了 要是奖励早点还差不多 系统并不理会王亚的吐槽 而是继续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奴隶 X柱 奴隶来自玄幻世界的黑奴 没有智慧 没有痛觉 力气庞大 只听主人命令 适合建筑 叮 恭喜宿主 获得恶魔果实 服药消除药水 X100听 恭喜宿主 获得贝莉X一照 叮 奖励发送完毕 请宿主再接再厉 看到这 王亚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他还以为弄了天龙人 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奖励 就这 钱对他来说 已经没多大作用了 那个黑奴也是一样的 恶魔果实 副作用消除器也是垃圾 只能对亚尔利塔有帮助 但是他不会给对方用 那个金色电话虫 就跟屎一样 王亚无比失望的 来到了戒指空间 看出这个因为刚生育 而痛苦的流了满脸汗的 女天龙人 她的旁边是一个 40多岁的接生婆 这是王亚在香坡地群岛找的 亚 亚索船长 是 是个女儿 产婆拿着孩子 双手有些颤抖地对着王亚说 她的恐惧也是在进入这里后 得知这个生育的女人 是天龙人后才有的 辛苦你了 你先在这里照顾她 如果她敢对你怎么样 你就叫白绝 王亚点点头道 那产婆也是怕得要命 对方是大海贼还好说 至少对她客客气气的 但是那个天龙人就不一样的 动不动就辱骂她 叫嚣着弄死她全家什么的 她也是无比后悔 接了这单生意 又过了几天 战争即将来临 鬼岛上的凯多把三灾 飞六包带到了一艘海贼船上 凯多又念云拖着船体 飞上了天空 这次她只带了精锐 决定一股作气打败海军 而另一边 白胡子海贼团也出发了 她和凯多不一样 艾斯的仇 就连普通船员也想要抱 白胡子杜了魔 潜入愚人岛 她的番队早已经提前一步分散开来 用行动来迷惑海军 做样子给海军看 这群番队船只的最终目的地 也是马林泛多 九蛇岛上 王亚把看时间的怀表合上 眼神坚定地看住前方道 出发 她的一声令下 白绝们抬着船 缓缓地朝着马林泛多赶去 船上 王亚 杰西 卡门 图森 以及偷了炸药眼赶回来的责法 还有抢腻 至于约瑟夫和亚尔利塔 还在白胡子船上 王亚等人的目标是 海军高层以及红发 至于终结者士兵 他们这次没待 举世瞩目的大战即将来临 香波地群岛等各大岛屿 早早地建设了通影像电话虫 想要以直播的方式 让世人明白 海军是不可战胜的 为此 海军准备了一个月 今夜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所有海军早早地歇息了 因为要养足精神 迎接明天的大战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作为王下七五海成员的黑胡子 带着自己的船员 抢了一艘军舰 朝着深海大监狱赶去 海军这边为了能战胜爱欧尼亚 不知把新世界驻扎的家计 还有底人给叫回来了 就连大监狱的麦哲伦 也同样回到了本部参战 这也让黑胡子觉得有机可乘 决定冒险前去招募满意的船员 第二天凌晨五点 急促的警报声在马林泛多响起 无数海军快速地从床上爬起 洗漱吃饭 五点三零 接近十万的海军 站在马林泛多望住大海方向 六点 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 被带到了广场最上方的高台之上 海军们抬头看去 那女人双手带着镣铐 她的旁边有两个五岁大小的孩子 有不知情的海军问道 那两个孩子就是亚索的孩子吗 不是说一个有八岁 一个才出生不久吗 听说那个亚索是特殊种族之人 那个三岁的孩子 在这一个月长到了八岁大小 另一个婴儿也是一样 简直是太恐怖了 一个月能让婴儿长那么大 谁说不是呢 只是可惜了 那个叫做可雅的女孩子 年纪轻轻就要被处刑了 一名海军感叹住 身旁的同伴越抬头看向高台之上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真正的孩子早已经被白绝带走了 就连红发带来的也是一样 这两个孩子包括可雅也是白绝变的 为了方便维持变身能力特意变大一点 因为这样才好控制变身的能力 避免不小心解除了 高台之上 可雅抠了抠鼻孔看住下方 原本柔络的外表顿时滑稽了起来 本部后方 三个空位旁边的一个角落里 四名带着CP面具的男子 站在那里盯着高台上的小孩 香克斯看住孩子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他怕到时候赤犬会假袭真做 直接让人对出孩子和那个叫做可雅的处形 船长 你说他们会不会来 耶索普好奇地问 应该会吧 毕竟这可是自己亲生孩子 香克斯回到 香克斯说完 他们团伙就在没人说话 盯着大海方面耐心等待了起来 渐渐的 海面上升起了太阳 巨人中将以及王下七五海成员到来 其中有巴索罗摩大雄 月光莫利亚 唐吉赫德多福朗明哥 还有一个新加入的巴宝水军老蔡 至于另外的威尔布和黑胡子并未到场 慎平因为赤犬杀了艾斯一世 拒绝参加顶上战争 选择了回于人岛 日上赶头 三位大将缓缓地从一旁走了出来 萨卡斯基坐在中间 他的左边是黄园 右边是青智 普通海军人群中 一个有着山羊湖的老人 抬头看了眼高台之上 台上的赤犬像是注意到了对方的目光一样 看了回来 山羊湖老人又一开了目光 各位海军 不要麻痹大意 不管发生什么 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到时候一切都会结束的 三大将下面的阶梯上 一个中将拿着扩音喇叭喊住话 对时 下方海军气势高涨地吼着回应 就在这时 瞭望塔上拿着望远镜的海军 发现了大海上航行而来的大船 海军紧张地拿起扩音喇叭喊道 来了 海面上 艾欧尼亚急速航行而来 瞭望塔顶尖 王亚副手而立 下边甲板上 强尼扛着黑刀叶一脸兴奋 卡门双手举起两把双枪 图森已经拖到了万一 露出这段时间加练造成的剑术肌肉 至于杰西 他扛着一个火神加特林 站在责法旁边 责法的身后是陆奇 卡库 布鲁诺三人 出现了 艾欧尼亚海贼团干部 快看 那是责法 他真的加入海贼了 那三个就是CP叛徒吗 感觉好强 海军人群中 传来海军的讨论声 呼呼呼呼 看看这次到底是海军厉害 还是疾风剑豪厉害 多佛朗明哥应笑道 他决定等一下就滑水 毕竟他可不希望亚索败了 对方可承诺过他的 他还打算用亚索来抗衡凯多 嘻嘻嘻嘻 等会儿他的影子 我收下了 月光莫里亚怪笑着 老蔡和大雄没有说话 两人盯着远方 三大将旁边的红发面具下的脸 早已经被愤怒代替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 瞭望塔上的亚索 恨不得杀死对方 贝克曼和耶稣布 还有拉基路 也是恨恨地看住亚索 艾欧尼亚号停到了港湾处 与海军岸边距离50公尺 哼 亚索 我没想到你真敢来 你其他人员呢 把他们都叫出来吧 不必躲躲藏藏 萨卡斯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大声喊道 他的话音落下 所有拥有超强霸气的海军将领 以及七五海和红发等人 同时看向天上 只见天空之上 两道急速而来的利剑 速度极快地破空而来 剑刃上面站着背住双手的约瑟夫 他旁边的剑刃上 是扛着狼牙棒的亚尔利塔 怎么可能 居然能控制剑飞行 嗜犬震惊道 真是好可怕啊 剑术一道居然修炼到了这等境界 黄原蹭的一下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面露吃惊 是恶魔果实吗 麦哲伦凝重地说 那就是富有剑神之名的约瑟夫吗 这种敌人真是可怕呢 呼呼呼呼 也不知道海军逃兔能不能应付 多佛朗明哥音效一声 扭头看了一眼 脸上带着震撼的逃兔 那 那 那就是剑 剑 用剑的逃兔望着天上 遇见飞行的约瑟夫冷汗流了出来 心中震惊 这是剑豪能使用出来的剑技吗 这群混蛋 红发盯着天上飞来的约瑟夫 在心中给对方贴上了危险的标签 海军们同样震惊地 看住那道从天上降落到甲板上的人影 他们从没见过有这样的剑士 能做到用剑飞行 相拨地群岛 以及一些发达的岛屿之上 在直播电话虫显示出 约瑟夫遇见飞行那一幕震惊到了在场的观众 盘古城中 同样看住直播的吴老星 其中拿见那位死死地握住了他的鬼扯 眼睛不眨地 仔细地看着画面中那遇见的剑术 马林贩多广场上 贺中将见到下面的海军大多数带住京剧 为了提升士气 拿着喇叭大喊道 海军们 我们有三大将作为后辈 放心的战斗吧 除此之外 深海大监狱的麦哲伦署长 大将后部逃兔 众多中将 西武海在和你们一起 世界政府为了这次我们这次能取得胜利 特派了四名强大的CP特工来协助 放心战斗吧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贺中将的话一说完 海军们看向这些有名的强者 顿时像是打的鸡血一样 是啊 中将的话没错 有着这么多强者在 怎么可能有输掉的可能 结哈哈哈哈 你在说什么呢 贺中将 对面 爱欧尼亚号上 王雅大笑声传来 带着询问 贺中将有些不解地看住对面 瞭望塔顶部上大的男人 为了想除掉我们 你们脸都不要了 王雅的话音传来 这话一出 大将们脸色一沉 心道 难道他知道点什么 王雅扫视一圈后 把目光落在大将身后的红发身上 贺中将跟随亚索的目光 瞄了眼红发 心中有种不好的念头 红发相克思 我没想到我们见面的方式 会是以这样的形式 不必遮遮掩掩掩的了 把面具摘了吧 王雅直接出声点破道 听到这话 红发看了一旁的贝克曼 两人心中同时出现一个想法 那就是海军有人泄密了 而且还是高层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就不演了 红发说话 直接脱掉面具 他身边的干部也是一样 当红发和贝克曼的外表暴露 海军们顿时猛了 观看直播的观众也猛了 怎么可能 大海上的皇帝和我们海军联手了 假的吧 海军真的堕落了吗 香波地全岛等地的观众传来惊呼声 海军人群中 他们也和那些观众一样发出震惊的声音 其中许多海军的声音 有恐惧 还有失望 等等等等 人群中顿时嘈杂一片 I站在海军小兵中的战国微微一叹 还是泄露了 贺中将 这是为什么 有个大胆的海军立刻出声质问 贺中将脸色铁青 心中有些埋怨红发 为什么直接露面 就算否认也行了 现在这让他怎么解释 一些不知情的中将脸色同样难看得要命 海军真是越来越回去了 居然能和海贼联手 呼呼呼呼 越来越有趣了 多佛朗明哥大笑着 他说完 看向亚索 心中难难道 一个四皇加上海军 而你 又怎么应对呢 多佛朗明哥心中十分疑惑 对方明明知道 红发他们和海军联手了 还敢来 到底是出于什么底气 他想不通 红发这一暴露 海军们的士气低迷起来 和中将看在眼里挤在心里 他看了眼台上的三位大将 期待住他们能讲点什么 让他失望的是 三人沉默不语 萨卡斯基脸色漆黑 正恶狠狠地盯着红发 那眼神好似在说 为什么要脱掉面具 现在好了 他这个大将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埃欧尼亚号上面 约瑟夫和亚尔利塔降落在了甲板之上 王亚拍了拍手 船舱中走出来两个人 那是提娜和艾恩 当他们出现后 所有与海军的目光 起刷刷地看向两人 马尔在你房间里 提娜对着约瑟夫说了一声 约瑟夫点点头 然后迈着步子走进了船舱 埃欧尼亚号甲板最前线的位置 责法拿着一个大喇叭喊道 诸位曾经的同僚 海军已经堕落了 今天他们可以和海贼联手 明天就可以和你们的杀父仇人狼狈为奸 这样的海军心中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接下来的战斗 不是你们普通海军能够参与的 谁都知道大将级别的战斗混天灭地 他们把你们召集而来 无非是想用你们消磨对手的体力 海军居心不良 不在意你们的死祸 如果不想参战的海军 那就放下武器吧 住口 混蛋 赫中将的大赫声和赤犬恼怒的声音同时响起 哼 赫 还有萨卡斯基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 责罚冷哼一声 你们明知道普通海军在这种战斗上的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海贼团根本没有庸人 全是高端战领 一万个普通海军都不能牵制一个那种 你们叫他们来不是送死吗 我念在很多海军曾经是我的学生份上 加上我家船长亚索不愿意让普通海军牺牲 所以才在这里讲话 听我一句劝 这场战争你们把握不住 站远点看戏 不管我们胜了还是败了 你们也不会死去 泽法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海军中有的海军打起了退堂鼓 正左右张望寻找有人能站出来带领他们离开战斗的队伍 台上 赤犬脸色铁青 轻质则认为泽法讲得很对 在红发暴露后 这场战争就不是普通海军能够参与的了 泽法对上赤犬那恨不得杀了他的目光 以及周围高层的怒目而逝 泽法感觉十分畅快 人群中的战国健壮也不得不出声大喊 大家不要听泽法的 他是敌人 目的就是想动用歪门鞋里打击你们的信念 哼 战国 你也是够对天龙人忠心的 被贬为小兵了还能替天龙人卖力 挥洒着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小心哪天世界政府把你和我一样抛弃了 可能是在战国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愚众 泽法变得有些愤怒的说 泽法拿着扩音喇叭 看向那群海军大喊 你们所谓的正义其实根本就是假的 海军属于谁 你们知道吗 泽法问完 停顿了几秒 给予海军们思考的时间 接着 泽法再次开口道 跟你们想的一样 那就是世界政府 但是世界政府服务于谁 泽法说完的同时环顾四周 看向台上的萨卡斯基 继续说道 那就是天龙人 天龙人做了多端 如猪狗一般 泽法的话刚刚谈到这 士拳赶忙大喊 快 掐掉直播 同时 在盘古城中 五道暴怒的声音同时传来 该死 混账 必须处死 反了天了 住口 五个五老星一脸愤怒 恨不得立刻进入荧幕弄死责法 观看直播的平民们 也是震惊地看住画面中 那个拿着扩音喇叭喊话的老者 有受过天龙人压迫的人 见责法当着直播辱骂天龙人 顿时激动啊 马林犯多 士拳的话并没有让直播结束 所有人看向直播的位置 只见那几个直播的海军 扛着摄影电话虫 与机器快速地朝着岸边跑去 岸边的水里出现几十个白绝 他们接收了摄影电话虫后 扛着电话虫踩着水 朝着海上的爱欧尼亚号跑去 原本负责摄影的几名海军跳进海里 消失了 混蛋 赤犬又惊又怒 怎么也没想到海军中有海军被爱欧尼亚收买了 其实赤犬和在场的所有海军都不知道的是 这些海军原本就是白绝变的 为了不暴露出有变身能力 所以选择了跳海 至于踩水 他们是不敢的 那样会被人联想到白绝拥有变身能力 摄影机和设备被抢 和中将脸色无比难看 眼看着对方的白绝就要赶到爱欧尼亚号了 赤犬赶忙对住黄元喊道 还不快点抢回来 还没当上元帅就对我下命令 真是好可怕呢 黄元吐槽了一声 化为黄光消失不见 等黄元离开 赤犬才觉得刚刚说话有些不妥 这也是他太注急了 说出了这种话 只是一瞬间 黄元就来到了白绝身后 他的长腿高高抬起 他快 爱欧尼亚号上面的人更快 早就防备着黄元的干部们 其中的卡门瞬间抬起双枪 对住黄元喊道 黄元不许动 黄元用眼睛的余光 瞄准了对方手上的双枪 那是曾经亚索打穿过他的枪械 可以用霸气当子弹 空中的黄元改变姿势 他抬着腿 单脚站在白绝肩膀上 举起双手道 好可怕呢 说完这话 他又瞬间消失不见 回到了三大将的位置 赤犬有些不满黄元的空手而归 怒视住他 黄元凝重地说道 那把双枪可以发射霸气子弹 如果我使用能力 会被打成筛子的 这话一出 赤犬也是凝重地 看住卡门手中的两把双枪 很快 白绝们爬上了爱欧尼亚号 把摄影机对准了责法 赤犬见状 觉得不能让责法再说一些不好的言论 直接下命令道 所有人准备战斗 说着 他一马当心地站了出来 双拳汇聚岩浆 准备发动招式 爱欧尼亚号上面 王雅对着赤犬大喊 赤犬 你的对手可不是我 你先别急 让正主来了再说 王雅的话音落下 他身边的一个白绝跳进了水里 保持着果实能力的赤犬有些疑惑 对方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马林贩多的港湾处 水面冒出大量的气胞 水里有东西要出来了 眼见的海军将领呼喊一声 拥有超强剑纹色霸气的红发脸色一变 突然 一艘船体的船帆从水里冒了出来 接着 又是船杆 海贼团旗帜高高挂在栏杆上面 那上面的骷髅有着两条弯弯的胡子 不好 是白胡子海贼团 人群中的战国顿时惊呼起来 他的话音落下 像是印证了他的话一样 白胡子海贼团的莫比迪克号 从水中浮了出来 船体停在水面上 与艾欧尼亚号挨在一起 拨一道泡泡爆裂的声音响起 杜膜的气胞消失 显现出甲板上的白胡子 遭了贺中将冷汗流了出来 赤犬的脸上更难看了 他还以为报纸之事 白胡子看出是阴谋 没有来找他算账 没想到对方这事和亚索联手了 怎么样 赤犬 我也学你 找人联手 王亚笑容满面的说 混蛋 赤犬愤怒的大骂一声 白胡子的到来是谁都想不到的 而且对方还是用动魔的方式出现 赤犬 你的对手是我 老夫今天要为艾斯报仇 白胡子站在莫比迪克号最前沿 手持从云切怒视住赤犬 他的身后是一番队长马尔科 乔兹 就在这时 一名负责瞭望的海军大喊 又来人了 海面上 他的话音落下 赤犬等人和红发他们看向远处 四十来艘的巨型船只从远处开来 船上站满了人 这些人都是白胡子的番队长们 普通海军们无比恐惧地看住与亚所联手的白胡子 他们吓得脸都白了 红发和贝克曼以及耶稣布 还有拉基路四人脸色无比难看 莫比迪克号上 白胡子怒视住红发 小鬼 你太让人失望了 居然和海军合作 你简直不配称为四皇 红发有些尴尬 但是一想到兄弟的仇 他的脸上坚定起来 现在已经暴露了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知道这样十分不耻 但是为了替兄弟们报仇 就算被上骂名 我也在所不惜 红发冷住脸道 亚所 为了和兄弟报仇 我赌上了我的名声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红发带住恨意地看住亚所道 我会活得好好的 死的人会是你 你后悔选择了对手 我会让你知道后悔这二字怎么写 王亚说完 一脸认真地盯着红发 我知道你最在意的是同伴 今天 当住十万海军 以及看直播的观众面 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你最在意的伙伴死在我手里 他的话音落下 从塔尖上跳了下来 来到甲板上 王亚轻轻抬起右脚 往前轻轻一踏 顿时 他的右脚下方 有股白色的能量 开始往外扩散 往岸边吸去 莫比迪克号前方的海水 变得平静 王亚再次走出一步 广场上的普通海军 顿时感觉一股能量袭来 他们惊恐地发现 双眼只能看 而手却不能动 是可怕的事 就连说话都说不了 爱欧尼亚号上 王亚再次往前重重一踏 一个白色的人影 从他的身体里飞了出来 那是王亚的灵魂状态 他的双手两指并起 呈剑指模样 正朝着岸边飞去 香波地群道 一间昏暗的房间当中 这里有着超新星罗 还有草帽鲁夫等人 他们正盯着直播画面 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要干什么 草帽当家的 罗出声对住路飞问道 但这话显然是问错了人 路飞他哪知道 对于艾斯的死亡 一开始他是想去报仇的 但是下期好说歹说 加上船员的开导以及罗的帮助 他打消了他这个念头 因为是爱欧尼亚 和杀死艾斯仇人的对战 路飞打算先看看对方的招式 以后好为报仇做打算 快看 动了 有个白色的人影 眼尖的乌索普立刻惊呼起来 对于这场战争 他无比关注 因为他看到了他父亲 马林泛多港湾处 一个透明的人影 用身体作为利剑 正朝着广场飞去 他的全身出现无数剑气 游走包裹全身 周围时空冻结 后边的莫比迪克号上面 白胡子一脸不可思议地看住前方 他们船上的人倒是没有受到影响 出现了 船长的绝招 强尼惊呼一声 吸引了白胡子他们的注意 喂 强尼是吧 亚索这招是什么 为什么那群普通海军动不了了 白胡子来了兴趣 赶忙问道 约瑟夫看向白胡子单单说道 白胡子 我来告诉你 这招叫做剑二十三 剑念三者 形成一个剑气结界 其中万物停顿 任其宰割 约瑟夫画全都被白绝拍摄进去 看直播的所有人都震撼住了 这是人能使出的招式 场中 很快王亚就飞到了巨人中将肩膀位置 这群中将冷汗狂流 想要提起手上的武器 武器像是拥有万军重量一般 怎么也提不起来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住亚索 踩塌了一下他的肩膀 越过了他们 怎么可能 多佛朗明哥发动霸王色霸气 想要挣脱这种控制 但是失败了 他也只能稍微动动手指 仅此而已 而一旁的月光莫利亚更加不堪 别说动了 就连眨眼都做不到 此月光莫利亚一脸惊骇 天空中的王亚 踏了一下月月光莫利亚的脑袋界里 又是往前一个俯冲 西吾海后方是众多海军本部高端战力 逃兔 以及鹰眼 还有麦哲伦等 鹰眼握住右肩的手颤抖不停 他的佩刀发出悲鸣 到底是什么招式 为什么我居然只能勉强做到能抬起手 想要攻击都做不到 鹰眼身体打着颤 他不敢相信这是剑术 灵魂状态的王亚瞥了眼鹰眼 带着笑容踩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这一踏 用出的力量极强 灵魂状态的王亚 暴射往三大将旁边的贝克曼戏去 三大将所在的台上 黄元早已经发动了恶魔果实能力 只不过他行走的速度 像个90岁的普通老爷爷一般 慢得惊人 作为冰冻果实的轻质 与赤犬两人汗流加倍 拼尽全力也只能稍微扭了一下脖子 把目光看向他们旁边红发那里 怎么可能 赤犬心中恐惧的快要打战 这种被掌控的感觉 他感到莫名的害怕 三大将见到亚索 是朝着红发那边去的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贝克曼 死来 王亚大喝一声 红发瞳孔萎缩 缓慢的抬起格里芬 想要挡下贝克曼 但他被剑气节节给影响了 就跟个80岁的老人速度一般 才抬起格里芬 就看到王亚越过了他 正朝着贝克曼袭去 此时 贝克曼只能眼睁睁地看住王亚霜 只朝着他的胸口刺来 他旁边的耶稣布和垃圾路行中恐惧万分 扑斥一道白色的剑气 贯穿了贝克曼的胸膛 贝克曼的后背冒出23条气流 朝着四周拼命逃窜 这一刻 时间恢复正常 旁边的格里芬瞬间斩来 剑刃穿过灵魂状态的王亚身躯 王亚的招式结束 灵魂以光速般的倒飞回去 扑通一道摔倒的声音在陶图旁边响起 那是被冻结时空之时被王亚踢了一脚的鹰眼 随着时间的恢复 鹰眼也摔倒在了地上 显得十分狼狈 爱欧尼亚号上面 王亚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怎么回事 为什么刚刚我不能动啊 是亚索的招式吗 太可怕了 简直不是人能使出来的 广场上 无数海军惊恐万分道 贝克曼 你怎么样了 红发担忧的声音响彻广场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贝克曼 贝克曼猛地伸手捂住心脏 他的脸色由红润变得面无血色 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贝克曼缓缓拿开捂住心脏的左手 低头看向自己胸口处 那里正血流不止 他难以置信 贝克曼忽然感觉心脏一阵脚痛 再次用手死死地捂住 我 我好像不行了 贝克曼说话间 一口鲜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怎么会这样 香克斯扶着贝克曼的肩膀 双手正颤抖不停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真是好可怕 剑招居然能冻结时空 黄元出现在一个高楼建筑顶部 刚刚在能活动的瞬间 他怕亚索偷袭他 直接发动能力来到了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贝克曼会被重创 香波地群岛密室里 鲁夫一脸不解 并死死盯住荧幕 出声问道 这混蛋 为什么这么强大 删至一脸凝重地抽住香烟 心中惊恐万分 难道这就是剑术最高境界吗 锁龙死死地握住和道义文字 喃喃说道 库拉亚索 你这招挺厉害的嘛 居然能直接秒杀贝克曼 在莫比迪克号上 白胡子扭头对住 爱欧尼亚号上的亚索夸赞道 王亚露出笑容 装作一脸平静的样子 虽然他一脸波澜不惊 但是在心中已经开始吐槽起来 我靠 没想到这招能直接抽钱霸气 看来还是不太熟练 让霸气犹势了 这招强是真的强 如果一粒一同等级的必死 只是代价太大了 想到这 王亚决定这招少用了 偶红发那边 贝克曼再次偶了一口鲜血 他的身体还是变得无力 身躯贪软 已经没有力气支撑了 身子也开始往下缩 红发健壮紧紧紧地抱住他 把他搂在怀里 不让他倒下 红发双眼流泪 默默地注视着这个 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伙计 他舍不得对方死去 但是胸口已经冻穿了 没得救了 贝克曼 耶稣不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 垃圾路蹲在贝克曼身旁 从他的上衣兜里 掏出一根香烟 然后点燃 塞入贝克曼嘴中 贝克曼用尽最后的力气 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还没吐出 头一歪 当场吞起 贝克曼 红发绝望的大喊 天空的云彩 以及大海 似感受到了红发的心情 大海变得波涛汹涌起来 就连天上的云也被撕裂 霸王色霸气 弥漫整个战场 我说过了 我会让你感到后悔 现在你感受到了痛楚了吗 王雅的声音响变战场 香克斯愤恨地猛然抬头 仇恨地看向王雅 随即霸王色霸气发动 对准王雅这边 埃欧尼亚号船上 王雅的脸色一变 因为霸气用光 他有些难以抵抗 他身后没有霸气的船员脑袋 开始出现眩晕 干部们还好 像提娜 艾恩 布鲁诺已经快要晕倒 旁边的阿飞 剑装立刻发动霸气回应 两股红色的光芒在空中对抗 海军广场下的地面开始军裂 如此强大的霸气 让红发吃了一惊 对方的霸王色 居然比他还强一点点 轰 红发倒退两步 埃欧尼亚甲板上的阿飞后退一步 两人的霸气高下判定 霸气的消失 一般海军们顿时松了一口气 那种气势太压抑了 令他们喘不过气来 亚索 有本事出来决一死战 红发愤怒的大喊 截哈哈哈哈红发 你的对手可不是我 王亚大笑地回应了一声 而后转头看向船舱的位置喊道 戴上来 他的话音落下 摄影的白绝调转镜头 海军那边同样看向王亚所看的位置 一个头发花白 戴着眼睛的老人被推击走了出来 他的大腿 手臂 腰间 脖子处 全戴着没有链子的海楼式套筒 当海军高层看清来人后 顿时吃了一惊 那个是海军人群中 战国惊呼一声 冥王雷厉 早已经回到三大将位置的黄原震惊道 怎么可能 冥王雷厉被抓了 轻知瞪大了眼睛看住那老者道 王亚走到雷厉面前 对住直播画面淡淡说道 看直播的观众或许不清楚这老人是谁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海贼王罗杰的副手 希尔巴兹雷厉 绰号冥王雷厉 什么 居然连海贼王的副手都能抓捕 这也太强大了吧 顿时 看直播的观众惊呼了起来 可恶啊 我说这老家伙去哪都不回家 原来是被人捉住了 下棋抽着香烟 站在鲁夫等人身后 凝重地说 莫比迪克号上面 白胡子盯着这个已经上了年纪 曾经的敌人有些皱眉 他有些不满亚索的做法 把这种已经没了斗志的老人牵扯出来 算怎么一回事 好久不见了雷厉 没想到再次见面是以这种方式 白胡子对住雷厉打招呼 啊白胡子嘛 你也老了 雷厉一脸悔意地说 他无时无刻不后悔当初的大意 副船长 红发望着船上那个已经头发变白的老人 喃喃的喊道 人们都说四皇香克斯重情重义 我今天想要给观众们实验一下 所谓的四皇香克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话音落下 直接对住白绝一号喊道 合体吧 听到命令 白绝一号走到雷厉面前 用能力包裹对方 白绝一号的包裹和王亚和阿飞合体不一样 冥王的脑袋 胸膛 以及后背露了出来 因为雷厉身上有着海楼式限制 根本就没有力气反抗 他如同一个傀儡一样被白绝一号操控住 朝着甲板边缘跑去 跟住一个跳跃 来到了海面上 难道他想 战国望着海面上朝广场跑来的雷厉 心中出现一个不好的念头 怎么样香克斯 我把你前副船长找来和你对练 看看是你强还是他强一点 你对我这个做法满意吗 王亚的话印证了战国的猜想 他这话一出 红发脸色无比难看 副船长明显是不能反抗了 如果战斗 肯定够会伤到副船长的 想到这 红发愤怒了 直接对住亚索怒吼道 你这个混蛋 有本事我和他 你让你的手下控制雷厉副船长算什么 你个卑鄙小人 卑鄙 王亚赤笑道 你和海军联手就不卑鄙吗 你又我儿子威胁我来决战就不卑鄙了 你也是成年人了 说话怎么这么幼稚 这话一出 王亚身边的白绝 把摄影机对准高塔上的可亚 以及两个孩子 顿时 观看的民众也反应过来 这海军更卑鄙 用别人的孩子老婆威胁 王亚的话让红发沉默不语 接着 王亚看向白胡子道 白胡子 现在你可以去报仇了 大家各自挑选对手吧 白绝一号站在岸边 只要白胡子一动手 他就会缠住红发 哭啦啦啦 你表演的差不多了 那么就该我这个老人给海军上一课吧 白胡子豪迈的大笑道 责法拿起扩音喇叭大喊 各位普通海军 中将以下的最好离远点 这是我看在你们曾经是我学生的份上 最后提醒你们一声 这话一出 海军们有些不知所措的 看住自己的领导和大将们 海军没有闹肿 不怕死的跟我上 怕死的给我鬼远点 士犬也知道现在士气低下 只望不了这些海军对付敌人 直接大喊 有的海军一脸坚定 也有的一脸恐惧 白胡子见这些普通海军还没离开 把从云切递给了马尔科 跟住 白胡子双腿微微弯曲 两只拳头用力往两边重重一砸 喷大气震动的声音响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白胡子接过马可旁的从云切 抬头看向台上的三大将 突然 三位大将等高端站立脸色一变 剧烈的震动如雷达一样传至老远 他们用剑纹色感知到了这股震荡之力 吸入了大海 就在这时 原本还算平静的大海 开始变得汹涌起来 海军们的目光 起刷刷地看向远处 一到上百公尺的巨浪 从远处正朝着他们这边涌来 海军们瞪大了双眼 感到恐惧 高台之上 轻质双腿在地上一灯 高高跃起 瞬间一股寒冷的气息汇聚他全身 两根冰刺快速地射出 连接大海 冰河时期 轻质一声大喊 他插百米巨浪连层海面瞬间冻结 护轻质呼了一口气 寒气从嘴里吐出 白胡子的番队长们见到有了落脚点 直接大喊道 小的们 战场已经搭建完毕 给我冲 我们也上 不要落后别的番队 另一位队长大声回应 队时 密密麻麻的海贼从船上下来 举住刀枪朝着海军这边冲过来 各位海军 准备应战 不要大意 贺中将拿着大喇叭大喊 有的海军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举住刀往冰面上冲去 但是更多的则是选择了滑水 慢吞吞地跟在后面 应战的海军朝着冰面上跑去 像是忽略了岸边站立的冥王雷厉一般 有的年轻海军还想开枪射击雷厉 但是被旁边上了年纪的海军给拉住了 被白绝一号包裹的雷厉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望着这些海军 爱欧尼亚号上 除了王雅和责法之外 所有人都下了船 船上的责法拿着大喇叭不断地说服海军投降 像极了精神攻击 赤犬等三位大将的目光看向责法 想要先把责法处理掉 但是船上又站着亚索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之前的招式还历历在目 谁都不敢轻易对他出手 抢尼提着黑刀叶 用力一挥 四十公尺的大斩机瞬间斩出 赶来的海军被强大的气浪先飞出去 没了海军阻挡 强尼朝着前方跑去的同时 对住鹰眼大喊道 鹰眼 想要黑刀叶 就过来和我打 你这个混蛋 正合我意 鹰眼回应了一声 双脚在地上一灯 在空中一个旋转 站在了强尼对面 士犬 你杀了艾斯 拿命来吧 白胡子举住大刀跳了下去 目光看向士犬 一脸战意盎然 站在广场上的战国 快步地朝着岸边跑去 他要帮助赤犬对付白胡子 当战国跑到一半之时 一个身穿火云服 带着漩涡面具的男人 拦住了战国的去路 这人正是阿飞 你的对手可是我哟 阿飞声音怪异地喊道 可恶 战国瞄了一眼白胡子 又看了一眼旁边 这个爱欧尼亚的干部 心中有些不甘心 阿飞见战国还在看别的地方 有些不满道 看样子我是被小瞧了呢 等会儿我会让你知道 我比白胡子还要恐怖 阿飞决定了 一会儿一定要把对方大便打出来 亚尔利卡提这只狼牙棒 与杰西站在白绝二号面前 看向红发三人 那意思很明确 三立三 图森尼露出精壮的上半身 对着七五海招了招手 那意思再说你们一起吧 他的身边站住路七三人 也是斯利四拥有王牙提供的情报 他们不认为打不过 只要注意点大雄就可以了 付付付付有意思 那就陪你们玩玩吧 多佛朗明哥怪笑一声 嘻嘻嘻看来被小瞧了呢 居然是黑人图森以及CP 你们的影子我收下了 月光莫里亚出声道 老蔡有些凝重地看住来人 大雄则没有说话 岸边 卡门拿着双枪 并没有选择对手 而是在戒备四周 准备用枪远程支援 只要有船员有危险 他就会开枪 还有个人呢 亲自扫尸一圈 发现艾欧尼亚号 还有个副船长不见踪迹 就在亲自张望之际 艾欧尼亚号上面 一匹身披盔甲的白马 从船上高高跃起 砰马匹跳到了兵面上 王雅彻底无语了 约瑟夫又来了 正在与马可纠缠的黄园 以及戒备的亲自 还有强者同时扭头看向兵面 只见身披金甲 带着将军头套的约瑟 正举住一把 用鸣刀镶嵌出来的长枪 现阵之至 有死无生 勇往直前 击鼓 禁军 约瑟的话音落下 艾欧尼亚号上面一个白绝 敲响了战鼓 咚咚咚咚咚 密集的鼓声响彻战场 约瑟夫双腿一颗马肚子 马匹飞奔 朝着人群最密集的海军中冲去 一名海军准将见到马匹袭来 右手一挥 一道剑刃斩出 想要斩断马匹的双腿 坐在白马上的约瑟 双手握住长枪 对处袭来的斩机一扫 霸王色霸气缠绕打出 那斩机像是纸壶的一样溃散开来 约瑟夫单手握枪 对住前面的海军猛然一次 一点寒芒仙道 随后枪出如龙 扑斥肉体刺穿的声音 与约瑟的话语同时响起 由刀座的枪尖刺穿对方的喉咙 马匹速度不减 朝着下一个海军将领冲去 约瑟夫那一身黄金铠甲太引人注目了 海军高层逃兔和旁边的几个中将对视一眼 齐刷刷的发动体 瞬间来到了约瑟夫面前 把齐包围在里面 约瑟夫一直开启剑纹色霸气 剑人一来 赶紧拉住马匹 这一减速 马儿吃痛 双脚悬在空中发出悲鸣 约瑟夫望着包围自己的中将们 再看向高台上的轻质道 即使敌众我寡 再下意能万军从中取敌将手机 第150章快看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他身穿盔甲 好帅啊 相拨地群倒 看直播的平民讨论道 其中不乏有人夸赞起了 骑驻战马的约瑟夫 那个混蛋 密室里 草帽海贼团的锁龙死死地握住佩剑 盯着画面中的约瑟低沉地骂道 香克斯 这时 画面的镜头一转 对准了红发海贼团成员 画面中红发一脸为难 陆飞呼喊道 草帽当家的下棋大字不见了 这时 罗喊了一声 鲁夫等人回头看了一眼 刚刚还在的下棋已经不在了 空气中只有那女士香烟的味道 我估计应该是因为雷厉大叔的缘故 他应该去战场了 山智抽着香烟冷静地分析道 海军本部的大战已经彻底暴走了 下棋女士过去可能会死在那里的 布鲁克尔严肃地说 听到这话的陆飞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一脸担忧地大喊道 我要去救下棋 陆飞 你不要冲动 罗宾一听 慌忙喊道 我看到了香克斯在为难 而且贝克曼大叔也死了 香克斯他们只有三人 我想去帮他 陆飞一脸坚定地说道 他的眼神无比认真 草帽当家的 你不要冲动 罗赶紧劝道 我知道 陆飞说完 十分平静 随后他看向众人 香克斯是我很重要的人 哪怕我过去能帮他拖住敌人一秒 也值了 我感觉到了 香克斯会有危险 如果我不去 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而且还有个声音一直在叫我去 陆飞说完 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平静 陆飞 你是认真的吗 索龙无比凝重看向鲁夫问道 陆飞点点头 见状 索龙一脸坚定道 既然这样 我陪你走一趟吧 你们其他人就在这里等住 那怎么可能 玉藻头 你别想一个人逞威风 山智做出了彼此的决心站出来说 不 陆飞出声否定了两人的打算 对住索龙说道 索龙 这是船长我最后的命令 我希望你拦住山智他们 我要一个人去 如果我死了 草帽海贼团船长就交给你了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向大大咧咧的陆飞 今天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 喂 陆飞 你 索龙一脸震惊地看住陆飞 他被这话惊住了 对上陆飞那托付的眼神 这也是鲁夫前所未有的眼神 一时之间 索龙感觉到了鲁夫变得有些陌生 山智脸色无比难看地盯着陆飞 这话代表着陆飞已经抱着必死之心 他默默地拿出一只香烟点燃 双眼中流住眼泪望着天空 陆飞 你不要去 你会死在那里的 如果你死了 你叫我们怎么办 罗宾像是即将逝去陆飞一样 痛哭起来 陆飞倒呜呜呜 乔巴抱着鲁夫的小腿大哭了起来 对啊 鲁夫 我老爸他们一定会赢的 我相信他们 乌索普出声劝道 陆飞 布鲁克和法兰奇担忧地喊了一声 就这么决定了 索龙 陆飞说完 转头看向罗道 你能送我过去一趟吗 你 你是认真的吗 罗的双眼瞪得老大 额头流出冷汗 陆飞点点头 罗见鲁夫已经下定决心了 最后还是选择了同意 两人转身那一刻 罗宾快速地跑了过来 死死地抓住陆飞的胳膊不松手 求求你了 陆飞 不要去 罗宾撕心裂肺地大喊 泪水已经打射了脸庞 索龙 陆飞喊了一声 索龙跳到罗宾身后 用手掌打在了罗宾脖子上 罗宾晕了过去 索龙 你 山智带着愤怒的眼神看住索龙 索龙抽出三把剑站在陆飞面前 对着他们道 这是船长最后的命令 作为船员的我 哪怕是死 也不会让你们阻拦陆飞的 罗看向为陆飞拦住船员的索龙 心中感慨道 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浪漫吧 陆飞再次回头看了船员们一眼 和罗朝住大门外走去 陆飞 如果你死了 我会下去陪你的 索龙朝着门口的位置大喊了一声 这话代表他的决心 陆飞停顿了一下脚步 扭头对住索龙露出一个呲牙的笑容 接着大步离开了这里 你 山智再次被索龙的话惊吓了 如果船长死了 就算我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又有什么用 亚索那个恶贼的剑术已经通神了 我想要成为世界第一这一辈子都不可能 我与古伊娜的约定已经无法完成 船长如果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索龙像是失去了信念一般 喃喃说 马林泛多广场之上 香克斯瞟了一旁正与白胡子战斗而狼狈不已的赤犬 才转头看住的对面的雷利副船长 对不起了香克斯 给你添麻烦了 雷利脸上带着歉意的说 香克斯看住这位昔日的副船长 脸色露出痛苦 他不想和雷利战斗 更别说是被控制的雷利 船长 怎么办 耶稣不问了一句 香克斯脸色难看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个胖子就交给我吧 杰西你去对付那个狙击手 小心了 亚尔利他喊了一声 踢着狼牙棒朝着垃圾露冲了过去 杰西对住耶稣不招了招手 紧接住迎接他的就是一道子弹的攻击 杰西大惊小怪 使用剑纹色霸气勉强躲过 随即也开始认真看向对方的狙击手 拿起加特林就开始扫射 耶稣不吓了一跳 在强大的剑纹色霸气加持下 躲避了过去 两人越打越远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来吧 白绝一号阴测测的说道 声音中无不透露出阴险 喷一声巨响 红发赶忙转头看向垃圾露那边 此时的垃圾露消失在了原地 身体如炮坛一般的砸进了海军建筑里 船长 小心那个女人 好大的力气 差点骨头都给我打断了 建筑层中 垃圾露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紧接住 一个全身漆黑的胖子 十分迅速地在地上狂奔而来 握着武装色霸气的拳头 打向亚尔利塔 亚尔利塔赶紧回头 手狼牙棒一挥 见到狼牙棒打来 垃圾露立刻收拳 在地上的一个翻滚 对方的招式他不敢接 垃圾露只是简单地试探了一下 就发现对方的剑纹色霸气 和自己差不了多少 算是一个强敌 而且招式上还不敢硬碰硬 红发站在原地 看住雷利始终没有下顶决心出手 正在不停地闪躲住 白绝一号的霸馋拳头 雷利看出了红发的内心挣扎 微微一叹道 挨湘克斯 老夫活了这么多年 已经赚回本了 你动手吧 大海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不要因为是我而手下留情 听到这话的湘克斯 已经泪流满面了 一边闪躲 一边伤心喊道 副船长 湘克斯 快点动手 不然你的船员会坚持不住的 雷利脸色带着焦急 红发扭头看了一眼 拉击路那边 此时的拉击路正用肥胖的身体 不断地闪躲 而亚尔利塔越打越兴奋 耶稣布那边还好一点 跟敌人拉远距离 选择用击居枪远程射击 暂时没问题 快 不要留情 雷利对住闪躲的湘克斯大喊 结哈哈哈哈 这招真不错呢 王雅看住狼狈闪避的湘克斯 露出得意的笑容 突然 两刀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岸边 下一秒着他们高高跃起 一道毒水朝着王雅袭来 毒水超过十几公尺的面积 王雅抬头看了一眼喜爱的毒液 伸出右手一挥 漫天的寒气喷洒而出 毒水瞬间冻结 成为一片冰雕 掉落在冰面上 正踩着月步 打算找准时机 用过果实的轻质显然愣住了 连招式都忘记使用停在天空 对方这招他太熟了 就是他的冰冻果实 天上同样踩着月步的麦哲伦 有些傻眼 怎么回事 为什么 麦哲伦的话说到一半 看向轻质 他的目光好似在说 对方为什么会你的能力 轻质同样十分不解 眼神中像是回应道 我哪知道 结哈哈怎么样 我这招好用吗 王雅大笑地问住天上的两人 你怎么会冰冻果实能力 轻质凝重地问 你猜啊 王雅带着笑一道 可恶 轻质暗骂一声 脸上变得更加凝重 如果对方会他的招式 那么显然 自己和麦哲伦接下来攻击 会对对方没用 他看向场中 想要找别的人和自己换对手 但当轻质看向赤犬位置之时 脸上一沉 萨卡斯基无比吃力地 在应付着白胡子 白胡子虽然老了 但是显然不是萨卡斯基能应付的 黄元正在应付马可和钻石乔兹 战国又被漩涡阿飞拖住了 轻质的目光看向黄元示意 黄元瞄懂 想要过去帮忙 全身蓝眼包裹的马尔科 挡住了黄元的去路 有我在 你别想过去 我和乔兹的任务就是牵制住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好可怕呢 黄元凝重地说 轻质见黄元迟迟来不了 又试探性地和麦哲伦攻击了王亚两次 结果不管是毒水 还是毒物 以及轻质的招式都被王亚用冰冻果实给拦了下来 一时之间陷入僵持 扑吃约瑟夫那边 早已经从马上下来的他在地上一个翻滚 躲避掉陶兔攻击的同时 用剑划了一下加记的脸庞 混蛋加记捂住右边的脸颊 愤怒地大骂道 加记 你没事吧 陶兔凝重地问道 几个围攻约瑟夫的中将也暂时性地选择了停手 看向佳记 此时对方脸上的白肉翻飞 鲜血阵阵地流淌出来 王亚见到这一幕觉得有些好笑 面对这群人约瑟夫那家伙还想装逼 逼可不是那么好装的 马都不敢骑了 只是下一秒 约瑟夫的话让王亚满头黑线 这道疤 我留的 是你这辈子的荣耀 约瑟夫十分淡然地说 王亚无语道 又来了 可恶 为什么对方这么强 鬼蜘蛛无比恼火地说道 对方的剑纹色霸气太厉害了 几个人连手都攻击不到对方 碰突然 一个海贼被打飞到了约瑟夫这里 约瑟夫立刻伸出右手抵住了对方的后背 这人是白胡子海贼团的小喽啰 谢 谢谢 海贼喽啰指住身形后 立刻对着约瑟夫感谢 约瑟夫看了眼睛里外的马儿 随即对着那小喽啰吩咐道 马过好 不然腿打断 这话一出 那喽啰脸色一白 咄咄嗦嗦地说道 我 我知道了 喽啰实在不敢和剑圣对视 低着头快步跑到马儿那里 把马匹牵走 见马儿被白胡子的人牵走 约瑟夫转头看向逃突几人 沉赞道 不错 舞得漂亮 你还能起舞吗 约瑟夫眼光灼烧地看住舞住脸的佳妓 正用鼻孔对住他 混蛋 佳妓见对方如此嚣张 无比愤怒道 你别嚣张约瑟夫 今天你注定要败在我们手里 逃突恶狠狠地说 能打败我的 只有我自己 约瑟夫一脸平淡地说道 好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一般 喂 约瑟夫是吧 你别玩了 你的队友好像坚持不住了 拿出你的权力吧 这时 正在祸到格曼 还有几个准将对战的比斯塔 趁着闪躲的空荡对住约瑟夫大喊道 你有见过我的权力 约瑟夫疑惑地看向比斯塔 没有 比斯塔回了一句 又说 我也很好奇 能让我见识一下吗 约瑟夫看了眼强尼那边 好像被鹰眼搞得十分狼狈 面色已凝倒 可以 他这话一出 逃兔等人瞬间警觉 鬼蜘蛛的额头冒着冷汗 对方刚刚还没用全力 笑到突然 一道破空声从约瑟夫背后传来 小叶石 予以极快的速度刺向逃兔 逃兔用剑一条 把剑磕飞 还没等他回转身来 第二把 第三把 第十把 白把的飞剑从白胡子海贼船上飞出 袭上逃兔等中将 飞剑的速度极快 逃兔用剑应付那好几百把飞剑 场中传来剑人乒乓的对撞声 约瑟站在一把飞剑缓缓升高 他的声音也响成马铃范多 一代米要扛几楼 感受痛苦吧 一代米要扛二楼 接受痛苦吧 约瑟夫的身影已经来到了十几公尺高空 他的声音还在继续 一代米由我洗泪 理解痛苦吧 一代米我洗了那么多泥 不了解痛楚的人 和那堆黑瓦 瓦可盖兰是无法了解真正的和平的约瑟夫说完 停在了空中五十公尺的位置 他要干什么 逃兔凝重地抬头看向天上问道 不 不知道 就在这时 约瑟夫被成千上万的剑人 从白胡子海贼船中飞出 所有剑人来到了约瑟夫身后 与海军对战的海贼 以及海军高层们十分默契地停止了对战 抬头看向天上约瑟夫背后那漫天的剑人 糟了 不好 战国瞳孔微缩 看向逃兔等待带着担忧 别走神 战国 阿飞的声音响起 战国猛然一惊一刀带有罢缠的拳头 直朝他面门打来 战国仓促地用果实冲击迎接 砰战国的拳势弱了一分 没接住 被发给 这就是剑胜的力量吗 感觉不在一个次元 逃兔望着约瑟夫后背那漫天的利刃 眼神呆滞 难难道 该死 鬼蜘蛛擦了擦快要流进眼睛里的汗水 吓得脸色苍白 这真是我们能战胜的吗 无数拿刀的手在颤抖 正和赤犬交战的白胡子脸色一变 立刻大喊 白胡子海贼团的所有成员们 马上离开约瑟夫所在地 快 那些海贼听到白胡子的喊话 舍弃对手 拼了命地往远处逃窜 逃兔 家记 你们快逃 轻智赶忙大喊 他想要过阿莱帮忙 但是做不到 王亚不会让他如意 正在用招式牵制轻智 逃兔 家记 鬼蜘蛛 火烧山 以及无数死死地盯着天空之上的约瑟夫 我们要逃吗 家记脸上的冷汗和血混在一起 沉重地问 逃不了了 对方锁定我们 逃兔脸色难看 这话一出 鬼蜘蛛几人沉默了 家记看向天空 脸上带着绝燃 走到了逃兔面前 那就让我来检验这招的威力吧 天空之上 约瑟夫面无表情地看住下方 他的声音再次传来 苛刻有泥 现在开始 谁给你一代迷幽 让世界感受痛苦 所有海军一时之间停止了战斗 看向逃兔几人 万箭归宗 约瑟夫一声大喊 漫天的剑人如鱼点一样 席向逃兔几人 爱欧尼亚号上面 摄影电话虫 对准了约瑟夫那密密麻麻的剑人 看直播的观众心揪在了一起 心里祈祷之群海军能都挡下来 马林泛多广场之上 家记如同一个雇佣者一般站在最前面 他身后的逃兔 看着家记的背影感觉无比高大 别愣住了 快点还击 岸边轻致地提醒声传来 逃兔一咬牙 握住名刀武装色霸气缠绕 他身边的中将们同样如此 一刀流 金罗斩 一刀流 雷霆 一刀流 几人十分有默契地同时出招 几刀巨大的斩机脱手而出 席向天上如鱼点的剑刃 轰斩机撞上剑刃 发出爆炸声 声音响彻马林泛多 几千把利刃被磕飞出去 不好 逃兔大惊失色 天上的剑刃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打飞了一部分 但是还有更多的 哈加记一声怒吼 再次斩出一道斩机 鬼蜘蛛等人同样如此 他们不敢停歇 一道接着一道的斩机打出 那些被他们打飞的剑刃掉在地上 又重新从地面上飞了起来 又回到了约瑟夫身后 了不起 天空之上 约瑟夫双手放在背后 对住下面的陶兔等人夸赞道 连续使用威力强大的绝招 几人消耗有些大 正喘着气 可恶 陶兔见天上的约瑟 汗都没流一滴 暗骂一声 强尼 你感觉怎么样了 约瑟夫扭头看向还在斥力应对阴眼的强尼 问了一声 嗨 还死不了 强尼流着冷汗回道 虽然强尼吃了丹药 已经变得更强 但是在招式上 他比不过阴眼 所以显得十分狼狈 然而对于强尼的招式 阴眼也不敢应接 霸王色霸气缠绕的剑招 每招每势都威力惊人 两人战斗的地方和白胡子战斗的地方 根本不敢有别的海军靠近 见强尼没有求救的意思 打算用鹰眼磨练金术 约瑟夫扭头看向下方道 接下来希望你们认真一点 不然可能会死 正和清智麦哲伦对战的王亚 发完一招冰柱后 对处清智开口道 马上你们海军高层就要死人了 王亚说完 把目光转向约瑟那边 清智同样朝着那边看去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想要过去帮忙 可亚索不给他机会 只要有想溜走的意思 对方就会攻击他 反之 不出手 对方也会不出手 逃兔 佳记 清智赶紧大喊 逃兔看了一眼 有些助级的清智 又看向天空之上的约瑟夫 好了 刚刚只是热身 现在 约瑟夫的话说到一半 闭上了眼睛 忽然 他的双眼一睁 背后的利刃上面 开始出现霸王色霸气 并且在缠绕这些贱人 试试这些吧 约瑟夫大喊 马萨卡 一直留意这边的战国大惊失色 对方居然能用霸气缠绕这些飞剑 黄元 快帮忙啊 接下来的攻击 逃兔他们扛不住的 战国绝望大喊 我来不了啊 黄元无比凝重的大喊 原本对付马可和乔兹 还不敢去吃力 结果 埃欧尼亚海贼团的卡门加入后 他就不得不小心应对了 两把枪瞄着他 时不时的放两枪 他感觉无比辛苦 如果可以 他宁愿和萨卡司机换对手 埃欧尼亚海贼团的干部 好像就是为了不让他帮忙守着他 只要他不过去还好 一旦越界 就会挨攻击 赤犬趁着闪避白胡子的瞬间瞄了眼天上 差点被白胡子的大刀砍死 冷汗都惊出来了 他大骂一声 可恶啊 哭啦啦啦 别想过去帮忙 我会好好招呼你的 白胡子大笑着 挥着从云切 搞得赤犬灰头土脸 赤犬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他还想着有人来帮忙 同样的 他也低估了年迈的白胡子 同时 盘古城中 吴老星看住画面中的战斗 眉头皱成了一团 怎么办 海军好像斗不过了 要出动神骑士团吗 拿剑的吴老星 凝重地问 先看看再说吧 如果对方有剿灭海军的打算 就不能保留了 海军死完了 就没人给我们服务了 大海也会暴走的 不利于我们统治 年长的吴老星回到 马林泛多万米高空之上 云层里有一艘由燕云拖住的海贼船 上面的甲板上有一台直播设备 和香波地群一样 凯多和三灾 还有飞六包坐在甲板上观看荧幕中的画面 此时的凯多无比兴奋 哦 啰啰啰暗啰 凯多大笑一声 这次我一定能成为海贼王 对于约瑟等人的战礼 凯多都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这些人这么强大 还好对方加入了他 老大 我们什么时候下去 杰克问声问气地问 不急 亚索还没有传消息过来 说明还在他的掌控当中 要是我们现在出现 海军估计会直接选择投降 亚索说过 得让海军们感到希望 然后又绝望 他猜测世界政府的人 肯定会有强者过来支援 到时候我们也好一网打尽 凯多老大 你看 约瑟夫的武器 润是吃惊的喊道 那你 当凯多看到约瑟的 剑人霸王色霸气缠绕后 惊得牛眼瞪的老大 马林范多这边 正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推进城却遭了殃 飞胡子带着黑压压的一群人 从监狱门口 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身后是他的船员 以及推进城第六层的卫贵们 分别是 阿瓦罗匹萨罗 卡特林迭美 圣胡安厄郎 巴斯克乔特 还有雨之溪流 你们真不打算加入我们吗 黑胡子扭头 看向一旁的几位强者 再次发出邀请 哈哈 算了吧 这次你放我出来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需要可以来找我 帮迪瓦尔多出声道 和他站在一起的是 道格拉斯巴雷特 巴洛里克莱德菲尔德 等一众强者 其中还有克洛克达尔 喝喝到喝到 克洛克达尔 前巴巴的笑了几声 那态度很明显 拒绝了黑胡子的提议 黑胡子一脸遗憾 随后说道 据我所知 海军正在和爱欧尼亚海贼团开战 你们要是有兴趣 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看看 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过去一趟 让世人知道 我们海贼团的强大 黑胡子张开双手 霸气的宣言道 道格拉斯巴雷特有些异动 但是又不想跟这群人过去 他看向身后 领着乌鸦鸦一群人的巴基道 巴基 我们也过去看看怎么样 哎 听到这言论 巴基吓傻了 他身后跟着好几百的海贼 这些人都是巴基 巴基船长 让海军见识一下你的恐怖 就是 巴基船长无敌 海贼们兴奋的大喊 巴基不愧是运气王 在大海上漂流一段时间 遇到了自己的手下 找回了下半身 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 打算去伟大航路 寻找一个财宝之师 就被海军提纳给抓住了 结果关在推进城了 人群最后方 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这人正是百机克洛 他的眉头皱起 才多久 两个月 爱欧尼亚就已经成长到了 能和海军对战的存在 他同样有些好奇 现在的爱欧尼亚有多强 他也忘不了对方抓他时 那嚣张的模样 那 那走吧 巴基壮着胆子道 我和你们一起 克洛克达尔出声说着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快点闪开 战国一边对战阿飞 一边对住逃兔等人大喊 来不及了 望着天上袭来的霸气缠绕飞箭 逃兔大声地回了一句 准备拼命 你们快走 加基一声大喊 武装色霸气运用到了极致 身后的地面一盏强大的剑气发出 地面瞬间爆炸 逃兔几人被这股气狼先飞出去 加基 倒飞出去的逃兔脸色惊恐 绝望大喊 加基张开双臂 对住逃兔辱出微笑 轰轰轰轰轰轰 密密麻麻的剑刃在霸气缠绕的加持下 如一饼饼炮弹 加基所在的地方发出巨大的爆炸 无数的剑刃争先恐后的刺向爆炸的地方 轻至脸色一白 战国心头一慌 加基所在的地方像是经过连续上百次炮弹洗礼一般 他们知道加基牺牲了 这种攻击他是看不下来的 天空之上 约瑟夫勾勾勒勾手指头 爆炸那团的剑刃再次飞向天空 来到他的背 此时此刻 许多和海军 还有海贼选择了停手 并望向上万剑刃洗礼的地方 烟雾散去 加基的身影消失不见 地上连一滴血都没有留下 只有一个巨大的深坑 显然加基在这招之下 尸骨无存 为什么 逃兔看住前方加基消失的地方 流出了泪水 责法拿着一个喇叭站出来喊道 普通海军们 如果你们继续战斗 加基就是你们的下场 放下武器 投降 这种战斗不是你们能参与的 责法的话音落下 有的海军真放下了武器 啪哒有了一个 就有第二个 广场上 普通海军们心如死灰 刚刚那道攻击他们还历历在目 混蛋责法 战国无比恼怒 一分心 又不小心挨了阿飞一拳 马林泛多广场边缘处 克比和贝鲁梅伯抱着头 瑟瑟发抖 克比流出泪 无比惧怕 阿就在这时 红发那边的垃圾鹿双眼一凸 一口鲜血如利剑一般 喷出一丈有余 他的肚子上正贴合着巨大的狼牙棒 躺在地上 地面爆裂 就连白胡子那边 在亚尔利塔这招之下 他们所在的区域都产生了裂痕 好大的力气啊 白胡子震惊地说了一声 垃圾 红发用剑挡住了白绝一号的霸王色 缠绕拳头 绝望大喊 与杰西纠缠的耶稣布 快速地抬枪射向亚尔利塔 亚尔利塔偏过脑袋 躲过了子弹 本来想跟你玩玩的 但是副船长好像坚持不住了 没办法 只能先解决你了 亚尔利塔淡淡地说 垃圾鹿躺在地上 胸膛被打得塌陷 已经没了力气说话 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女人 正和雷厉对战的红发 见垃圾鹿生命已经快要走到了尽头 一咬牙大喊 抱歉了副船长 对不起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剩下的话他没说 只见香克斯霸王色霸气缠绕格里芬 使出了全部实力砍向雷厉 雷厉的脸上露出新味道 来吧 白绝二号十分阴险地跳起来 用雷厉的胸膛撞上香克斯的利人 扑斥一道配件贯穿的声音响起 白绝一号立刻发动能力 快速从雷厉身躯上退去 沉入地下消失不见 一口鲜血从雷厉的嘴角流了出来 香克斯颤抖着手把剑抽了出来 对不起了 副船长 香克斯流着泪 你做得对 如果你再被我拖住 你最后一个船员也会死的 雷厉站在原地 微笑地说 亚尔利塔见红发很下心杀了雷厉 也认真起来 就在这时 他低头一看 白绝一号的白色能量在他脚下 开始往上半身蔓延 他知道这时白绝要和他合体 没有反抗 很快 白绝一号包裹住了亚尔利塔的全身 他一个后跳 与快要死了的拉基鲁拉开距离 香克斯扶着雷厉来到了拉基鲁这边 船 船长 找 找机会 离 拉基鲁话还没说完 头一歪 死在这里了 拉基 香克斯绝望大喊 耶稣布也赶到了香克斯面前 看出地上已经死去的拉基鲁 他无比愤怒 船长 亚尔利塔看向爱欧尼亚号上面 喊了一声 船上的王亚知道这是亚尔利塔在寻求帮助 约瑟夫 你去帮帮抢你 王亚对住天上的约瑟喊了一声 知道了 船长 天空之上 约瑟夫被驻守的幼稚一挥 几千秉丽院飞向墙尼这边 攻向鹰眼 鹰眼眉头一皱 巨大的斩击脱手而出 打向这些袭来的剑人 已经快要撑不住的墙尼顿时松了一口气 对付鹰眼他还是太勉强了 来来回来这几招 鹰眼都已经熟悉了 红发那边 亚尔利塔有些疑惑 为什么船长没有让约瑟夫支援他 正当他打算再次开口喊船长支援之时 他的脚下冒出九个白绝 这些白绝全部是吃了最高规格的丹药 除了阿飞之外 是属于白绝一号白绝二号一档的实力 我们来帮你了 亚尔利塔 白绝二号开口道 他们说完 全部武装色霸气缠绕 至于霸王色霸气 他们没有暴露出来 这也是王亚交代好的 他要钓大鱼 见状 亚尔利塔松了一口气 他就说嘛 船长怎么可能只照顾强尼 不照顾他 突然出现的几个白绝让海军高层也是一惊 这群人的霸气造诣 基本上都是超过了中将 顿时 海军高层额头冒汗 他们也没想到对方还藏着这样的帮手 红发看住对面这群人 也没有惧怕 脸色无比阴沉 他和耶稣部对视一眼 耶稣部急忙暴退 想要在远处攻击 这群白绝都是拥有顶级剑纹色霸气 他们可不怕 根本不在乎耶稣部的离开 一旁的杰西知道接下来的战斗 他还没资格参与 就到了卡门那边 盘古城中 我老星看到又冒出九个白绝 各个武装色霸气缠绕 行踪一惊 不能再等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海军会败的 对方对家计痛下杀手 说明就没想过放过海军 我建议出动神之骑士团 为了不让他们暴露在视野中 就让他们戴着面具 杰伊哥路西亚萨坦圣出声建议 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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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四人也觉得有理 点点头表示赞同 萨坦圣见他们同意了 直接拨打起神之骑士团的电话 很快 收到消息的神之骑士团成员们 带着面具 从玛丽乔亚的建筑中走了出来 玛林贩多广场之上 逃兔脸上挂着泪痕 望着前方的深坑正正出身 天空之上 约瑟夫如一个室外高人一般 被助手 只不过他背后的手指一直在动 下面的鹰眼狼狈不已 以便要应付四十公尺斩击 还要留一天上那密密麻麻的剑人 打着打着 鹰眼被逼到了冰面上 因为剑人太多的缘故 他不得不狼狈被闪躲 这些剑人带着霸王色霸气缠绕 稍有不慎他就会有被杀死的可能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要解决掉天上那的约瑟夫才行 趁着闪躲的空隙 他看了一眼天上 快速地分析道 天上的约瑟夫好像注意到了对方 控制脚下的飞剑再次升高 来到了三百公尺高空 这个混蛋 鹰眼看住天上的约瑟咬牙切齿 对方简直太赖了 飞那么高 他想攻击道都十分困难 剑没办法解决约瑟夫 鹰眼只能专心对付起强尼 和应付那时不失功来的飞剑 可恶 逃兔对住天空之上的约瑟痛骂一声 看到鹰眼对付得如此吃力 回头对住鬼蜘蛛等人招呼一声 走 过去帮鹰眼 约瑟夫 多来点剑刃 对方来帮手了 强尼见逃兔的斩机袭来 狼狈地在地上一个翻滚 打出一招横斩 逼退了逃兔的斩机后 急忙对住天上的约瑟夫大喊 此时 战场上 最狼狈的还得是强尼 他的冷汗都快流出来了 一边应付鹰眼 还要对战陶土和鬼蜘蛛等中将 结哈哈哈哈 强尼 感觉怎么样 站在爱欧尼亚号上面的王亚 看住狼狈不已的强尼 大笑地问 喂 船长 帮忙啊 我感觉我快应付不了了 强尼一边战斗 一边助急的大喊 强尼的额头冷汗蹭着往外掉 阿飞 去帮强尼 王亚对住郑和战国玩耍的阿飞喊了一声 知道了 船长 郑和战国战斗的阿飞回了一句 随即他看向面前的战国眼神都变了 玩耍的时间结束了 你该死了 冷漠的声音从阿飞口中传出 战国心中猛然一惊 难道他和我战斗没用权力 要是真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战国对面的阿飞双手一拍 大喊 目盾 顶上画佛 随着阿飞的话音落下 地面发生巨大的晃动 郑和赤犬交手 以及被九个白绝加上亚尔利塔维欧的红发 同时看向战国那边 战国完了 王亚看向战国那边 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的话吸引了守住王亚的亲智 以及麦哲伦的注意力 什么意思 亲智赶紧问 字面上的意思 王亚回了一句 再次看向战国那边 到底怎么回事 地震了吗 正和海贼战斗的海军惊呼 快看 那是什么 有东西冒出来了 以脏惊呼一声 指着那木头脑袋吃惊不已 交战的海军与海贼默契地后退一步 目光看向战国那边 巨大的佛头冒出 佛身也拔地而起 阿飞站在大佛的头之上 轰再次一声巨响 大佛瞬间成行 拥有几百公尺的高度 屹立在马林泛多广场之上 站在大佛面前的战国 犹如蚂蚁一般大小 战国 看到没 这才是大佛 阿飞模仿起雨之波般的声音 冷漠地说 战国冷汗狂流 大 太大了 还没完呢 佛头上的阿飞一声大喊 接着双手一拍 目盾 针鼠牵手 阿飞的话音落下 巨大的佛像身后 盘在一起的手臂动了 全部伸直 密密麻麻的 马萨卡 战国无比吃惊 此时此刻 他终于知道传回来的情报 能用手臂之人是谁了 原来打的卡普 毫无还手之力之人 正是埃欧尼亚海贼团干部阿飞 糟了 青智 黄元 赤犬同时脸色一变 情报上说过 这招连卡普都十分狼狈 战国怕是 麦哲伦 你拖住亚索 我要去帮忙 不然战国死定了 青智一声大喊 踩着月步朝着战国那边跑去 对此 王亚也没阻拦 只是说了句 你要是过去了 马上麦哲伦就会死在我手里 正朝着战国那边赶去的青智脚步一顿 脸色难看的停在了空中 不敢上前 对方攻击贝克曼那一幕 还历历在目 青智也怕对方真的那么干 滚蛋 麦哲伦脸色难看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所说的确实是实实 光凭秒杀贝克曼 就能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黄元飞到天空 八尺穷勾玉发动 密密麻麻的光弹 打向马尔科以及钻石乔兹 黄元也急得不行 要是他们再死一个高端战力 那么这场战斗 就可以单方面宣布战败了 见到漫天的光球袭来 钻石乔兹发动能力 包裹全身 一个跳跃挡在了马尔科面前 砰砰砰砰砰 密密麻麻的爆炸声 出现在钻石乔兹身上 黄元健壮 想要用镜子折射到战国那边 迎接他的是密密麻麻的子弹 哒哒哒哒哒哒 别想着过去 子弹声和卡门的呼喊声 同时响起 举住双枪的卡门扣着扳机 跟随黄元的身影一顿扫射 黄元快速闪躲 海军建筑墙上 留下密密麻麻的子弹孔 可恶 黄元脸色无比难看 一个闪光 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出现在卡门脑袋上空 大大的长腿伸直 就要踢向卡门 黄元的速度实在太快 卡门也只能捕捉到对方的轨迹 他抬起漆黑的右手想要格挡 但是显然慢了一步 正当黄元的右脚距离卡门头 只有30公分之时 黄元的背后出现马可的身影 还有我呢 马可的声音传来 黄元发动闪闪裹尸能力 消失在了原地 保持着拳头攻击的马可 打了个寂寞 漆还是那么快 马尔克有些无奈地说 别东张西望啊 砰啊 白胡子大喝声和打击声 还有赤犬的惨叫声同时响起 被打飞在地上的赤犬瞳孔一缩 他的上空是高高跃起的白胡子 对方双手握着从云切 刀尖对准住他 正往下刺来 赤犬狼狈地在地上一个翻滚 砰 一声巨响 从云切刺在地上 地面爆开 躲避这道攻击的赤犬瞬间右手一挥 大片岩浆洗向白胡子 白胡子用刀重重一砍 带有震荡之力的斩击打出 赤犬在地上一蹬 高高跃起 大喊 大喷火 白胡子踢着大刀砍向岩浆拳头 轰两人的招式响彻马铃犯多 对兵结束后 白胡子踢着大刀站在原地喘着气 反观赤犬 对方脸色无比难看 身上衣服早已经破烂不堪 胸膛上有一处伤势 显然是刚刚挨了白胡子一拳导致的 赤犬偷偷瞥了一眼战国那边 此时战国无比凝重地望住那遮天蔽日的的大佛 脸上难看至极 战国 小心翼翼啊 守着亚索妻子以及孩子的贺中将无比担忧地大喊一声 战国心中颤抖 不知道该怎么对战这种庞然大物 老伙计 看样子我有可能要来陪你了 战国望着大佛 喃喃道 他瞥了一眼正在战斗的海军们 大喊 海军一定会胜利的 各位 不要放弃 哪怕是死 也要咬掉海贼一口肉 战国说完 目光死死地盯着上方的阿飞 再次大喊道 卡普 让我看看能搞得你狼狈不堪的东西到底有多强吧 跟住 战国一把撤掉了身上的衣服 露出精壮的上半身 果实能力发动 一尊二三十公尺的大佛瞬间包裹住了战国 武装色霸气缠绕金佛双臂 漆黑的拳头做出蓄力准备 去死吧 佛头上的阿飞双手和十一声大喊 无数的拳头瞬间打向下方的战国 佛之冲击 战国一声怒吼 抨巨大的冲击波先飞了上百的拳头 但是迎接他的还有八 九百只 剩下的拳头同时一肩打向战国 战国的脸上露出一副恍然大悟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卡普都不过这招了 他也检验出了这招的威力了 轰马铃贩多广场上 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顿时广场地动山摇起来 距离近的海军和海贼被这道攻击所产生的气浪先飞出去 战国 属行台上 赫中将绝望大喊 但已经没人回应了 操控大佛的阿飞收回拳头 那大坑只剩下一堆烂肉 正与强逆交手的鹰眼 陶兔等人一个暴退 他们用剑纹色霸气感知到了战国的惨状 怎么会 陶兔声音颤抖 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白胡子和赤犬也同时选择了停手 两人站在原地 斗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牺牲了 唉 白胡子望着大坑那边 叹息一声 赤犬站在原地沉默不语 黄元那边也选择了停手 黄元望着战国死去的地方正正出神 红发瞟了一眼马林泛多广场那边 又看向前方九个白人 以及提住狼牙棒被白人包裹的亚尔利塔 他的脸上无比凝重 此时的他们已经距离马林泛多很远了 为了闪避这十人的联手 他好几次差点险些丧命 对方简直是强的离谱 每一个都有大将级别的战力 特别是那个亚尔利塔 他刚吃了一鸡 被打飞出了好几公里远 红发全身破破烂烂的 身上伤痕累累 这还是这裙白绝没有用权力的缘故 一人vs十个大将级别的 哪怕是四皇一起都得跪 香波地群岛 以及看直播的索隆他们都愣住了 前任海军元帅 只是一击就败了 至于死没死他们无法确定 因为镜头没有给到坑中 他们只看到了海军们和海贼们 同时选择了停手 那就说明战国凶多吉少 爱欧尼亚号不远处的上空 轻至双眼通红 满脸痛苦地望住战国牺牲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 轻至喃喃道 他搞不明白 按照他的打算 最先牺牲的不应该是他自己吗 他都做出了牺牲的打算了 如果不是白胡子加入 战争的走向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他恨那个绿牛 要不是他 白胡子也不会来 他不来 他们就可以围攻爱欧尼亚 战国也可能不会死 听到轻至的喃喃自语 王亚反问了一声 为什么这样 是因为战国太傻了 非要选择硬抗 如果他不硬抗 以走位闪躲的方式 或许还不会死得那么快 怪谁呢 王亚又道 还有一句话王亚没有说 那就是 如果他是战国 他会直接朝着白胡子海贼团人多的地方钻 这样才能保住命的同时限制对方出手 毕竟现在是联手阶段 王亚的人也不可能直接攻击白胡子的人 王亚显然不可能把这些告诉轻至 只能说海贼世界的人太傻了 战斗还搞什么硬碰瘾 场中 阿飞站在佛头之上 控制着大佛缓缓朝住兵上的鹰眼走去 陶兔站在鹰眼身边 他们一伙人额头流出冷汗 前有强泥 天上有约瑟夫 远处又来一个阿飞 他们心中在打鼓 只有鹰眼好一点 没他们那样害怕 反而战役盎然地盯住走来的大佛 天空之上 观看直播的凯多扭眼瞪的老大 怎么可能 凯多惊呼一声 他们看到了什么 战国被一千只拳头打中了 根据他们的判断 战国多半已经凶多吉少了 老 老板 我怎么感觉对方已经比我们还厉害了 奎英抽着雪茄 脸上露出凝重 说话都有些结巴 凯多沉默不语 他心中盈盈有些担忧 自己怕是将不服对方吗 老大 你说他们会不会反了我们 杰克问声问气地说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鹰 应该不会吧 凯多有些不确定地说 老大 快看 又有人来了 奎英的声音把正在思考问题的凯拉拉回现实 凯多顺着奎英指向的位置看去 画面中 黑胡子带着一群人嚣张地从马林范多后面的建筑中走了出来 马林范多广场之上 一道大笑声响彻广场 贼哈哈哈哈 正默契停手的所有人看向黑胡子 此时 黑胡子身后站着好几个曾经明洞大海的大海贼 看 那是雨之溪流 还有阿瓦罗匹萨罗 卡特林迭美 圣胡安厄狼 阿斯克乔特 海军们顿时惊恐起来 麦哲伦脸色无比难看 对着黑胡子大声质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里 贼哈哈 当然是我放出来的 黑胡子十分得意地大笑道 混蛋 听到这话 麦哲伦无比恼怒地大骂道 黑胡子见所有人看住他 他兴奋地说 幸好我来了一趟 不然我还不知道老爹你居然也来了 还胡子说完 看向白胡子 心中兴奋地发抖 同样的 他的目光看向了远处大佛上的阿飞 露出贪婪 船长 那个果实好强大 雨之溪流看向阿飞 露出感兴趣的模样说道 他在想 要是用大佛形态 每只手拿一把剑会不会更厉害 混蛋地齐 你居然敢来 白胡子见地齐露面 无比愤怒 贼哈哈哈哈 老爹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看得出 你应付赤犬大将有些吃力呢 你还是老了呢 黑胡子大笑着说 他说完 看向赤犬道 喂 要不要我们来帮忙 黑胡子露出阴险的笑容 他觉得这次真是天助他眼 只要杀了白胡子 就能获得他的果实了 哼赤犬冷哼一声 他巴不得对方来帮忙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黑胡子看向白胡子以及赤犬 问道 看样子 艾欧尼亚好像是和老爹你联手了 海军应该挺吃力的吧 黑胡子说完 环顾四周 霸气地宣布道 那么 我来加入一个怎么样 毕竟 艾欧尼亚海贼团可是跟我有仇呢 还有老爹 就请你在这里死去吧 黑胡子补充道 黑胡子的声音传遍广场 艾欧尼亚号上的王亚看向黑胡子 黑胡子同样看向王亚 你觉得怎么样呢 亚索 黑胡子眼神中带着唏嘱 王亚露出笑容道 好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胡子身后这些强者 按理说亚索应该明白他们的强大 为什么他还露出这副表情 亲自看住咧嘴忍不住笑的亚索 陷入了沉思 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出来 他哪知道 王亚还有后手不说 上百个白诀才动用了十分之一 更不要说尼卡果实了 哼 强尼 你上次羞辱我 今天我就会让你后悔 黑胡子看住与阴眼对峙的强尼 放出狠话 原来是你这个大黑胖子 船长说的对 像你这样的人早些弄死才是正确的 请你扛着黑刀叶 眼神冷烈的说 贼哈哈哈哈 黑胡子无比嚣张的大笑一声 随即扭头看向他自己新加入的船员 霸气的说道 你要看我的船员们搭不搭影啊 话音落下 黑胡子海贼团成员全部上前一步 这些人都是曾经的大海贼 强尼不太清楚 光凭对方的气势来看 也感觉出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 强尼看向自家的船长 王雅给了他一个稍微安慕躁的眼神 黑胡子缓缓地朝住赤犬这边走来 一边走一边对住强尼道 一会儿我再好好收拾你 我现在的目标是老爹 他说这话之时 看向正对面的白胡子 老爹 马可担忧地大喊一声 随即就朝着白胡子这边飞 可迎接他的是一枚海龙石子弹 碰马尔克察觉到了危险袭来 侧身躲过 被逼停了一秒 下一刻 黑胡子成员 吉扎斯巴杰斯 范奥卡 拉斐特跳到了马尔克必经之路 其中的拉斐特 阴策策地说道 接下来我是不会让你打扰我们家船长的 就凭你们 马尔克脸色阴沉 还有我 话音落下 卡特林迭美也一并跳了过来 可恶 马尔克愤怒地骂了一声 酷啦啦啦马尔克 不用担心我 白胡子大笑一声 就算你和赤犬联手 那又怎么样 想要我白胡子的命 就拿出实力来吧 只有你不配做我的儿子 蒂奇 你违反了我船上唯一的规则 你杀害了同伴 白胡子说到这 拿着丛云切指住对方 继续说道 你杀害了萨奇 由我来取了你这混蛋的小命 让他安息 今天 我在点儿子们上一课 强者 是不惧怕任何联手的 白胡子怒吼一声 随即发动振振果实 打向面前的两人 全念红莲白胡子 对面的赤犬 一直防备白胡子 立刻使用招式回击 轰强大的招式对撞 闲出气浪 倒飞出去的黑胡子 有些猛逼 老爹不应该脸上 露出后悔之泪 或者拒意吗 他想不明白 怎么突然就出手了 掉落在地上的黑胡子 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向正和赤犬交手的白胡子 难难道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老爹 你的命我收下了 说完 他冲了上去 与之溪流抽着雪茄 缓缓地来到了鹰眼面前 鹰眼微微转动头 看了一眼来人 能让世界第一大剑豪的你 如此狼狈 看样子对方不是简单角色呢 就让我来试试 对方的强度吧 与之溪流说完 看了一眼天上的约瑟 约瑟夫 看来来高手了 给我认真点啊 抢尼看住黑刀叶 凝重地对住天上的约瑟夫大喊 抢尼 他们已经死了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而已 天空之上 约瑟夫十分平淡地声音传来 哈 这是什么话 与之溪流疑惑地看住天上的约瑟问道 他的意思是说 你会死在这里 强迷替约瑟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会死 呵呵呵 与之溪流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一样 大笑了起来 虽然我不想和你这样的人联手 但是我现在是海军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声 别大意 溪流 鹰眼严肃地说 对上鹰眼那认真的目光 溪流说起了笑容 像鹰眼这样的强者都这么说了 可见对方的厉害 喂 那边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麦哲伦和清智站在原地不动 阿瓦罗匹萨罗望向岸边停船的地方好奇地问道 匹萨罗 你不要去管他们 对方可是最近明洞大海的狠角色 罗克又凝重地盯着清智那边回道 真是可怕呢 在我们坐牢这段时间 居然出现了这种强大的海贼团 就连麦哲伦那的家伙都不敢轻举妄动吗 阿斯克乔特喝了一口美酒道 哦哟 道格拉斯巴雷特那个家伙居然也来了 还去了那边 圣湖安恶狼看向远方 说道 他身边的人开启剑纹色开始感知 另一边 几公里外 道格拉斯巴雷特与小丑巴基 还有克洛克达尔等一众小喽啰来到了这里 这里正是红发交战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个危险的地方啊 巴基看住因为他们的到来 选择停手的红发与敌人 心中无比抓狂道 他害怕极了 好久不见 香克斯 道格拉斯巴雷特咧住个嘴打了个招呼 你居然出来了 香克斯则有些构意地看住来人 啊 你 你 这时 巴基也发现了被白绝包裹的亚尔利塔 用手指住对方 声音结结巴巴 啊 是巴基啊 你居然没死 亚尔利塔有些惊讶地看住巴基 你 你 你在干嘛 巴基瞪大了双眼 一脸震惊地看住亚尔利塔 声音结巴地问 很明显啊 正和四皇对战 亚尔利塔露出笑容 把狼牙棒扛在肩上 玩味地说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巴基感觉坐了两个月的牢 这世界都变天了吗 亚尔利塔几百万贝利的悬赏居然能和香克斯对战 呵呵呵 你这家伙可是十分狼狈呢 克洛克达尔像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场面一样 笑了起来 他的目光正看向红发 红发则没有说话 脸上有些严肃 巴雷特脸住个嘴看向红发 问道 需要帮忙吗 香克斯 你 为什么 香克斯有些不解对方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帮他 我只是想打一架而已 别误会 罗杰那个家伙死去后 我就没了对手 关了这么久 我想看看新时代的人们到底有何本事把你逼到这种境地 巴雷特说完 目光灼灼地看向对面 他原本不想来管闲事的 可能是看到曾经罗杰的面 也有可能是想给世人证明一下自己的恐怖 至于到底是什么 只有他自己清楚 阁下 看得出你也是个强者 活着不好吗 亚尔利塔淡淡地问 没有对手的日子 比死还痛苦 来吧 巴雷特立合一声 捏了捏自己的拳头 亚尔利塔并没有这机动手 而是看向远方德的克洛克达尔问道 你呢 喝喝到喝到喝到克洛克达尔钱巴巴地笑了两声 然后看向巴基 毕竟是巴基把他放出来的 他要看巴基的意思 算是偿还一次人情 见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 阿基目光死死地盯着嘴角流出血迹的香克斯 宁众道 香克斯 虽然我很讨厌你 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照道理说我应该十分开心 可是我根本开心不起来 这次就让我来帮你吧 巴基说完 看向克洛克达尔 而他自己却后退一步 既然巴基都这么说了 那么抱歉了 克洛克达尔对住亚尔利塔说了一声 无所谓了 不管你们多少人来 都是没用的 亚尔利塔有着白绝一号包裹 无比自信 小的们 给我上 巴基一挥手 身后的小喽啰们冲了过来 这边的战斗爆发 一枚子弹从远处射来 那是站得很远以远距离支援的耶稣布 亚尔利塔一挥狼牙棒 打飞了远处射来的子弹 他根本不在乎这种投袭 要不是船长交代 他早就把耶稣布捶死了 王亚用白举告诉他 让他慢慢玩 他要钓大鱼 虽然不知道船长的打算钓谁 不过这正合他心意 与红发战斗能起到磨练的效果 他们这边的战斗爆发 站在很远位置 拿着望远镜的海军 见到巴雷特和克洛克达尔 选择帮助红发 立刻把这个消息 传回到了吴老星那里 盘古城中 吴老星听完 卧底在海军中的探子汇报 又打了个电话给神之骑士团 他们不能命令神之骑士团 只能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对方 我知道了 看起来有着推进 成六层海贼的加入 这场战争的胜利 逐渐偏移到了海军那边 那我们就不过去了 只要把白胡子拖垮了 那么爱欧尼亚海贼团就完了 电话从中 传来神之骑士团首领的声音 对方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不过去了 的确是这样 长胡子吴老星回道 你好像一点都不急 看样子白胡子很吃力呢 如果他败了 你们海贼团就完了 爱欧尼亚号对面的兵面上 轻智的声音传来 王亚双手抱胸 欣赏着这场战斗 对于轻智的套话 他不打算回答 而是敷脸道 你接触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轻智搞不懂对方有何打算 顺着亚索的目光 看向羽之溪流那一边 快帮忙 海军 羽之溪流汗流加倍 在兵面上狼狈逃窜 大喊住让人来帮他 我们自己都顾不上 鬼蜘蛛挑飞两把飞剑 急忙地说了一句 他还以为这个溪流多厉害 就这 还是跟以前一样 鬼蜘蛛和几个中将 被打得爆头鼠窜 此时的溪流 无比后悔地选择了约瑟夫 作为对手 几千把飞剑追着他看 打得他显向还生 好硬的拳头啊 鹰眼高高跃起 一道斩鸡斩向阿飞的拳头 对方带有武装色霸气的拳头 与鹰眼的斩鸡碰到了一起 发出巨响 这到底是什么鬼招式 怎么每一招范围都这么大 逃兔与强尼正交助手 额头上的冷汗代表他感到了压力 现在轻松多了呀 强尼再次挥出一道大斩鸡 有些放松地说 对付鹰眼 他打不过 但是对付这个女的 他觉得还没太大的压力 暂时也是旗鼓相当 暗学道 白胡子那边 黑胡子趁着赤拳两人攻击的瞬间 发动果实能力往下一按 大量的黑色雾气涌入两人 赤拳健壮 岩将拳头猛的一缩 踩着岳步想要暂时躲避 去死吧 赤拳 白胡子右拳带着震荡之力 打向天空的赤拳 全然不顾脚下的黑色烟雾 踩着岳步的赤拳大惊小怪 武装色霸气运转到了极致 砰那是砸破大气的声音 带有阵阵果实的拳头 隔空打向赤拳 恶啊一口鲜血从赤拳嘴中喷涌而出 他也倒飞出去 掉落在了远处的地面上 混蛋 赤拳看住还在使用果实能力的黑胡子 怒骂一声 对方简直敌友不分 贼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杀了地气夺来的恶魔果实的能力 最强的力量 暗暗果实 让你尝尝它的厉害吧 黑胡子一脸得意地盯着身体 正朝着黑雾下陷去的白胡子 我说老爹 萨奇死了 艾斯也死了 虽然我曾经由衷地敬佩你 崇拜你 但是你已经老了 黑胡子又到 白胡子手肘弯曲 正打算使用阵阵果实能力 黑胡子伸出右手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 没用的 在我面前 一切力量都是没用的 话音落下 黑胡子又全包裹黑色烟雾 冲向白胡子 白胡子重重握拳 白色光球包袱拳头 打向黑胡子 暗水 黑胡子一声大喊 握算打向白胡子的拳头 拳头与拳头碰在一起 贼哈哈哈哈老爹 我的黑暗连恶魔果实的能力 也都可以吸收 并使其无力化 白胡子有些诧异 自己的招式居然失败了 黑胡子得意地看住白胡子大喊 也就是说 你已经不能引发地震了 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用脚踢向白胡子的腹部 喷一声巨响 白胡子站在原地 在场战斗的人都吃了一惊 他们一直留意这边的状况 白胡子的果实能力居然失效了 真是好可怕的能力呢 黄原凝重地说 老爹 马尔克大惊 就想要飞过去 前路不通道 黄原哪里会让对方如意 一个闪光 长长的鞭腿踢向马可 砰 太过注意白胡子的马尔克一个不防 被黄原的右腿踢飞出去 别嚣张 黄原 杰西的声音传来 迎接黄原的是密密麻麻的火神加特林子弹 混蛋 黄原赶快元素化 变成闪光人 尝尝这个 卡门的声音传来 带着十几发子弹 黄原脸都绿了 一个闪闪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已经在建筑之上了 真是好可怕呢 老夫差点又被这种子弹打中了 想到上次被偷袭的场面 他还历历在目 他可不想再吃着子弹了 黄原看住卡门 带着浓浓的忌惮 对方的武装色霸气太强了 他也攻击过对方几次 并没有对对方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而且那个女人的力气气大 挨一拳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那边 黑胡子见白胡子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用暗暗裹尸能力限制住对方的同时 左手一个勾拳 打在白胡子下巴上 黑胡子的重重一拳 打得白胡子身体往上窜去 一旁的赤犬找准机会 带着岩浆拳头一个猛冲 鸣狗 只听扑斥一声 岩浆拳头贯穿了白胡子的胸膛 第155章 啊到白胡子双眼一睁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站在原地 终于得手了 真是不容易啊 你可以去死了 白胡子 白胡子身后 赤犬一个暴退 有些激动的出声道 他后退也是怕白胡子临死反扑 要不是黑胡子的果实短暂的限制住了对方 加上白胡子大意了 他也不可能得手 正和海军交战的白胡子成员 拿着武器傻傻的看住白胡子那边 怎么会 baby 老爹 同一时间 无数声音从广场上传来 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王亚站在船上 心中对白胡子说了声抱歉 这样的强者死在这种战役 才是最好的归宿 反正你也活不了两个月了 至于黑胡子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里的 王亚在心中默默地说道 海贼世界中 要说王亚认可之人 那也只有白胡子 设计对方 他也很抱歉 老爹 马尔克撕心裂肺的声音 从黄原那边传来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默契地选择了停手 看向那个被冻穿身体 站在原地屹立不倒的白胡子 溪流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他被飞剑追得快要累死了 这还是约瑟夫没有认真的情况下 偶阿一口鲜血从白胡子口中喷出 混蛋地起 白胡子完全没理会身后的赤犬 阵阵裹尸包裹拳头打向黑胡子 什么 白胡子身后的赤犬也吃了一惊 被他冻穿胸膛的白胡子居然还能动 赤犬吓了一跳 贼哈哈哈哈没用的老爹 黑胡子猖狂大笑一声 安穴道发动 对上白胡子的阵阵拳头 两人僵持的是瞬间 赤犬再次选择了偷袭 老爹 以脏大声喊道想要提醒 白胡子哪里会不知道身后的赤犬 在吃了对方对击之后就一直留意 右手与地气僵持的同时 一个回身 白胡子单手握刀 对住袭来的赤犬一招横扫 见到大刀袭来 赤犬的岩浆拳头打在了大刀之上 里面包裹住五装色霸气 就在这时 白胡子的右脚动了 这次他没有再用裹饰能力 而是用右脚的力量 一脚踢向黑胡子的下巴 恶啊十几颗假牙飞出 黑胡子身体如秋一样被踢飞十几公尺远 别碍事 赤犬 白胡子怒吼一声 没了限制的拳头包裹白色的光球 打向身后的赤犬 赤犬脸色露出惊恐 赶紧发动招式回击 大喷火 轰一道巨大的响声传来 白胡子没有与赤犬过多纠缠的意思 双脚在地上一蹬 高高跃起 握着丛云切插向倒在地上的黑胡子 扑斥黑胡子瞪大了双眼 还没反应过来 他的右手就被大刀钉在了地上 一只大手死死地按住了他的下巴 自负 轻率 这就是你的弱点 白胡子用力掐住黑胡子的下巴 阵阵果实能力包裹右手 被白胡子压在身下的黑胡子慌了 赶忙求饶 助手 老爹 助手啊 我可是你的儿子啊 你真的要杀了我吗 黑胡子急忙说着好话求饶 可能是他的话起到了作用 这让白胡子回想起 对方加入自己船上时的快乐时光 一个走神 身后是找准机会 大喷火超大的岩浆拳头打向了白胡子 容浆拳头瞬间把白胡子给吞噬 就连被压在地上的黑胡子也不能幸免 咕咚咕咚 白胡子保持着掐着地气的姿势一动不动 他的身体四周响起了容浆沸腾的声音 成功了吗 赤犬望着保持姿势的白胡子 心中有些不确定 扑通 白胡子被推开 倒在了地上 一个头和上半身被灼烧严重的大黑胖子 在地上打着滚 好好痛 好痛啊 黑胡子身上冒出浓烟 惨叫着打着滚 这家伙 赤犬有些凝重地看住 那个被他招式伤到的黑胡子 他刚刚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就想着用这招把两人一起解决 没想到对方居然没事 这让他感到十分差异 白胡子这边的战斗无比凶险 许多人在白胡子被动窗后就没有再出手 一直在看住这边的战斗 见到白胡子倒地 无数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绝望大喊 此时 白胡子背后的披风已经灼烧消失 只留有身下的裤子 他的后背 脑袋上 到处是灼烧过的痕迹 伤势十分害人 呼 呼呼黑胡子从地上爬了起来 头上因为疼痛而流下的汗水 并大口大口地喘息住 望着躺在地上的白胡子 他笑了 十分癫狂地笑了 贼哈哈哈哈 老爹终于死了 太好了 这样一来 我 黑胡子的话只说到一半 一道虚弱的声音传来 说 说什么 我死了之类的话 你未免也高兴得太早了 白胡子说话的功夫 从地上爬了起来 手拿从云切用力在地上一插 地面发出爆炸的声音 你 你 老爹 你为什么 还不死 黑胡子见白胡子又站了起来 被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 此时的他无比惊慌 广场上的众人也被这一幕惊吓了 我是谁 我可是白胡子 怎么可能在没有解决掉叛徒之前 死在这里 白胡子大吼道 身上的气势猛然爆发 老爹 你 黑胡子看住白胡子这股气势 被吓得冷汗直流 对上白胡子那是人的目光 黑胡子下意识地想要后退 那双眼睛简直是太过害人 混蛋地起 白胡子怒吼一声 快速伸手一个抓取 黑胡子无比恐惧 因为那是对白胡子刻在骨子里的巨异 短时间让他忘记自己也是个强者的事实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大手袭来 白胡子掐住了黑胡子的脑袋 黑胡子慌了 彻底慌了 歇斯底里求饶起来 啊老爹 不要啊 道我可是你的儿子啊 白胡子夹大手上的力量 黑胡子感觉脑袋都快要被捏碎了 啊黑胡子惨叫一声继续求饶 他的语速很快 老爹 你想想以前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就饶了我吧 第七 我是不会再心软了 白胡子冷漠的话语传来 握住黑胡子脑袋的右手与空闲的左手 同时汇聚振阵果实能力 见状 黑胡子吓得亡魂大冒 为了活命 赶忙大声求救 快点来帮我啊 我要死了 站在黑胡子身后不远处 没有参战的阿瓦罗匹萨罗 阿斯克乔特 独Q三人对视一眼 高高跃起 掏出枪械对准战力的白胡子打了过去 黑胡子求救声也吸引了正帮忙 他们立刻舍弃手下飞奔而来 砰砰砰白胡子对于袭来的子弹根本不为所动 十几颗子弹打在了白胡子身上 老爹 白胡子成员见老爹被攻击 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发出绝望大喊 他们想过去帮忙 海军这边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拼命阻挡 白胡子后面的赤犬见又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他认为白胡子的注意力 被他对面射击他的海贼给吸引了 赤犬手握岩浆 发动机瞬间到达白胡子身后 赤犬刚抬手蓄力准备一击从后背洞穿白胡子的心脏 白胡子瞬间转身 手握白色能量光球 大喊 早就等你了赤犬 赤犬的瞳孔猛缩 脸也瞬间变白 打出去的拳头也没有收回来的可能 碰一道巨响传来 保持着右手握住黑胡子脑袋的白胡子 左拳打在了赤犬脑袋上 赤犬的拳头停在空中 因为手短的缘故 他的岩浆拳头只有一点岩浆挨到了白胡子胸口 震荡能力发动 赤犬的头开始扭曲 一道惨叫声响了起来 阿接着 赤犬的身体如炮弹一样打飞出去 做完这一切的白胡子也不知道怎么的 他右手上的能量团消失不见 接着他死死的看了黑胡子一眼 阿齐猛的往朝住他开枪的人那边扔了出去 巴斯克乔特见黑胡子袭来 下意识想要去接 可他低估了白胡子的力量 喷黑胡子撞在巴斯克乔特身上 连带巴斯克乔特一起砸进了建筑中 并发出巨响 轰黑胡子的手下们见到船长获救 也朝着黑胡子那边冲了过去 一时之间 没人在攻击白胡子 爱欧尼亚号的王亚用霸气赶制了一下吃犬 发现对方伤势严重 躺在破损的建筑物里面偶血 短时间算是爬不起来了 白胡子缓缓地走向 还插在地上的丛云切面前 用右手死死地握住刀把 然后看向爱欧尼亚那边 喊道 亚索 过来一下 我有事要跟你说 王亚瞄了一下白胡子的状态 觉得对方应该是打算交代一言了 便发动跃步 准备往那边而去 守着王亚的轻质和麦哲伦对尸一眼 跟了上去 来到白胡子面前 王亚静静地看着他 此时白胡子伤势无比严重 他露出微笑 缓缓开口道 我原本可以解决第七那个叛徒 但是我尤禁灯枯了 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为了给你减轻压力 我选择了吃犬 艾斯的仇我不能报了 如果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替艾斯报仇 他们都是我的好儿子 我不想他们死在这里 白胡子说完 看向王亚 问道 你应该能打赢这场战争吧 对于将死之人 王亚也不想瞒着 直接轻轻地点点头 大海上虚伪之人 阴险狡诈之人太多了 你为了儿子和女人敢前往马林范多 手下们也重情重义 看得出你是一个好船长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逼护我的儿子们 白胡子的话很明显 那就是不反对亚索招纳他的手下 王亚也听懂了 白胡子说完 不等王亚回答 直接大声喊道 儿子们 老爹要下船了 现在下达最后的船长命令 一听这话 无数白胡子海贼团成员们流着眼泪 老爹死后 这场战争由亚索指挥 相信亚索 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老爹 你不能死啊 老爹 不要啊老爹 顿时 海军广场上传来无数的哭泣声和不舍声 王亚看了一眼白胡子道 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船员安全带回去的 他的话说完 环顾四周 大喊 白胡子海贼团现在由我接管 线下达命令 所有海贼立刻撤退 埃欧尼亚的干部们 马上帮助白胡子海贼团成员撤离 王亚的话音想撤广场 听到这话的白胡子欣慰的笑了 他也没想到亚索为了他居然能做到这份上 他不知道的是 亚索是打算以后吸收这群人 至于他们留在这里的作用并不大 他也想着用这样的话 让白胡子说出什么白胡子海贼团 假如埃欧尼亚之类的话 结果他失望了 白胡子并没开那个口 我不走 我要为老爹报仇 对 没错 一定要杀了地奇那个叛徒 还有偷袭老爹的赤犬 对时 番队长们叫嚷着不肯离去 好不容易亚索愿意掩护 白胡子借儿子们不愿离开 急了 用尽剩余的力气大喊道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老爹 那就听亚索的 所以番队长们看向马可 马尔科一咬牙 听老爹的 我们撤退 只是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只有亚索他们独自面对敌人了 我 我想帮他们 以藏出声道 对 没错 我们可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人 我们走了 亚索他们肯定会有人死在这里的 比斯卡开口道 他们的大喊声王亚也听到了 正打算回答 天空之上的约瑟夫疑惑道 就凭这群海军农包也想杀死我们 这话一出 无数海军对着约瑟夫怒目而是 喂 我说你们在纠结个什么 还不快点走 强尼扛着大刀有些不耐烦的喊道 海军们此时也没有在攻击 都在看住马尔科他们做决定 他们是巴不得对方离开 马尔科最后看了老爹一眼 一挥手 走 我们离开这里 听到这话 海贼们举住刀戒备住海军的同时 往后面撤退 海军高层都默契地对视一眼 对于白胡子成员们离去 他们并没有阻止 这场战争本来就是为了对付爱欧尼亚 如果马尔科这群人能走 那就再好不过了 也减轻了压力 白胡子站在原地 还没死去 为了能亲眼见到儿子们离开 强打着精神不让自己的意识陷入黑暗 他如同一尊战神一样矗立在原地 趁着约瑟夫等人的停手 与之西流有些惧怕地看了眼天上的约瑟夫 偷偷溜走并朝着黑胡子那边与其会合 王亚只是看了一眼朝着这边赶来的与之西流 并没有理会对方 等西流来到黑胡子这边之时 他沉默不语 一个劲地抽着雪茄缓解刚刚的压力 可恶啊 为什么还不离开 黑胡子望着站在白胡子面前的压缩 愤怒的小声骂道 他还想着过去接管白胡子的尸体 然后取得对方的果实能力 很快 所有白胡子成员来到了莫比迪克号这边 钻石乔兹怒吼一声 和几个巨人族同伴把船只从冰面上抬了起来 所有人上船后 他们有力气之人推着船只在冰上滑行 朝着远处急速而去 爱欧尼亚的干部们站在了一起 他们望了一眼远去的白胡子成员们 才看向正对面聚集在一起的海军高层 王亚发动越步 离开了白胡子区域来到了墙泥这边 当王亚一走 白胡子兴奋了 对住手下们一挥手 快 掩护我 说着 他们冲向了白胡子尸体 好戏开始了 黑胡子兴奋大喊一声 拉菲特递来一块刚去找来的船帆白布 盖在了白胡子身上 他要干什么 轻至疑惑的出声问道 不 不知道 麦哲伦同样十分疑惑 回了一句 接下来就让你们开开眼界 黑胡子大笑一声 只是看了一眼爱欧尼亚那边 见对方没有来阻止的意思 激动地钻进了白布当中 此时 爱欧尼亚海贼团和海军高层分别站在两边 双方谁也没有动手的意思 海军那边在等白胡子海贼团残党离去 而王亚这边饶有兴趣地看出黑胡子 对于黑胡子的秘密 王亚早就告诉了船员们 船员们也知道 黑胡子这是打算掠夺白胡子的振振果实能力 船长 真的没问题吗 拿着双枪的卡门 有些担忧地看出黑胡子那边 问道 我也是故意让他掠夺的 不然你觉得他有机会吗 王亚淡淡地说 他们的对话没有避开对面的海军 说得很大声 呼呼呼 亚索 你是否知道什么 能告诉我吗 多佛朗明哥应笑地问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不要急 王亚回了一句 王亚说完 抬头对住天上的约瑟夫喊道 告诉他们 十分钟后可以开始了 我知道了 约瑟夫回了一句 掏出电话虫 和凯多那边联络 下面的海军抬头看向天上 不知道对方要搞什么鬼 似乎在酝酿住某个计划 轰就在这时 几公里外的冰面上传来一声巨响 所有人抬头望去 一直由冰块组成的巨型怪物 屹立在大海之上 混蛋巨人怪物传来一声怒吼 海军将领们开着剑纹色 远远地感知到 几个白色的人影在巨大的怪物身上奔跑 亚尔利塔高高跃起 带有闪电的狼牙棒打向了怪物的头 轰再次巨响传来 巨人的脑袋应声而碎 下一刻 亚尔利塔似乎注意到了 转身用狼牙棒打去 雷鸣八卦 携带格里芬的香克斯用剑一挥 两股霸缠纠缠在一起 最后还是亚尔利塔的力量更胜一筹 红发如炮弹一般朝着马林泛多广场袭来 轰残破的建筑中发出爆炸 海军们吃了一惊 还没等他们多想 就看到冰面上扛着狼牙棒 以及一个白色人影 提着一个人的头发 快速往这边奔袭而来 混蛋 马林泛多残破的建筑层里 传来红发的怒吼声 衣服如同乞丐的红发 提着格里芬贴合地面 朝着亚尔利塔那边狂奔而去 他要救下白绝手上的耶稣布 只见红发身影快如闪电 奔跑过的地方 拖出一条长长的红色雷霆 没用的 见到红发斩机袭来 亚尔利塔大喊一声 灰激狼牙棒与红发的格里芬撞在一起 轰又是一声巨响 两人所站立的地方 如同飞弹轰炸过一般 发生猛烈的爆炸 强大的气流吹得 看袭之人身上的衣服烈烈作响 这次亚尔利塔没有尽全力 狼牙棒与红发的格里芬纠缠在一起 放了耶稣布 红发怒吼道 亚尔利塔抵抗住红发的格里芬 扭头对住白绝点点头 还给你 白绝武装色霸气会聚右脚 像踢皮球一样把耶稣布踢飞出去 红发见耶稣布被踢飞 手上的力道一松 借助亚尔利塔的距离一个后翻 朝着耶稣布那边赶去 轰一声巨响 耶稣布被踢进了建筑层 看住亚尔利塔的威势 黄元有些害怕地问了一声 喂 我 我们真的能打赢吗 所有海军高层没一人回答黄元的话 都沉默地看住把狼牙棒扛在肩头的亚尔利塔 另一边守着黑胡子的大海贼们冷汗都快流出来了 心里在祈祷地气船长能够成功 对面那个女人太恐怖了 卡特林迭美看向亚尔利塔的目光中带着嫉妒 强大不说 还那么漂亮 耶稣布 建筑层中红发绝望声传来 爱欧尼亚号上 白绝早早地把电话虫对准了红发那边 他的喊声也透过直播传达到了观众耳中 香波帝群到密室中 乌索普流着泪 大哭了起来 呜呜到老爸 刚刚耶稣布被白绝提着头发那一幕 乌索普也看到了 就连被踢飞出去也是一样的 乌索普 乔巴担忧地喊了一声 呜呜 爸爸 你不要死 乌索普流着眼泪看中面画 期待老爸没事 只是令他失望的是 画面中 红发愤怒地抱着昏迷的耶稣布走了出来 他环顾爱欧尼亚海贼团成员 怒吼道 混蛋 我一定会杀了你们的 只怕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你连我手下都打不过 王亚的声音从直播中传了过来 老爸 乌索普绝望大喊 他的喊声太大了 被索隆打晕的罗宾也被这喊声吵醒 路飞 醒来后的罗宾第一时间大喊鲁夫的名字 呜呜 罗宾 路飞已经离开了 乔巴可怜巴巴地抱住罗宾带着哭腔道 可能是乌索普太过伤心的缘故 他也感同身受忍不住想哭 索隆带着歉意地看了罗宾一眼 站在大门必经之处 提着刀看向直播画面中 这时 画面中的镜头一动了 对准了黑胡子那边 马林泛多广场上 拉斐特 范奥卡等人同时把白布掀开 黑胡子站在白胡子前面 脸上的笑意怎么也止不住 贼哈哈哈哈 黑胡子大笑一声 但下一秒 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了无比狼狈的红发 嗯 黑胡子也是吃了一惊 接着 他环顾四周 发现海军 七五海 以及一脸戏谑看住他的王亚等人 他心中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不过很快 他就把那些不好的想法抛之脑后 因为他获得了最强制人的能力 强尼 还有约瑟 你们两个混蛋 黑胡子伸手指向爱欧尼亚那边 声音低沉喊道 就让你们渐渐我的力量吧 黑胡子说完 看向轻智等人 还有你们 给我好好看看 世界最强的力量 贼哈哈哈哈 黑胡子大笑一声 右手手臂弯曲 做出蓄力模样 那个姿势是 精致见黑胡子动作 大惊失色 不 不会吧 黄元也顿感不妙 是这个 黑胡子大喊一声 重重地往身后砸去 碰一道空气破裂的声音响起 肉眼可见黑胡子砸去的地方出现裂痕 顿时 广场如同发生大地震一般 马林泛多残破的建筑轰然倒塌 广场上也一分为二 出现宽广的深渊 怎么可能 黄元等高层吃了一惊 怀抱耶稣布的红发 也是不可思议地看住黑胡子 黑胡子身后的手下们无比兴奋 因为他们的船长只冷起来了 贼哈哈哈哈怎么样 强尼 还有约瑟夫 黑胡子在展示完力量后 看向曾经的仇人 兴奋地问道 强尼掏了掏耳朵 没有理会他 天上的约瑟 被这个双手望着天上 一副神游天外的模样 艾欧尼亚的其余干部 看向对面的海军 黑胡子见这群人居然无视他 顿时怒不可遏 混蛋 有没有听我说话 他的话语一出 除了海军 艾欧尼亚的人看都不看他一眼 船长 你好像被小瞧了呢 发奥卡冷漠地出声道 老子获得了最强果实啊 你们这群混蛋 见装逼失败 黑胡子无比愤怒地再次大骂 说完了吗 王雅扭头看向黑胡子 问道 我 黑胡子一失欲色 说完了 那就可以去死了 王雅没有感情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这个混蛋 黑胡子咬牙切齿地骂道 随即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红发 以及与亚欧尼亚对峙的海军 原本愤怒的脸开始变换 露出阴险的笑容 喂 海军 还有红发 我们联手一起灭了这群家伙 怎么样 黑胡子问 海军这边没人回应 都沉默不语 算是默认了 而红发则不同 他直接说道 可以 此时的红发为了报仇 已经不管和什么人合作了 他只想杀死亚索 嗨嗨嗨一道咳嗽声从远处传来 嗜犬拖住重伤的身体走了过来 他看向亚索立声道 没了白胡子的帮助 这次你们死定了 包 你是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能打赢我们 难道你们认为就那个黑胖子 加入你们就能扭转战局 王雅觉得好笑的反问 真是太天真了 王雅的话音落下 一个愤怒的女人声传来 亚索 你个混蛋 我要替雷厉报仇 所有人把目光移到说话那人身上 只见对方抱着雷厉的尸体 脸上无比阴沉的盯着王雅 嗜犬听对方这么一说 眼前一亮 这人可是上任百合岛的皇帝 也是不错的战力 下棋沉着连走到了香克斯面前 一旁的黑胡子等人也缓缓靠近 站在了海军那边 呼呼呼呼 你要怎么应对呢 亚索 多佛朗明哥音效了两声 喃喃自语道 他期待着对方的表演 海军果然是堕落了 居然连深海大监狱六层的犯人都能合作 嘖嘖嘖 责罚有些不屑的嘖嘖道 普通海军们站在另一边 对海军和海贼联手他们也感到无比失望 麦哲伦 清智 红发 等会儿你们三个去对付亚索 黄元和我去对付约瑟夫 阴言你和逃兔去对付面具男阿飞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嗜犬说完 看向黑胡子等人 结哈哈哈哈 就让我来试试那个女人的强度吧 黑胡子大笑一声 看向亚尔利塔 黑胡子海贼团其余人也不甘示弱 与之溪流找上了强迷 七五海除了被陆奇和卡库联手杀死的莫里亚 其余人找上了爱欧尼亚剩余的干部杰西 卡门 以及图森 和七五海一起的还有黑胡子剩余的几个成员 随着人员分配 明眼人都能看出爱欧尼处于劣势 亚索对面不止红发 麦哲伦 清智 还有一个下棋 他要为雷厉报仇 啪啪啪王亚鼓了鼓掌 称赞道 不错 这样一来 我们海贼团就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安排得很合理 此时 所有人还没动手 都好奇地看着王亚 疑惑对方是到如今为什么还这么冷静 只见王亚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们安排了敌人 那我也来安排一下吧 王亚的话音落下 天空之上 一个庞然大雾如雨时一般砸在了地面上 轰一道巨大的响声传来 海军高层 以及黑胡子他们瞪大了眼睛 他们的目光看向因为掉落而砸出深坑的地方 怎 怎么会 黄元脸色一变 混蛋 赤犬怒骂 眼看胜利在前了 居然有人来搅局 假的吧 他怎么来了 黑胡子也是凝重万分 坑中的烟雾散去 一个牛头人扛着狼牙棒静静地站在坑中 凯多环顾四周 大笑了起来 哦 倒啰啰啰啰嗦 混蛋凯多 你为什么来这里 红发愤怒的质问 很简单啊 我也学你们 联手啊 王亚笑着说 什么 众人一阵惊呼 他们以为凯多是来凑热闹的 没想到居然和爱欧尼亚联手了 轻质反应过来 脸色难看的说道 你 你这个混蛋 原来你在鬼岛和凯多战斗是假的 那次你们过去就是为了结盟 恭喜你 你反应过来了 不过已经太晚了 海军 凯多咧住个嘴 无比兴奋 见到凯多的加入 黑胡子脚步往后挪动了一步 想要溜走 一个高端战力可以改变战局 他可不想在这里冒险 你要到哪里去啊 黑胡子递起 这时 静的声音从侧面响起 只见对方控制着双翅 飞到了黑胡子后退的方位 做出拦截 静的出现 让海军们的心再次一沉 难道 黄元看向静 心中有个不好的猜想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 天上一艘大船被燕云拖着 从空中降落下来 上面是百兽海贼团 其余两大看板 三栽之一的奎英 杰克 除此之外 还有飞六包 百兽海贼团高级战斗人员 全部到场 你 你们 鬼蜘蛛惊恐万分 指着凯多和亚索 手指颤抖不止 可恶啊 身受重伤的赤犬大骂道 对于凯多的加入 他是万万没想到的 这次麻烦了 轻质脸色难看 黑胡子见对方来了这么多人 一心想着离开 见静挡住自己 他怒骂道 混蛋静 你挡住我们干什么 呵呵呵 你可别想着离开哦 到亚尔利塔一个跳跃 来到了静的面前 微笑地说 可恶啊 黑胡子此事无比后悔 早知道成功后就该离开这里 现在好了 被掘入其中吗 怎么办 船长 范奥卡凝重地问 还能怎么办 如果不想死 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了 黑胡子十分无奈道 怎么可能 假的吧 难道海军真的要败了吗 香波地群道 看直播的民众惊呼起来 他们的脸色十分难看 密室里 看直播的草帽海贼团 也是被惊得说不出话 原本以为白胡子死去 亚索那个混蛋 就会被海军联手围剿 没想到又来一个四皇 陆飞 罗宾看住画面中 那高大的牛头人 无比担忧地大喊一声 陆飞过去了 要面对亚索这样的强者不说 现在又要面对 与亚索联手的四皇 此时草帽海贼团的成员们 心中无比沉重 就连锁龙都有些后悔的难难道 或许我错了吧 不应该放陆飞过去的 同时 盘古城中 吴老星在看到凯多出现后 也是惊讶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混蛋凯多 拿见到吴老星愤怒地大骂一声 糟了 现在凯多的加入 情况逆转了 得通知神之骑士团 长胡子吴老星说了一声 决定还是打个电话 另外几名也没有反对 很快 电话接通 吴老星快速地把马林贩多的情况 说了一声 我知道了 看起来不去一趟不行了 我们这就返回过去 神之骑士团首领回了一句 就打算朝着马林贩多赶去 等等突然 吴老星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神之骑士团的首领眉头皱起 先别过去了 好像出现转机了 画面中 九个白绝症速度很快地往王亚这边跑来 他们身后跟住乌泱泱一大群人 最前面的是克洛克达尔 还有巴雷特 好像是那群白人打不过巴雷特他们 有了巴雷特那个怪物加入 应该海军们没有什么问题 吴老星继续对住电话虫讲道 真是的 我知道了 神之骑士团的首领掐断了电话 心中有些愤怒 讲话不能讲完吗 他又一挥手 让手下掉船头 白绝们不是打不过巴雷特 而是有白绝偷偷给他们下达指令 让他们过来 面对巴雷特和克洛克达尔 九个白绝也是装模作样的应对 搞得他们以为真能五五开 见到几个白绝往马林范多逃跑 他们想没想地追了上去 白绝们跑到王亚面前 如锡金附体一般大喊道 糟了 果实能力结束了 我们要休息了 九个白绝说完 陷入地下 消失不见 海军们以为真是如此 也是松了一口气 很快 克洛克达尔以及巴雷特来到了红发这边 一开始他们过来的时候也是试了一惊 如此多强者聚集在这里 对巴雷特来说 这些都不重要 他十分兴奋 因为这里有强者在 可以战斗 哦 你这个怪物居然出来了 凯多显然是认识巴雷特的 直接打起了招呼 哈哈 没想到是你 凯多 巴雷特大笑一声 回道 呵呵呵呵 真是热闹呢 克洛克达尔前巴巴的笑了两声 环顾四周道 夫夫夫夫夫真是壮观呢 这种局面即将暴走 你们如何应对呢 多佛朗明哥大笑一声 对住轻智问道 哼 轻智冷哼一声 缓缓说道 有我和红发 下棋阻挡压缩 其余的你们选 那老夫就和黄元对付凯多吧 士犬凝重地看住凯多道 喂喂喂 萨卡斯基 你可别把我带上啊 凯多那个怪物皮太厚了 黄元连忙反对道 黄元 现在不是推脱的时候 如果再不认真 我们就完了 士犬立声喝道 听到这话 黄元一脸无奈道 那那好吧 喂 那个女人 还是我来当你的对手吧 刚刚打得很过瘾 巴雷特脸住嘴 对住亚尔利塔发起了挑战 随便啦 我无所谓 亚尔利塔回了一句 黄元三大将 以及海军 看向黑胡子那边 我 我们选择 黑胡子有些犹豫 他的眼睛乱瞟 看到了亚索身边的阿飞 直接回道 那个阿飞教给我们怎么样 他也是看中了 对方的果实能力 打算用暗果实 掠夺过来 给自己传员用 还不够 轻制补了一句 那 再加上飞六包 黑胡子想了想 又道 这次海军们没有反对 现在场中还剩下三灾 约瑟 抢尼 杰西 卡门 图森 责法 以及路奇卡库和布鲁诺 还是有我和逃兔 以及几名中将 对付强尼约瑟夫吧 再多我们就没办法了 英眼淡淡地说 七五海们 你们对付爱欧尼亚 剩余的干部 麦哲伦 你们和剩余的巨人中将 和准将们对付三灾 这话一出 麦哲伦冷汗都流出来了 你的目的是牵制他们 你的招式范围广 应该能做到 只要坚持住就行 士权再次提议道 那 那好吧 麦哲伦无奈地说 至于你 克洛克达尔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 那就加入麦哲伦 等事情结束后 我会向政府替你求情 恢复你的七五海之位 士权为了胜利 也不得都不说谎话 欺骗克洛克达尔 他已经决定了 要是胜利了 率先杀死对方 呵呵呵呵 克洛克达尔 前八八地笑了一声道 因为我前八级一个人情 我会帮助红发的 至于你的说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听到对方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士权也是松了一口气 分配得很合理 凯多你怎么说 王亚赞叹地说了一声 看向凯多问道 凯多有些皱眉 亚索居然没有叫他船长 或者是老大 但是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 直接点点头道 可以 我无所谓 反正他们死定了 凯多说完 有头对住手下们喊道 小的们 打起精神 不要被弄死了 放心吧 凯多老大 死的会是他们 认识大声回道 很快 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对手 和对方对峙了起来 亚索 今天我一定会杀死你的 红发与清智 下棋站在一起 带着恨意看住亚索 红发 你后悔吗 王亚问了一句 后悔 红发念叨了一下这个词语 脑海中出现了伙伴们的笑脸 还有马其诺的脸 说实话 他后悔了 后悔为了一个女人 为了面子 他的伙伴们一个个的死去 现在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伙伴们死了 我已经做出局务 就算是拼了命 也会为他们报仇 红发一脸恨意的说道 亚索 拿命来吧 下棋大吼一声 双脚武装色霸气缠绕 踢向亚索 王亚抬手一抓 抓住下棋右脚得动瞬间 发动冰冻果实能力 无数的寒气从他手上汇聚 只是一瞬间 保持着飞梯的下棋 被冻成了冰雕 还不等王亚反应 长长的利刃 带着霸王色霸气缠绕 打了过来 王亚快速拔出和道义文字 缠绕霸气迎击红发的产机 碰一声巨响 巨大的力量袭来 红发身体如炮弹一样 倒飞出去 怎么回事 为什么对方这么大的力气 倒飞的红发震惊无比 冰冻时刻 旁边的轻质一声大喊 寒气喷洒在王亚身上 咔嚓一道冻结的声音响起 王亚瞬间被冻成冰雕 没用的 王亚大喊一声 他被冰冻的手臂动了起来 快速地抓向轻质踢来的右腿 跟住一先 轻质身体不受控制地 在空中翻了几个跟踪 咔嚓被冻结的下棋 从冰面正拖出来 抬起左脚就是一踢 直踢王亚的脸门 王亚右手顺势往下棋 踢来的右脚站去 剑撞 下棋猛地一缩腿 要是继续攻击 腿肯定会被砍断的 正当他缩腿的瞬间 王亚带着武装色霸气的右脚 冷不丁地踢了出来 一脚踢到下棋的肚子上 下棋如一个弯弓一样飞了出去 好强 观战的海军尖压锁 只是一个瞬间 就打费一个四皇以及大将 还有个不知名的强者 顿时震惊起来 红发是因为第一次和王亚交手 不知道底细 吃了一个亏 轻质的果实能力 则对王亚没用 他能瞬间解冻 而下棋那就不够看了 而另一边 飞六包站在原地 傻傻地看住面前的庞然大物 刚刚那个面具拿阿飞过来后 让他们不要出手 站远一点 他们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直到对方开得高达才明白 的确好像不用帮忙 吉哈哈哈哈 你的果实我收下了 看住眼前的大佛 黑胡子大笑一声说 就让你尝尝我的果实能力吧 此时 黑胡子身后的成员们 都是凝重地看住这尊几百公尺高的大佛 与之溪流死死地握住佩剑不敢大意 哦 是吗 阿飞站在佛头之上 好奇地问 贼哈哈哈哈 黑胡子大笑一声 右手按在地上大喊 按穴道 随着话音落下 无数的烟雾从他脚下蔓延到大佛身下 巨大的佛身缓缓朝住下方尘去 黑胡子见招式有用 癫狂大笑起来 贼哈哈哈哈 大有什么用 你即将被我的黑暗吞噬 黑胡子无比得意 很快 佛身陷入一百米 黑胡子更加兴奋了 马萨卡 佛头上的阿飞细经附体 露出惊恐 声音颤抖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动不了了 阿飞的声音很大 所有交战的人同一时间看向这边 贼哈哈哈哈 你死定了 我 黑胡子的话还没说完 阿飞的声音传来 我骗你的 紧接住 黑胡子就看到密密麻麻的拳头从天上打来 他的眼睛瞪得老大 船长 不好 快反击 溪流大喊一声 说话的功夫 他打出一道巨大的斩机 黑胡子也是后知后觉的发动振振果实能力 一拳轰出 轰斩机以及黑胡子的攻击撞在了朝住他们袭来的上千拳头上 发出巨响 只有上百只拳头被打飞出去 剩余的拳头速度的不减 打向黑胡子一伙人 他们一群人的双眼瞪得老大 让我来 圣胡安恶狼一个飞扑 膨胀果实能力发动 比大佛还大的身体挡在了黑胡子等人面前 圣胡安恶狼的后背对住袭来的拳头 只是他低估了这些拳头的伤害 只见下一秒 第一只拳头打在他的背上 他的双眼一凸 身体像是漏气一般快速缩小 下一次攻击十拳到来 打在他后背上 一口鲜血从圣胡安恶狼嘴中喷出 地摆拳 他惨叫一声 身体快速缩水 回归正常 黑胡子一伙人惊恐地看住那天上袭来的拳头 亡魂大帽 黑胡子手上汇聚黑暗迎上袭来的拳头 黑物撞上拳头的瞬间 黑胡子心中咯噔一声 这不是恶魔果实 这个念头刚出 拳头的力道把他按在地上了 砰砰砰砰 啊 密集的拳头打击在黑胡子等人身上 场中传来拳头锤打大地 以及黑胡子一伙人的惨叫声 所有强者十分默契地选择了停手 扭头看向仍保持着攻击的大佛 密密麻麻的拳头不停地朝住黑胡子 他们所在地打砸 大佛的上千只手臂像是机器一般 保持着这个速度 渐渐地 攻击所在的地方失去了黑胡子等人的惨叫声 阿飞觉得差不多了 便控制大佛把手收回 在场的强者们把剑纹色延伸到那坑中 无数烂肉渣出现在他们的感知当中 黑胡子的人影也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个扁他的头 假 假的吧 怎么可能 逃兔和鬼蜘蛛震惊到 喂喂喂 开玩笑的吧 打成碎肉了 多佛老明哥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啪哒老蔡因为太过震惊 刀子都掉在了地上 他看了一眼前面的敌人 趁对方没注意他 他又把刀剪了起来 士拳脸色无比难看 这还怎么打 海军注定失败吗 与埃欧尼亚对战的中将 以及准将失去了信心 连红发都暂时忘了仇恨的 看住黑胡子那边 结哈哈哈哈又是一个战国啊 居然不想着躲避 王亚觉得好笑的开口说 船长 这黑胖子也是够蠢的 原本是可以逃走的 居然还想用暗暗果实来限制我 大佛头顶上 阿飞的声音传了过来 赤拳恨恨的看了一眼面具男阿飞 对住黄元大喊道 黄元 凯多交给你了 我去对付面具男以及飞六包 不然我们就完了 赤拳也是打算拼命 拖着重伤的身躯在地上狂奔 两下就来到了阿飞这边 哦 啰啰啰嗦啰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呢 黄元 凯多大笑的看住独自一人的黄元 问道 没办法了 看来不拼命不行了 我也没想过今天会是这样的局面 黄元沉着脸缓缓说 要用那招吗 算了 再看看吧 黄元喃喃自语 很快 战斗再次爆发 黄元发动闪光果实远距离攻击凯多 形成了拉锯战 而赤拳那边压力大了 原本就受了重伤 现在又要面对阿飞以及飞六包 显得格外吃力 阿飞也是怕坏了船长的大事 并没有用权力 解除了大佛形态 用身体霸王色包裹手臂和赤拳对战 飞六跑在一旁协助 打得倒是有来有回的 要说动静最大的 还得是王亚这边 他面对拼命的红发也不敢大意 旁边还有个轻质时不时的偷袭 至于下棋的攻击 对他来说简直是挠痒痒 混蛋 广场上 巴雷特一声怒吼 他从建筑中爬了出来 他被亚尔利塔的力量打飞出去 巴雷特渐进站逃步了便宜 直接大喊 试试我的果实能力吧 他的话音落下 正对战的强者们 赶到一阵地动山摇 所有人暴退 离开了残破的广场上 不好 海军们快撤 和中将一声大喊 扭头想把亚索的孩子带走 早已经消失不见 可恶 和中将暗骂 对方什么时候把人救走了 他都不知道 他也来不及多想 发动体积在地上一灯 逃离了这里 除了巴雷特 亚尔利塔 所有人转移到了冰面之上 马林泛多广场上的建筑 争先恐后地往巴雷特身上汇聚 一个比之前还要大的庞然大物 直立在地面上 好 好大 亚尔利塔有些震惊地说 我的果实为合体果实能力 能汇聚建筑 泥土 铁器等物质 你小心了 别死了 巴雷特的大喊声从庞然大物中传来 盘古城中 看直播的吴老星傻眼了 这黑胡子简直就是废物 居然一招就死了 一点用都没有 拿见的吴老星大骂道 那个面具男的果实能力太强了 估计他的果实已经觉醒了 不然绝对没有这个威力 长胡子吴老星凝重地说 据间谍人员传来的消息 弑犬已经受过重伤 现在他去对付面具男阿飞估计会死 看来还是要给神之骑士团打个电话 年长的吴老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看向众人 长胡子吴老星见他盯住自己四人 半天不说话 急了 你看我们干什么 打呀 我 我年长的吴老星说话吞吞吐吐 有些纠结道 要不还是你们打吧 我怕被喷 无奈之下 长胡子吴老星再次捕通了神之骑士团的电话 玛丽乔亚港口处 刚从船上下来的神之骑士团首领在听到报告后 脸色一黑 他怒吼一声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啊 愤怒的他挂断电话 扭头看向手下们 一挥手道 回去 去马林泛多 同时 红土大陆山脚下的一个洞穴中 这里聚集了几十号人 洞穴外 两个强者正闭着眼睛 像是在用剑纹色霸气赶至附近的情况 而洞穴内的中央放着一个可是电话虫 画面中播放的正是马林泛多战争直播 萨伯看了一眼画面中那巨大化的怪物一眼 才转头对住蒙奇低龙恭敬地问道 龙先生 黑胡子他们一伙已经战败了 我们要行动了 照局势来看 海军这边肯定会败 只是时间问题 天龙人是不会眼睁睁看着海军高层被杀死的 我想那些强者应该过去了 但是还得等等 龙说完 拿出一个怀表看了看时间 闭着眼像是在思索 革命军的军长们不敢打扰 十几秒后 龙睁开了双眼 斩钉截铁道 十五分钟 众人看向他 蒙奇地龙又道 十五分钟后我们发起总弓 听到这 革命军的军长们点点头 龙站起身来 走到角落 那里有个壮硕的男人正靠着墙壁发呆 此人正是威布尔 等一下你和我一起去拖住吴老星 知道吗 威布尔 龙淡淡地说 他的话语带着一丝命令的口吻 妈妈让我暂时听你的 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威布尔问声问气道 听到威布尔的回答 龙满意地点点头 阴沉的脸上也罕见地露出一些笑容 这种工具人对他来说 简直是太好用了 只要控制了八斤 这个傻大的子就得听他的 马林泛多这边 战斗还在继续 冰面上 凯多的怒吼声响彻此方区域 雷鸣八卦黄园看到霸王色霸气缠绕的狼牙棒打来 果实能力发动 溜走 空中的黄园双手交叉 两只手掌握着弓球 八尺穷勾玉黄园的话音落下 无数的能量弹打向凯多 凯多站在原地不闪不避 密密麻麻的攻击打在了他身上 发出无数爆炸 砰砰砰砰烟烟散去 凯多身上一点伤势都没有 他愤怒地看住黄园 交手一会儿 他已经被黄园给激怒了 对方平级速度一直闪躲 他都打不到对方 而且对方还用这种小招式来羞辱他 让他满枪怒火的攻击打在空气上 凯多感觉黄园好像比以前更强了 对方的速度明显比以前更快了 黄皮子 你别被我打到了 不然你死定了 凯多怒吼一声 再次提起狼牙棒冲了过去 鬼蜘蛛中将 突然 兵面上传来一声大喊 许多强者看向墙泥那边 鬼蜘蛛站在兵面上 眼睛睁得老大 一脸不幸的低头 看了看那三把贯穿肚子的利刃 他摸了摸尖刃上面的刀把 用尽最后的力气扭头看向自己的上司 鬼蜘蛛 赤犬发动岩浆把阿飞逼开 扭头对住鬼蜘蛛这边大喊 趁着赤犬走神的空荡 佩吉万侧面发动攻击 变身脊背龙的他 用尖锐的牙齿咬住赤犬的肩膀 剧烈的疼痛感传来 赤犬脸色一白 发动岩浆果实 肩膀上窜出大量岩浆 啊 吃了一口岩浆的佩吉万惨叫一声 润是见弟弟吃了亏 无比愤怒 润是高高跃起 用额头撞向赤犬 赤犬仓促的打出一拳 带有霸气的头锥和岩浆拳头撞在了一起 阿飞又冲了上去 和赤犬扭打在了一起 鬼蜘蛛绝望的看出上司被人围攻 眼神中带着不甘的倒在了地上 此时 抢尼这边也因为鬼蜘蛛的死亡 约瑟夫没有发动连续的攻击 阴眼难得的沉默了 又有一个强者死去 也少了一个人分担攻击 红发 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王雅控制着万把飞剑 站在原地 让这些飞剑招呼三人 淡淡的说 可恶啊 为什么你也会这种招式 没有和王雅交过手的红发越打越胆寒 对方光凭这一手 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不停地用剑迎击起来的飞剑以及闪躲 轻致的脸色十分难看 对付这飞剑都已经十分吃力了 还要照顾夏琪 对方好几次险向还生 都是靠着他的冰盾才得以脱险 夏琪 要不你去别的地方帮忙吧 你在这里只会拖累我们的 轻致觉得应对越发的困难了 直接对住夏琪大喊 夏琪也逐渐冷静 他的心都在打战 这种战斗对他来说还是太勉强了 点点头 趁着红发帮他挑飞几把剑刃的瞬间 冲向了爱欧尼亚干部杰西那边 站在冰面上 王雅看了一眼 正应对上万把剑狼狈不已的红发以及轻致 又看向玛丽乔亚方向 心中纳闷道 奇怪了 为什么世界政府的人还不来 王雅想不通 按照他的猜想 吴老星他们应该不会眼睁睁地看住工具人们死绝的 毕竟大海上还要靠这些人维持 天龙人才能享受 也需要海军服务 难道是死的还不够 忽然 王雅脑海中出现了这个想法 想到这 王雅打算加一把火 让这水滚起来 便直接对住天上的约瑟夫喊道 约瑟夫可以认真了 再弄死几个 约瑟在天上 王雅在冰面上 为了让约瑟听到 他喊得很大声 在场的所有强者都统统看了一眼天上的约瑟 正与飞剑站在一起的逃兔 阴眼等高层脸上露出不解 难道对方还没认真 明明已经应付得够吃力了 要是那样的话 他们不敢想对方有多强 我知道了 船长 天上传来约瑟夫大声的回应 这话一出 阴眼逃兔等人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横扫千军 上百公尺的大斩机 以横扫的方式打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的强尼拼了命的往后跑 约瑟夫那个家伙要认真了 他不敢再留在这里 眼见斩机袭来 阴眼的拘合一刀斩同样斩出 他的斩机撞了过去 两道斩机相撞发出巨响 冰面也爆裂开来 露出冰层下的海水 只是下一秒 他们发现强尼已经溜了 跑得远远的 阴眼心中阴影感到不安 天空之上 约瑟夫看向地面上的阴眼问道 阴眼 你还有什么眼吗 约瑟夫的话让阴眼眉头一皱 你马上就要死了 约瑟夫的话再次传来 哦 是吗 阴眼满脸凝重地回了一句 想了想又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最强吧 可以 约瑟夫只说了两个字 他的话语无比沉重 敲打着海军这边人员的心灵 天上的约瑟夫两指输于胸膛位置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光一道剑人悲鸣的声音响彻马铃范多 无数遗留在地上或冰面 以及海军手上的配剑在同一时间发出共鸣 没有参与这种高端战斗的几万海军 他们的配剑不停地颤抖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剑在发抖 海军们低头看住手中的配剑 有的人死死地按住剑柄 出窍约瑟夫大喊一声 他的声音在天空中回荡 话音落下的瞬间 只听此方区域有剑的地方发出枪的一声 几万海军们腰间的配剑同一时间 以极快的速度射上天空 我的剑 有的稍微强大一点的海军 赶紧伸出手一把抓住飞出去的剑 并用大力把出鞘的剑拖了回来 只不过这样的人是少数 有的弱小的海军连人带剑地飞了出去 这是一直拿着剑的海军 快 撒手 连长的海军见几百海军被剑带飞 往天上飞去 赶紧大喊 有聪明的不需要提醒 剑不对劲早早地便放了手 有舍不得配剑的海军连人带剑越飞越高 直到飞到上百米 他们才知道怕了 要是摔下去肯定得死 快 会越部的跟我来 几百个越部精通的海军朝着天上飞去 一边飞一边喊 快 撒手 被剑带飞的海军见有同伴来救他们吗 不舍得放开了剑柄 掉了下去 天上的约瑟夫踩在一把飞剑上闭着眼 几万把飞剑争先恐后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就连王亚的剑也没能幸免 红发发动霸王色霸 缠死死地握住手中想要逃离的格里芬 随着王亚的剑被约瑟夫控制到天上 轻质与红发还有王亚同时看向天上 真是壮观呢 黄元望着天上那密密麻麻的剑 感叹道 凯多也没有继续攻击黄元也一并看向天上 约瑟夫身后的剑刃实在太震撼 在场战斗的人一时之间再次停手 天空之上 无数的剑刃飞到了约瑟夫头顶之上 那些剑刃开始排列组合 无数的剑刃合在了一起 一把有几万剑刃组成的超大型巨剑停在了约瑟夫上空 下方的鹰眼双眼露出震撼 他的表情呆滞 额头的冷汗滑落至脸颊也未曾注意 利刃在手 制裁八方 话音落下 巨大的飞剑上霸王色霸气缠绕 红色的雷霆在上面跳动 见到如此招式 鹰眼兴奋大喊 约瑟夫 世界第一剑豪是你的了 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这种组合技能 我死而无憾了 来吧 让我品尝一下这招的威力吧 鹰眼的话音落下 他的武装色霸气催动到了极致 配刀上面带着黑色的雷霆 约瑟夫双指指向冰面上的鹰眼 巨大的红色剑刃刺向下方 陶兔和道格曼等中将还打算帮忙 鹰眼大喊 都闪开 这是我和他的对决 天上袭来的剑刃威势太大 陶兔等人知道鹰眼这是不想他们死在这招之下 才这么说的 陶兔几人对视一眼 不想辜负鹰眼的好意 心不甘地暴退 鹰眼深吸一口气 闭上双眼像是蓄力 剧剑还有三十公尺的瞬间 鹰眼大喊 一刀流 叶 一道黑色的雷霆打了出去 超越五百公尺的黑色斩机 撞上了袭来的巨剑 砰巨大的响声响彻马铃泛多 天上的巨剑与黑色的斩机相撞 下一瞬间 那巨剑爆了开来 几万剑刃如天女散花一般散开 静直地往下方鹰眼刺去 望着天上如鱼点一般密集的剑刃 鹰眼笑了 他打破了对方的招式 扑哧扑哧扑哧 密密麻麻的飞剑刺穿冰面上鹰眼的身体 米霍克 逃离一声大喊 很快 鹰眼被密集的剑刃淹没 几万柄剑刃堆积成了一座剑山 鹰眼也彻底没了声息 这小鬼 凯多有些凝重地看住天上的约瑟夫 对方的能力让他感到了棘手 天空之上 约瑟夫脸色苍白 一次性控制太多剑刃对他来说消耗太大 突然 红发车王亚看向鹰眼那边发动了偷袭 去死吧 亚索 王亚回头的瞬间 就看到红发的剑刃斩来 红发双眼一缩 冰面爆裂开来 一个人影钻了出来 白色人影在他的眼球中放大 当一道霸气缠绕的拳头撞在了红发斩机之上 所有人看向这边 只见王亚面前的冰面破裂 白爵跃起挡在了王亚面前 真是阴险呢 居然想偷袭船长 白爵二号阴侧侧的开口道 白爵闪开 王亚一声大喊 迅速后跳的同时抬起手臂 白爵一个侧身跳开 一道电磁炮从王亚手中射出 打向红发 刺砰 麻痹感从手上传来 接着发出一声爆炸 被气浪先飞的红发刚落地 还没喘口气 密密麻麻的小光束从烟雾中袭来 速度极快 红发再次回刀劈砍 砰砰砰砰砰 没砍上一发光束 就发出一道巨响 冰冻时刻轻之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王亚头顶 他的双手对准下方 咔叉伸出手用钢铁战衣能量武器 攻击红发的秦飞被冻结在原地 别忘了还有我 白绝二号跃起的同时 霸王色霸气包裹右腿 踢向天空中准备发动招式的轻智 见到攻击袭来 轻智赶忙变招 伸手一挥 一个游冰做的盾牌瞬间出现 挡住了白绝的踢腿 同样的他也在冰盾上一掀 借力往后一跃 砰带有霸馋的攻击 踢碎了坚固的冰盾 白绝二号就看到一只冰鸟朝住他袭来 咔嚓一道冰块碎裂的声音响起 王亚用脚在冰面上重重一舵 大喊 冰盾一脚白鸡 瞬间 轻智侧面的冰面上迅速出现一只游冰做的巨鸡 朝住他飞跃而来 他赶紧元素发动 巨大的白鸡压在了元素化轻智身上 砸在冰面上并发出巨响 冰面上也产生一阵地动山摇 轻智快速地从冰雕白鸡身上冒了出来 看向王亚凝重道 这混蛋 居然已经能这样使用冰冻能力了 不好 轻智猛的扭头 一只带着红色光芒的大脚朝住他的面门袭来 来不及多想 他的武装色霸气包裹拳头 以及发动果实包裹 篮球大小的拳头打向了袭来的霸馋 砰冰拳碎裂 轻智身躯如炮弹般飞了出去 盗飞的轻智惊呼 好大的力气啊 轰轰轰轰 王亚抬起手不断轰击远处的红发 对方正在S级走位 没躲过一次能量弹打击冰面就会发出一声爆炸 眼看红发越来越近 秦飞抬起右手攻击的同时 弯腰蹲下 右手按在冰面上 仙法无击转身 秦飞一声大喊 他模仿起火影忍者里面大蛇兜的招式 瞬间 地上的冰面一阵扭曲 原本还算平整的冰面上形成无数冰刺 并朝住奔跑而来的红发刺去 早已经开启见纹色霸气的红发 在经历地面冒出人后 一只留意冰面 察觉到了脚下冰面的变化 瞬间高高跃起 那些冰刺像不达木地不罢休一般 快速地伸缩住 上百道冰刺形成包围之势 刺向红发 红发身形360度旋转的同时 挥刀一盏 砍出一道月牙斩机 袭来的冰刺撞上那强大的斩机 应声碎裂 强尼那边的冰面已经打得消失不见 他正踩着越部和逃兔等人战斗 越部的运用他始终差了一点 被围殴的有些显像还生 见到船长不断使用冰冻果实 他赶紧大喊 船长 加固一下战场啊 王亚听到强尼的喊话后 发动冰冻果实能力 冰冻时刻 咔嚓一道冻结的声音响起 原本打得破烂的冰面再次结冰 正在空中对战的强尼又有了落脚点 这混蛋 居然连这招也会 赶来的轻质再次震惊了 轻质冲向王亚 再次站在了一起 同时 红土大陆山脚下 龙带领革命军军长们从山洞走了出来 龙张开双臂 发动果实能力 一阵大风出现在他背后 接着形成一道超大的龙卷风 下一秒 革命军成员被这龙卷风吞噬 龙卷风卷着人朝着山上吹去 盘古城中 吴老星正聚精会神地看住直播战斗 突然 盘古城外面发出巨响 砰砰砰那是重炮的声音 几人对视一眼 眼神露出疑惑 接着 沙喊声在外面响了起来 一个CP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大喊道 不好了 吴老星大人 革命军袭击玛丽乔亚了 混蛋 怎么敢的 拿见到吴老星怒不可遏 拍阿尔起 走 年长的吴老星招呼一声 几人快速从大厅跑了出去 他们刚踏出大门 就看到对面房顶上 那个穿着都冒大衣的男人 咔嚓一道电闪雷鸣的声音响起 闪电的光芒照在了对方脸上 露出大大的刺青脸 蒙击低龙 就在这时 一道嗡声嗡气的喊声传来 去死吧 吴老星扭头看去 一道白色斩机朝住他们袭来 拿见到吴老星快速拔出鬼车 打出一道黑色斩机与之抵抗 轰爆炸声结束 烟雾散去 他们也看清了攻击他们的人 是你 七五海威布尔 长胡子吴老星愤怒道 第163章 砰砰砰 无数的爆炸声 龙天龙人住所那边传来 五人冷汗直冒 年长的吴老星大喊 快 打电话给他们 别妄想了 龙大海一声 发动果实能力 一阵狂风吹起 威布尔也提着刀子冲向吴老星 可恶 有我们挡住他 老四 你去打电话 连长的吴老星大喊一声 静止地冲向龙 谢波德士毕特胜一个暴退 手持鬼车的吴老星挡在其身前 金发吴老星毕特胜赶紧掏出电话 拨通了神之骑士团的电话 三名吴老星和龙站在了一起 手持鬼车的吴老星对上了威布尔 很快 电话接通 又怎么了 一道不耐烦的声音从电话重中传来 快点回来 蒙奇低龙带着革命军袭击了圣地 要快啊 毕特胜焦急的大喊 什么 电话从那边传来惊呼声 随机恼怒的说道 我马上带人回来 快 掉头 快 电话还没挂断 里面传来神之骑士团首领焦急的大喊 另一边 马林泛多 战争还在继续 王亚一边战斗 一边在心中纳闷道 为什么还不见有人来支援啊 他等了半天了 照理说不应该啊 王亚原本打算趁着世界政府的强者到来之际 一并弄死他们 现在他已经等不耐烦了 最后五分钟 如果再不来 那就没必要玩下去了 做出决定 王亚打出一道能量炮 逼停冲来的红发 红发被爆炸的气浪先飞后 站在原地 皱起眉头看向亚索身体外的战甲 他的眉头皱起 这混蛋 那个能量武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砰砰砰啊啊连续的枪响传来 一道惨叫声响起 王亚看向声音来源的地方 又有一个人倒了下去 老蔡躺在冰面上 身上带着十几个孔洞 卡门吹了吹双枪 看住地上的老蔡无语道 真是的 世界政府给了你什么好处 居然如此拼命 你没看到他们都没认真吗 就你打得起劲 卡门又道 你 你 你们 奄奄一息的老蔡伸出颤颤巍巍的手指指着露出音效的民歌和面无表情的大雄 眼中露出不解 接着 脑袋一片 没了声息 呼呼呼呼真是个笨蛋 看不清形势之人 不知道装装样子吗 那么拼命 活该被杀民歌对住老蔡的尸体嘲讽 来 继续 民歌咧住嘴 对住对面的杰西等人喊道 混蛋多佛朗民歌 下棋恨恨地看住对方 呼呼呼呼 你的仇怕是不好报了 民歌对住下棋 应笑道 你 你们 蠢将们一脸不可思议地看住民歌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多佛朗民歌和大雄居然在装样子 要不是老蔡死去 他们还不知道 呼呼呼呼呼海军 想要活下来 最好认清现实 人死了 可什么都没有了 你没看到他们一直在对你们留情吗 可恶啊 一名准将愤怒地大骂道 多佛朗民歌没有理会对方 又冲向杰西他们 装无作样地打了起来 旁边的大雄也是一样 只有下棋一个人在拼命 准将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一咬牙 加入了战斗 但是这次他们的攻击明显比之前弱了一些 这让下棋心中一沉 准将们认为 连七五海都这样了 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拼命能改变什么 只能用这种方式帮海军拖住爱欧尼亚的干部们 就在众人憨战之时 马林贩多兵面下方有一艘潜水艇来到了这里 草帽当家的 上面好像都是冰块 我们上不去啊 罗站在观测镜面前 看住上面情形 畜生道 特拉南 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 他已经快到了 你快把我送上去啊 陆飞脸上带着焦急 不要急 草帽当家的 我们先寻找一下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这兵面太厚了 我们又是果实能力者 暂时不能出去 罗说完 对住贝波一挥手道 快 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把船升上去的 是 船长 贝波恭敬地喊道 潜水艇不停地在水下航行 寻找着洞口 马林贩多十公里的地方都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他们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下面行驶住 呼一道剧烈的响声传入潜水艇当中 罗眉头皱起 耳朵动了动 听出声音的来源 快 贝波 三十度方位 潜水艇的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这里 罗站在观测镜面前 他惊喜地说 草帽当家的 这上面的冰块破裂了 我们可以上去了 快 把船升上去 罗吩咐一声 船员们照做 马林贩多广场上 所有强者同一时间看向亚尔利塔那边 躺在地上的巨人爬了起来 与亚尔利塔默契地选择了停手 巴雷特扭动巨人的头 看向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一艘海贼船缓缓冒了出来 那个是 等围观的海军看清了海贼船的旗帜后 露出不解 有人出声道 心脏海贼团来这里干什么 这是他们能来的地方吗 上辈子王亚看动漫没有认真 记不得这些船只的旗帜代表住谁 正好奇谁来的知识 那船舱打开 路飞火急火燎的葱哥里面跑了出来 并大喊道 祥克斯 王亚也发现 船舱门口站着的是手术果实能力者罗 红发微愣的表情变换 露出紧张之色对住路飞大喊 你来干什么 快走 不 湘克斯 我要来帮你 鲁夫大声回应的同时 朝着这边跑了过来 快走 路飞 红发焦急无比 剑亚索的目光没在他身上 快速地冲向路飞 想要把对方弄走 王亚没管红发的行动 对于鲁夫的到来他也没兴趣 反正在他看来 他们马上就要死了 王亚感兴趣的是罗 去 抓住罗 把他们的船破坏了 王亚见来人是忠有罗 直接对住空气喊了一声 几个隐藏在王亚身边的白绝 潜入寒冰中 并朝着罗那边摸了过去 快走 路飞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距离王亚二十公尺外的地方 红发死死地抱住路飞 想要带他离开这里 放开我 湘克斯 我要打飞亚索 路飞叫嚣着 王亚发动战甲的推动能力 飞上天空 正借备住亚索的亲质 见对方离开 赶忙追了上去 轰从天而降的王亚 拦住了红发的去路 落地时发出巨响 王亚站在罗的海贼船 与红发中间 可恶见到亚索拦路 红发脸色无比阴沉 路飞 等一下我拖住他 你赶快上他们的船离开这里 红发凝重地对住 停止挣扎的路飞交代 一听这话 路飞急了 直接说道 湘克斯 有个声音让我来这里 如果不来 世界就完了 而且我还有帮手 我们一起打飞亚索 鲁夫说完 一脸认真的盯着湘克斯 王亚眉头一皱 鲁夫的话他也听见了 对方还有人 难道是锁龙他们吗 王亚觉得不太像 如果锁龙他们要来 就应该跟鲁夫一起 对于路飞所说的帮手 他感到好奇起来 路飞 这不是开玩笑的 快点离开这里 红发间路飞不听自己的 脸上无比焦急 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湘克斯 路飞平静地喊了一声 随后认真的说道 曾经你为了保护我 断了一条胳膊 今天就轮到我保护你了 你 红发有些不解地看住鲁夫 鲁夫露出笑脸 看了一眼湘克斯 随即扭头看向远方道 看 湘克斯 他来了 所有人顺着鲁夫所指的方向看去 兵面几公里外 有一座小山大小的东西 朝着这边走来 昂一道相声提名 响彻马林泛多 怎么会 那东西怎么来了 凯多眉头皱起望着远方 在场战斗之人霸气造诣也不低 对于几公里外的相主 他们也感知到了 这混蛋 居然都能沟通相主了 王亚震惊了 好 好大 强迷震惊道 湘克斯 我的伙伴来帮我了 我们一定能赢的 陆飞兴奋地说 红发不敢置信地看住陆飞 对方居然能沟通相主 这可是一直在大海上行走的存在啊 相主居然从新世界来到这边帮助陆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飞 红发凝重地看住陆飞 问道 啊 我也不知道啊 自从那美生宝宝后 我脑海中就出现对方的声音 他让我消灭亚索 再然后我看直播的时候 他的声音越来越注急了 叫我一定要来 不然世界就完了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他还说你会死 说我不来的话 就再也没机会了 陆飞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这让红发感到震惊 难道相主能预知未来 还是说察觉到了什么危险 红发眉头皱成一团 思索住 红发看了一眼越来越近的相主 再看了看陆飞以及自己这边的人 他感觉多一个相主 根本不足以扭转战局 相主只是看住个子大 害人罢了 对于普通海贼或许具有震慑的能力 但对于他们这样的强者显然不够看 香克斯 我们一定能赢的 鲁夫坚定地说 红发情绪低落 摇了摇头道 陆飞 没用的 打不赢的 相主来了 你想办法上他背上 快逃 红发的话并没有让陆飞动摇 而是一脸认真的看住香克斯道 他告诉我 这里有个黄衣服的能帮我们打印压缩 陆飞的话音落下 在场强者骑刷刷地看向黄元 黄元见所有人看向他 一脸惊恐道 喂喂喂 该不会你们信了他的话吧 老夫如果能打赢的话 会眼睁睁地看住佳祭以及战国死亡吗 黄元赶紧解释 海军阵营这边脸上露出怀疑 而爱欧尼亚海贼则是笑着看住黄元 认为对方说的没错 王雅眉头皱起 陆飞的话让他警惕心大起 他决定了 先把黄元弄死 偷偷地他给身后的白菊二号比了个手势 白菊二号沉入地下 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 轰的一声响起 所有人看向爆炸的方向 那是罗海贼船所在的地方 罗一脸惊恐地倒飞出去 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只听咔嚓一声 跟随罗而去的白菊在空中 把海螺式手铐戴在了对方手上 一阵虚弱感传来 罗从空中掉了下去 白菊从空中来到罗的身边 捕捉成功 白菊三号淡淡说 被拨 下起 罗看出爆炸的地方 绝望大喊 那边还站着几个刚袭击他船的白菊 哗啦啦一阵水波荡漾 十几个白菊把罗的船员 尽数从水里救了出来 罗的船员有的陷入昏迷 有的还在不停挣扎 这混蛋 居然把船毁了 看样子是不想陆菲逃走了 红发死死地盯着王亚暗骂道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项主 亚索的所作所为 不难让红发想到 对方这是要断了他们逃跑的路 想到这 红发轻轻推开陆菲 挡在了陆菲前方 恨恨地看住王亚 头也不回地对住陆菲喊道 快走 陆菲 我帮你挡住他 香克斯 我不要 鲁夫拒绝 他说完 看向黄元道 他告诉我你能帮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助击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能帮我们对付一下亚索吗 黄元威眉了一下右眼看住陆菲 又用左眼仰了一眼越来越近的项主 做出一副害怕的模样道 你就饶了我吧 我连凯多都对付不了 更别说对付那么恐怖的亚索了 他的剑招能秒杀我这样的存在 我已经够吃力的了 我 黄元的话还没说完 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大变 他所在的地方瞬间出现一道黄光 那光芒无比迅速地像是瞬意一样 跳到了百米开外 砰 一双黑手从刚刚黄元站立的地方探出 抓了个空 嗯 黄元那快的不可思议的速度 令在场的众人都吃了一惊 那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了 简直是瞬意 王亚凝重地看向四闪仙一般 来到百米开外的黄元 直接一挥手大喊 白诀 弄死他 王亚的话音落下 原本打算偷袭黄元的十个白诀 从冰层里冒出 他们武装色霸气覆盖全身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黄元 所有干部 不要留手了 使出全力吧 王亚再次一声大喊 这话一出 爱欧尼亚海贼团的成员表情疑促 天空之上 约瑟夫大喊 船长 由我去对付那只巨像 他说完 架竹飞剑单手掐绝 无数的剑刃再次动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飞到了天上 看样子是打算用万剑归宗攻击巨像 王亚这边也是直接出手了 他一个踏前斩冲向红发 瞬间来到了红发这边 八王色霸气缠绕剑刃 砍向红发 拼红发挥剑迎击 发出巨像 强大的气浪先飞旁的陆飞 倒飞出去的陆飞也是快速使用裹食能力 橡胶橡胶到橡胶拳头拉长 拳头上面覆盖武装色霸气打向王亚的头 王亚双脚一踏 一块冰墙猛地冒出 挡住陆飞的拳头 同一时间 侧面的轻质高高跃起 一只冰鸟洗向王亚 王亚握剑的手一推 抵开红发的剑刃 回身对住轻质方向一展 一道超大的龙卷风斩出 撞上轻质的巨鸟 正打算发动攻击 打向亚索的红发脸色一变 双脚在地上借力一弹 一个后空翻 跃起 顺势打出一道斩机 一只带着霸王色缠绕的手臂破冰而出 位置正是红发站立的位置 白绝剑没抓到红发 又看到斩机袭来 霸气缠绕的手臂轰击在袭来的斩机之上 砰 一声巨响 红发落在冰面 他的脸上再次一变 一个后仰 又是一只白绝破冰而出 对方握着红色的拳头 如炮弹般窜出 还好红发躲得快 拳头在距离他下巴10厘米距离位置打空 后仰的红发用剑点地 左卫支撑左腿踢向白绝的肚子 砰白绝如炮弹一般踢飞出去 还不等红发喘口气 他的被冰面又窜出一个白绝 红发因为刚刚为了攻击对方 索分神 一个不查 那白绝带着霸蝉的拳头打在了他的腰子位置 呃啊红发惨叫一声 飞了出去 场中 红发的惨叫刚结束一秒 巴雷特的惨叫声也紧跟在后 啊 残破的无头巨人倒在了冰上 轰隆声响起 马林泛多广场位置一阵地洞山摇 哗啦啦无数汇聚在巨人身上的石头 建筑散落 露出躺在石头中央的巴雷特 他的额头圆圆不绝地流出鲜血 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亚尔利塔身边站着十个白绝 巴雷特战败也是他们联手导致的 王亚只是看了一眼巴雷特那边 保持双手按的地上的模样 发动无数冰刺 密密麻麻的冰刺如兔毛针一样射向轻致 轻致赶紧使用果实汇聚盾牌格挡 小心了 陆飞 大大的盾牌把陆飞护住 两人站在一起 咔嚓突然 地面发出一道声响 轻致用手一推 把陆飞推开 一根巨大的冰刺冷不丁地冒了出来 瞬间洞穿轻致的身体 趁着这功夫 王亚一个顺身 提着剑刺向倒飞出去的陆飞 空中的陆飞双眼瞪大 眼见攻击袭来 陆飞霸气包裹的拳头 下意识地就想打向王亚的剑刃 一旁的红发一个暴闪 一脚踢开了陆飞 用剑挡住了王亚的攻击 砰摔倒在地上的陆飞 有些不解地看住香克斯 你不要命了吗 对方的攻击就凭你这点霸气 能挡下来吗 元素化的轻致 像水流一样来到了鲁夫面前 呵斥道 随即那一团流水状的冰块 汇聚成轻致的模样 我 我 陆飞在听到轻致的话后 也是后怕不已 混蛋 另一边 凯多愤怒地大喊船来 王亚扭头看去 只见黄元那边 冰面上不断闪烁着黄色的光芒 十个白绝加上凯多不停的攻击 却被黄元利用那类似闪现的技能 躲避掉了 十个白绝加上凯多居然拿不下黄元 这敢想 王亚也是大惊小怪 怎么搞的 白绝 王亚大声问 没办法啊船长 黄元不知怎么低 我们打不中他 他太快了 白绝十一号无奈道 听到这话的王亚冷汗都流了出来 那可是十个笔肩膀大将的存在啊 就连剑纹色都是最高级的啊 居然拿不下黄元 莫非对方的果实觉醒了 王亚想到这 脸色一阵变幻 啊 正当王亚准备让白绝们暴露尼卡之时 杰西那边传来一道惨叫 那是下气的声音 对方被杰西的加特林打成了筛子 倒在了地上 另一边 混蛋黄元 不停闪躲大佛拳头的赤犬愤怒地大喊一声 他怎么也没想到黄元居然变得这么厉害 还在那里装 如果对方早点认真的话 结局一定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赤犬身后追着大佛 他在兵面上不停地往前跑 不敢置信地大喊一声 为什么你要隐瞒 黄元 回答我 萨卡斯基气得全身打战 大喊 黄元发动闪光能力来到了天上 车着白绝等人没有攻击他 他无奈地回道 对不起了 萨卡斯基 我也是没办法 他知道萨卡斯基问了什么 就是他隐藏实力这件事 如果我暴露了 世界政府一定不会让我这样的人存活在世上 老夫为了海军辛苦一辈子 不想在老了的时候被世界政府想方设法除掉 黄元又道 既然你怕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用权力 视权不解的质问 我现在被11个大将级别的高手为殴 如果再不用 我就会死在这里 没办法 黄元回道 我很好奇 你是什么时候觉醒的 王雅逼退了红发 抬头看向天上的黄元问道 托你的福 要不是你上次因我 害我受伤 让我产生了危机感 我也不会努力修炼 果实也不会觉醒 天上的黄元回答 黄元 现在只有你有能力解决他们了 快点把亚索杀了 还有 找到那个控制白人的幕后之人 不然我们海军就完了 赤犬赶紧大喊 他认为这些白绝只是一个人的恶魔果实能力者 并且隐藏在战场上 在控制这些分身 黄元看了看下方眼巴巴的准将中将们 叹了一口气道 哎 没办法了 既然暴露了 看在曾经的同事的份上 帮帮你们吧 随着黄元的话音落下 王亚警惕起来 打了个手势 负责观察战场的白绝 潜入地下通知其余隐藏的白绝 并让对方来到王亚身体周围 突然 一道刺目的金光出现在黄元背后 那亮光瞬间照亮马铃泛多 黄色的光芒还在加深亮度 刺目的黄光让在场所有人闭上了双眼 那种灼热感令他们不敢睁开眼睛 闭着眼的王亚脸上露出震惊 因为在他的见闻色霸气感知中 只感知到了一片黄色的世界 他感知不到在场的任何人 居然能限制剑文色霸气 王亚无比吃惊 怎么会这样 对面的红发震惊到 在红发的话音落下的瞬间 红发的汗毛炸裂 砰啊红发惨叫一声 倒飞出去 他被一道能量弹击中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看不见了 凯多那边传来凯多惊恐声 凯多老大 估计是黄元的招式 能限制剑文色以及视觉 小心了 竟赶紧提醒 香克斯 为什么我看不见了 陆飞大声问 别出声陆飞 红发赶紧大喊 拉到红发的声音还是太晚了 一道能量光束打在了鲁夫肚子上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还好鲁夫是橡胶体质 对于电磁炮有着一定的免疫 不然这招他最少也得中伤 远处几公里外的约瑟夫 正控制剑刃打算攻击项主 但下一秒他就被黄光吞噬掉了 约瑟夫脸色凝重的伸手一挥 无数剑刃汇聚在他身体四周 形成一个剑网围成一圈 船长 小心 剩余的剑我给你送来了 约瑟夫大喊一声 沟通这些剑人估摸着王亚那边位置 送了大半飞剑过去 他想着船长也能像他一样 用剑把身体围起来保护自己 轰一道喷射的声音响了起来 王亚发动钢铁战衣冲天而起 他的速度很快 两下就到达了云层之上 脱离了黄光的包围 王亚低头看去 分析了一下 这黄光的范围大约五公里 高三百米 范围十分的大 凯多有样学样飞出黄光区域 无数强者踩着月步往天上跑 就在这时 那黄色光芒区域也朝着天上跟了上来 好像要把他们笼罩在里面 王亚清楚 黄元正在那黄光里面 使用能力在移动 渐渐的 那移动的黄光脱离了马林泛多 冰面上二十几米高度下也恢复了原样 那些没离开的强者也再次能睁开眼睛 和使用剑纹色霸气 红发从废墟中爬了起来 看了一眼二十米外傻站住的陆飞 接着他扫尸一眼四周 白军们已经消失了 广场上只有被毒液包裹保护自己的麦哲伦 保持着元素化的赤犬 以及逃兔等中将 准将就连七五海都不见了 至于敌人 场中只有一个强尼 对方正傻眼地看住兵面 似乎在寻找队友 搞什么 离开怎么不说 强尼慌张地咽了口水 红发抬头看了眼天上的黄光 难难道 应该是在那里面了 红发觉得现在是个好机会 趁机杀了王亚的船员 你死定了 强尼 红发一脸仇恨地看住对方 强尼扭头看了一眼 盯住他的海军大将士拳 清智 还有麦哲伦 以及红发等若干强者 发现他们缓缓地围了上来 强尼亡魂大冒 船长 救命啊 强尼绝望大喊 红发握住格里芬 力声喝道 强尼 你可以 不好 红发脸色狂变 用尽了瓶声最快的速度 窜到了陆飞后背位置 以母鸡护载的方式挡住了敌人的攻击 扑斥一击黑手带着霸蟬刺穿了红发的胸膛 轰冰层爆裂的声音响起 几个白爵从强尼身边冒出 他们携带着霸王色缠绕的拳头 攻向士拳等人 海军高层和白爵们战斗在了一起 他们的目光时不时地看向红发那边 怎么 怎么会 逃兔战斗的同时心中难难道 为了卡普的孙子 居然 红发的行为也是震惊到了轻致 一开始他还以为红发跟鲁夫只是关系好 没想到已经好到这种程度了 宁愿自己死也要帮露飞挡下 鲁夫缓缓扭头看向身后 他的身体颤抖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香 香克斯 红发口中涌出一口鲜血 缓缓低下脑袋 看了一眼自己胸膛探出的黑手难难道 到此为止了吗 扑斥白爵把右手抽回 顺势一脚踢在了香克斯身上 鲁夫下意识想要接住香克斯 但他低估了白爵的力量 他连带红发如炮弹一般的射向萨卡斯基 赤犬见到红发与鲁夫袭来 舍弃攻击白爵的招式 伸出大手抵住了陆飞的胸膛 红发 你个混蛋 为什么要给这个小子挡下 黄原已经拖住他们了 我们应该还有机会的 赤犬对住扑在鲁夫怀里的红发怒吼道 他发泄完又加入战斗 喂 香 香克斯 你 你没事吧 陆飞声音颤抖 滴答滴答一滴滴的鲜血 顺着鲁夫搂住红发后背的手臂流淌到手肘 并滴落在了地上 鲜红的血液刺激住陆飞的神经 喂 香克斯 你不要死 医生 对 我们马上去治疗 陆飞表情惊恐 无比慌张 抱 抱歉了 陆飞 我已经 没 没救了 陆飞耳边 红发那虚弱的声音传来 你说的没错 我果然会死在这里 听到这虚弱的话语 让陆飞全身颤抖 脸色苍白 喂 为什么 香克斯 明明该死的是我 你为什么要帮我挡下 陆飞大喊 船 船员们战死后 我 我已经 已经做出了牺牲的打算了 我们 我们是赢不了的 你 你是我赌在未来的希望 快 快 快 红发说到这 声音越来越弱 逃 最后一个字说完 红发身体一软 便再也没了声息 陆飞死死地搂住身体往下缩的香克斯 绝望大喊 香克斯 对方没了回应 健壮 陆飞撕心裂肺的仰天大喊 啊 距离百里外的冰面上 罗趴在冰上 无比虚弱道 对不起了陆飞 如果我没被海楼石限制 或许我能救他 对于陆飞那撕心裂肺的大喊 罗感同身受 他回想起罗西南笛死去那一刻 那种无助感 逃脱的斩机打在白蛘身上 对方吃了一击后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越打 他越心惊 不解的出声道 为什么 这些人到底是从哪来的 混蛋啊 被两个白蛘包围的赤犬怒吼一声 轰出一道岩浆拳头 打飞其中一人的同时 侧身堵过了霸残拳头 如此高强度的战斗 加上原本受了重伤 赤犬感觉越发的吃力起来 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而二一个不查 加上又是认真模式下的白蛘 道格曼中将惨叫一声 胸膛和红发一样被冻穿 道格曼 逃脱大喊一声 一道剑技披向攻击道格曼的白蛘 保持着冻穿道格曼身体姿势的白蛘 使用距离顺手一挥 串着道格曼的身体回击逃脱 逃脱见到对方用中将的尸体来挡住这道斩机 眼睛瞪大 但是招式已经打出 再无说回的可能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自己的剑刃 砍向道格曼的腰身 扑吃道格曼身体一分为二 逃兔也是慌了神 一个不察 白蛘阴陰险地踢出一脚 踹在逃兔的肚子上 砰逃兔的身躯到飞出去 罗那边的四个白蛘 见到有个女人飞来 还是海军逃兔 他们想也没想地同时高高跃起 开启剑纹色霸气的逃兔 感知到了身后窜起四肢白蛘 慌张的扭头用剑刃对其劈砍 轰一声巨响 四个白蛘开始围攻逃兔 逃兔脱离以及道格曼的死亡 让他们顿时感到了强大的压力 由于没了逃兔 强泥也失去了对手 变得空闲起来 他看了一眼 那边还抱着红发尸体 保持着嫩神的陆飞 高高跃起 并双手举刀对准陆飞 就是一击劈砍 不好 草帽陆飞 正和白蛘对战的轻质健壮 赶紧大声提醒 一脸伤心的陆飞缓缓扭头 迎接他的是巨大的刀钢 他的双眼瞪大 冰盾 轻质迅速地蹲下 用手按在冰面上 碰一旁的白蛘 找准着时机 一脚踢在轻质身上 拉倒飞出去的轻质 喷出一口血剑 轰强泥那巨大的刀钢 斩在了由轻质 帮陆飞施展的冰盾之上 冰盾还没撑一秒 爆裂开来 长长的刀钢 砍在了反应过来 并开启五中色霸气的陆飞身上 强泥的斩机 显然不是鲁夫能接得下的 鲁夫嘴巴一张 一口鲜血窜出 巨大的刀钢攻势不减 冰面瞬间爆裂 陆飞也被强泥的大斩机 打进了海里 你们这群混蛋 放开我 而另一边 陶兔不断地挣扎住 此时的他双手背在后面 带着海楼时 两个白蛘按住他的肩膀 不让他从冰面上爬起来 四个大将等级的白蛘围攻 才短短几招 他就被捉住了 喂 他好凶啊 你说船长会不会喜欢这样的 白蛘并没有理会 陶兔的喊叫 对住同伙问道 从阿飞那里得知 船长喜欢漂亮的女人 这准没错了 另一个白蛘回道 见两个白蛘在讨论自己 把他说成货物 陶兔愤怒大喊 可恶啊 第一员 见到陶兔被抓 没有参战的贺中将 一人披风快速地冲了过来 白蛘们见又有女人冲来 其中带头的白蛘一挥手道 快看 又有个女人来了 这次由我来抓捕 这个功劳是我的了 船长肯定会满意的 那白蛘说完 朝着贺中将迎了上去 天空之上 黄光还在上升 被包裹住的爱欧尼亚干部 以及百兽海贼团成员 没人敢在里面说一句话 因为他们没了剑纹色霸气 怕出生被敌人判断位置 发动偷袭 而黄光上方 凯多和王亚正不断升空 王亚是因为机甲速度快的缘故 而凯多是提早选择飞走的原因 躲避掉了皇光的覆盖 凯多飞到王亚面前 凝重地出声道 我的手下们被困在那里面了 有什么办法没有 亚索 王亚摇了摇头 只侦测到了里面有人 也能确定在哪 但是分析不出谁是谁 里面真正的敌人只有黄亚一个 但王亚也不敢贸然攻击 没想到黄皮子还有这一手 凯多无比凝重地盯着黄光 黄色领域中 黄云有些失望地看了眼下方 此时的黄云并不能出手 他使用这招是有限制的 必须一直催动果实能力 维持着黄光 如果出手 领域就会立刻消失 为什么不跟进来 难道是不信任老夫吗 黄云失望的喃喃自语 他还想着海军们跟进来了 自己在这里面用元帅办公室布局爆点 指出位置 让海军们攻击 结果令他失望的是 海军这边一个进来的人都没 他也想过出声叫他们跟进来 但是发现自从他上升后 海军们的注意力都在兵面上网 并没有管他 也没问过他情况 黄云觉得十分寒心 黄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 直到看到道格曼被杀 逃脱被掳 他下了一个决定 亚索那混蛋和凯多没有困在这里面 哪怕是杀了他的成员有什么用 强大的敌人 以及神出鬼魔的白血生物没有解决 想到这 黄云看了一眼玛丽乔亚的位置 对不起了 萨卡斯基 清智 还有贺中将 以及各位同僚 海军已经没有希望了 请原谅我的离开吧 黄云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立刻解除果实 他的身影在空中不停闪烁 来到了战逃丸那边 黄云超级猛逼的逃战丸 往东海方向击射 混蛋黄云 萨卡斯基看到那飞远的黄光 哪里还不明白 黄云这是打算溜了 绝望大喊 黄光的消失 天空之上的爱欧尼亚 和百兽海贼团成员们 眼中露出不解的望着远方 那消失不见的光芒 接着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眼瞪小眼 要追吗 凯多看向黄云消失的地方 对住王亚问道 追不上了 这混蛋觉醒了 捉不住他的 王亚无奈的回了一句 并摇了摇头 要是早知道 他就一开始就弄死对方了 谁能想到一个没放心上的人物 居然有这种手段 不过还好 黄云的逃走 对他来说危险不大 对方不是真正的 替世界政府卖命之人 只不过是混子罢了 黄云的离去 一时之间 兵面上的所有人 都选择了停手 亲自看了一眼 远处的普通海军们 难难道 看样子已经战败了呢 是全愣在原地 他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 抛弃同伴离开 还是你们的大将 责法站出来 拿着阔音喇叭大喊 无数海军丧气地低下了头 亚索 你个混蛋 有本事下来 我们一对一决生死 弑犬剑已经没了希望 做出死的打算 想要用男人的方式 结束生命 现在优势在我们 省点力气交代一言吧 王亚直接说 就在这时 一边突起 弑犬和青智脸色一变 赶紧大喊快撤 海军中将以及准将们 和青智等人暴退 碰一声巨响 兵面爆裂开来 约瑟公住个身体 像是被人从水里 打飞出来一般 朝着天上射去 空中倒飞的约瑟 皱着眉头 手指一动 一把利刃飞到了他的脚下 他稳稳当当地 站在剑刃之上 怎么回事 约瑟夫 王亚控制飞行 来到约瑟夫面前 急忙问道 我与巷主被困在皇宫之中 皇宫消失后 对方突然趴下 用鼻子在水里 似乎在探寻什么 我怕有神未知的东西 打算进入水中查看 结果被对方鼻子抽了一下 约瑟夫快速地 把过程简单说了一遍 难道是王亚脑海中出现一个猜测 就在这时 巷主的鼻子从水里探了出来 而巨大的鼻子上 正躺着昏迷的陆飞 果然 巷主的行为 印证了王亚的猜想 昂 巨像大叫一声 声音中带着焦急 昂 一声结束 第二声传来 巨像鼻子上 陆飞身体抖动了一下 阵阵白烟在他身上冒出 原本一脸绝望的脸上 逐渐被喜悦取代 他资助大白亚 红色闪电在鲁夫心脏处冒出 那是霸王色霸气 鲁夫后背在向主鼻子上自动弹了一下 坐起身来 怎么回事 鲁夫疑惑了 所有人发现 鲁夫的头发变成了白色 他歪歪扭扭地站起身 像是喝醉酒的醉汗一般 东倒西歪 怎么回事 明明说了 陆飞资助牙有些疑惑 变得愉快起来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说完 大笑了起来 哈哈 伴随他笑声的 还有那阵阵霸王色霸气 在他身体四周发出鸿芒 赤犬震惊地看住 那好似要从鼻子上摔下来的陆飞 出声道 这 这是什么 没人能解答他的疑惑 鼻子上的陆飞躺在地上不停大笑 四周红色的闪电闪烁不停 白色的气体争先恐后地在鲁夫身上冒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 应该是果实觉醒了 轻致一脸不可思议地说 船长 那霸气 陆飞的突然改变 也震惊到了约瑟夫 他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王牙扭头对着约瑟夫问道 约瑟夫点点头 保持着直播的白绝 把摄影电话虫对准了巨像鼻子上的陆飞 观战的民众都愣住了 海军人群中 一个世界政府的探子额头冒出冷汗 他拼了命地往另一边没人的地方跑 并掏出电话虫 拨打起了吴老星的电话 他要把这个恐怖的消息上报 尼卡果实觉醒了 快接啊 吴老星大人 间谍见电话半天没人接 焦急地在心中呐喊 同时 红土大陆山脚下 五个吴老星正在沙滩上 沙滩上到处是红色的碎石 其中一个躺在沙滩上昏迷不醒 身上完全农湿 可恶啊 没想到龙那混蛋居然用这种招式 把我们从山上吹下来 眼长的吴老星恨恨地说 拿见的吴老星擦了擦脸上的海水 一把踢起地上被他救起来的金发吴老星 看向红土大陆上方道 先别说这些了 我们得快点上去 不能让龙那混蛋进入花之间 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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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电话虫声音 从他们五公尺外的碎石堆里发出声响 连长的吴老星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腰间 发现是自己的电话虫掉落了 便赶忙跑过去翻开碎石 拿起奄奄一息的电话虫接了起来 不好了 吴老星大人 马林范多 草帽路飞 尼卡果实觉醒了 焦急的声音从电话虫传来 听到这话的吴老星顿时惊呼 什么 你说什么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草帽路飞 尼卡果实觉醒了 慌张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说的是真的 拿见的吴老星赶紧跑过来 对出电话虫质问 真的 而且黄元逃跑了 海军已经败了 只有赤犬大将 轻质大将 以及那探子还没说完 连长的吴老星打断道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钉死草帽路飞 有什么一举一动 立刻打电话过来 如果有杀死对方的机会 不要手软 哪怕是付出生命 先就这样 吴老星说完 挂断了电话 一挥手 走 先上山 立刻通知神之骑士团 现在海军拜不拜 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尼卡果实觉醒了 他们必须尽快赶回山上 制定对策 大海上 不止吴老星关心鲁夫 远在香坡地群岛密室里的 草帽海贼团成员也一样关心 他们看到直播中鲁夫那模样 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形态 或许 或许有机会 陆飞 你一定要赢啊 了解一些历史真相的罗宾 看到鲁夫那模样 无比激动 心中也在祈祷鲁夫能打赢 马林泛多冰面上 陆飞从向主鼻子上摔了下来 他哈哈大笑住 手臂变长在地上一撑 并在冰面上跳来跳去 露出无比兴奋的神色 王雅看向强尼 强尼感觉到船长在盯着他 他抬起头与船长对视 强尼老师 你也是够可以啊 强尼有些疑惑船长这话到底是什么 王雅看了一眼凯多 随后把目光移开 再次看向强尼大喊道 在这片大海上 论教学方面 没人比你更优秀 我亚索愿称你为最强 船长你在说什么 强尼还是不懂 王雅把目光看向 还在蹦蹦跳跳一眼兴奋的陆飞 说道 你没看到吗 你一招就把别人果实打觉醒了 你是不是大海上最好的老师 别人想要觉醒果实 千难万难 你看他才多少岁 听王雅这么一说 强尼有些尴尬了 强尼望着那全身冒着白气的陆飞 以及对方身体周围的霸王色霸气 他感觉对方现在的状态有点恐怖 看向王雅问道 船长 现在怎么办 对方好像更厉害了 强尼 如果是黄元 或许我还要想点办法才能弄死 但是鲁夫 王雅说到这 摇了摇头 强尼不明白王雅的意思 船长的意思是 就算如此 他依旧不够看 约瑟夫出声替强尼解答了疑惑 亚索 我要打飞你 哈哈哈 鲁夫大喊的同时大笑道 我感觉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 哈哈 陆飞再次大笑的说 王雅点点头道 的确变得有趣起来了呢 他说完 转头对住还在直播的白诀喊道 马上把直播关掉 直播的白诀照做 见直播的灯光已经熄灭 王雅对住冰面大喊 所有白诀出来吧 他的话音落下 轻质与赤犬等人 包括鲁夫看向冰面 轰轰轰轰 冰面出现无数道破裂的声音 几千白诀冒了出来 妮卡分队 给我去弄死陆飞 王雅再次大喊 只是他的话令人不解 但很快他们就知道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只见几千白诀中 走出接近一百个 全身一片漆黑 手臂上霸王色霸气缠绕的白诀 在他们走到陆飞面前的瞬间 那巨像焦急地提叫起来 昂 在场没人听得懂那巨像 想表达什么意思 只有鲁夫能明白 巨像在说 快逃 乔一波一 你不是这火人的对手 这是接近一百个大将级别的强者 快逃啊 陆飞的脸色发白 再也笑不出了 去 给我们的妮卡路飞表演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妮卡 王亚再次命令道 知道了船长 99个白诀同时回了一声 随即每个白诀都启动了妮卡形态 阵阵白色的雾气在他们身上冒出 并且环绕 每个白诀头顶的头发也变成了白色 怎么会 轻至震惊的双眼瞪的老大 士犬吓得心头打颤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海军探子吓得跌坐在了地上 因为太过惊骇 手中的电话虫都掉落在了地上 被抓起来的鹤钟将趴在地上 看住远方那恐怖的场景 难难道 难道天要往我们海军吗 海军们还以为 鲁夫的觉醒能扭转战局 谁曾想 会是这样的 这 这 99个乔一波一 凯多震惊的牛眼瞪的老大 再看向亚索的背影 凯多心中发寒 对方所谓的任他当船长 还有让他当海贼王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路飞 王亚喊了一声 又纠正道 不对 乔一波一 你怎么不笑了 你不是很爱笑吗 王亚以胜利者自开询问 嗯 由我来挡住他 路飞快逃 项主大吼一声 身长鼻翼抽象99个尼卡白诀 尼卡尼卡99个白诀 见到攻击袭来 同时大喊 发出果实能力 变出巨大的拳头 轰向那巨大的鼻子 碰99个大将等级的强者 打出了招式 气浪先飞了兵面上的所有海军 一道滔天巨像 震得倒飞出去的 普通海军们耳膜生痛 昂巨像的鼻子一偏 由于这些白诀的招式太强 连带巨像的身体 也被打倒在兵面上 轰巨大的巷主压在水面上 溅起漫天的巨浪 普通海军们吓尿了 这巨浪遮天蔽日 冰河时期 天上几万公尺的巨浪连带倒在海中的巨像被冻结 鲁夫保持尼卡果实形态 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昂巨像怒吼一声 冰面开始爆裂 咔嚓超大的躯体 挣脱了冰棕发出碎裂的声音 昂 快逃 巨像挣扎着又从水中爬了起来 并快速地冲向白诀们 想要顶飞这群白诀 99个白诀做着同样的动作 用手指放在嘴中 用力一吹 陆飞原有的第三档被他们用出 99个白诀变得超巨大 尼卡尼卡 198个巨大的拳头上面霸王色霸气缠绕 不要命地打向前方 昂昂昂每攻击一次 巨像就惨叫一声 轰巨像挨了上千拳终于承受不住 倒在了水面上 昂巨像的气息弱了下来 快 逃 白诀们高高跃起 打算给巨像最后一击 陆飞站出来大喊 助手 空中的白诀看向王亚 王亚点点头 白诀们落在巨像肚子上 停止了攻击 陆飞走上前来大喊 我希望你放过他 用我的命 鲁夫自知不是对手 也自知亚索要杀他 他想用自己的命换取向主的命 昂 昂 昂 巨像连续叫了三声 声音吐得很长 王亚好奇地看住鲁夫问道 他给你说什么 此时的陆飞脸上前所未有的平静 像是变聪明了一般道 他说 前几天他感知到你的尼卡果实觉醒了 但不是乔一波一 还说他 让我来消灭你这个冒牌货 但是估计错误了 没想到是一百个 让我陷入了必死的结局 他还说 对不起我 王亚点点头 随即看向陆飞道 因为香客寺的缘故 我们产生了仇恨 你也恨不得杀死我 所以我会取了你的性命 至于这只巨像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凡是与我为敌之人 我不会心慈手软 求你放过他 拜托了 陆飞说着跪在了地上 请求道 昂 巨像大叫起来 声音带着激动 那大概的意思 应该是不让鲁夫求他之类的 去 把海龙石手铐给咱们的陆飞戴上 王亚吩咐一声 有几个普通白绝 拿着海龙石手铐脚铐走上前 陆飞没有挣扎 任凭白绝摆弄他的身体 咔嚓咔嚓两道上锁的声音响起 鲁夫身上的烟雾消失 恢复成了普通状态 见白绝做完这一切 王亚对住躺在水中的巷主喊道 我知道你应该能听懂我的话 你想要陆飞活下来 你必须听我命令二十年 二十年后 我会放了陆飞 他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 鲁夫翻译道 当然是真的 你要是同意 立刻点点头 王亚的话音落下 那具象一个劲的点头 既然你答应了 那我就把陆飞关起来了 王亚说完 对住约瑟夫等人交代道 你看住处理这些人 我马上就回来 约瑟夫点点头 见状 王亚提着鲁夫发动戒指能力 消失在了原地 黑暗的空间中 陆飞跪在了地上 看向王亚 我要死了是吗 亚索 陆飞的声音格外平静 没错 我刚刚说过了 凡事与我为敌的 我是不会心思手软 陆飞点点头 十分平静道 那临死之前拜托你一件事 王亚猜到了鲁夫的请求是什么 直接问道 锁龙他们吗 没错 希望你能放过他们 毕竟与你为敌的是我 他们只不过是听我这个船长的命令罢了 那美也同样给我说过这句话 如果对方不再找我报仇 或者是没有报仇的能力 或许我会放过他们 王亚说完 手一招 从系统背包中取出许多美食 放在了鲁夫面前 吃吧 这算是给你送行了 鲁夫低头看向这些食物 伸手拿起一个鸡腿往嘴巴里塞 脑海中回忆起与伙伴的种种 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滴落在鸡腿上 再见了 索龙 纳美 乌索普 山智 乔巴 弗兰奇 布鲁克半小时后 王亚从戒指空间回到了现实 海军广场上 清智 士拳等高层全部戴上了海楼石手铐 他们全部在一起 约瑟夫看向身上带有血迹的王亚 小声问道 杀了吗 船长 王亚点点头 接着 王亚拿出一个扩音喇叭开口道 此次战役 你们海军败了 这话一出 无数海军们垂头丧气起来 士犬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 不服地挣扎住 他背上坐着两个白绝压着他 一旁的清智待遇比他好 他站在原地一阵失神 可恶啊 麦哲伦不甘地垂打着地面 我是爱欧尼亚的亚索 我与别的海贼不一样 不会杀你们 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的战力想要消灭你们 只需要弹指尖 我希望你们不要顽固抵抗 加入我们爱欧尼亚王国 王亚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有些还一脸仇恨 见状 王亚也不打算继续说下去 把扩音喇叭交给了泽法 让对方来说 接着 泽法开始宣扬王亚的思想 以及他们爱欧尼亚王国的理念 总之说了一大堆 王亚没有心情听这些废话 走到凯多面前笑着打句道 是不是被我的人手震惊到了 你这混蛋 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 凯多凝重地说 不要介意吗 你想做海贼王 我无所谓 反正我们也算一家人 王亚的话让凯多有些难以理解 难道说他还认他那的老大 想到这 凯多赶忙问道 难道你加入百兽海贼团是真的 不不不 王亚摇摇头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 凯多有点听不懂了 你可以现在打电话回去问问大和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听到这 凯多连忙拿出电话虫拨打起了鬼岛手下的电话 并要对方去找大和来接听电话 很快 大和接了电话 也把怀孕快要生了这件事告诉了凯多 听到这 凯多眼前一亮 也明白了亚索所说的一家人是什么意思了 你这混蛋 居然不声不响地瞒住我 还有大和那个不孝女 居然快生了都不主动告诉我 凯多有些生气道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世界以后就是我们的了 王亚笑着说 凯多附和的点点头 有了这层关系 他不认为亚索会对他怎么样 我已经决定了 等我成为世界之主 我就封你为海贼王 而且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直播宣布 王亚直接说 凯多皱着眉 问道 那你的意思是我以后还得听你的 不不不 王亚摆摆手 说 以后咱们各论各的 我叫你岳父 你叫我老大就行 听到这 凯多脸上愤怒起来 实在不行 你可以叫我国王也可以啊 王亚说完 一溜烟地跑了 只留下愤怒的凯多大骂一声 混蛋 凯多一想到大河瞒着他生子 他就无比愤怒 同样的 他也期待起自己孙子 会不会是一个强大血脉的继承者 想到这 凯多对住一旁的静 还有奎英交代道 我先回鬼岛了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听亚索的命令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知道了 老板 静回了一声 凯多点点头 化作青龙形态冲天而起 他要回去看看大河 兵面上 责法说了接近半小时 许多海军也重新燃起希望 一开始海军高层战败 他们都有些不知所措 也对未来感到迷惘 现在经过责法的劝说 加上责法用性命担保 以及艾恩和提娜的保证 他们也相信了责法 所有海军 跟我上相主身上 以后我们的总部 就设立在相主背上了 相主可以移动 到时候我们可以到处去打海贼 责法直接说 这也是趁着艾恩和提娜 劝说海军的时候 王亚和责法商量出来的结果 有着鲁夫在手 现在的相主无比听话 他还不知道路飞 已经被王亚秘密杀害了 加入了艾恩尼亚的海军们 开始打扫战场 替曾经的同伴收敛尸体 一直忙活到了下午四 五点 相主十分配合地放下巨大的鼻子 白军们带头走了上去 海军们带着物资 以及同伴的尸体跟上 王亚舰收尾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放出两千白军 并吩咐对方去寻找黄元的下落 白军们沉入冰面 消失不见 同时 小花园附近一艘商船正在急速行驶 黄元站在船头望着远方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的身后是战桃丸 甲板上还有妇女 儿童等 正在休闲区休息 哎 老爷子 你这样做 真的好吗 战桃丸叹了一口气问 没办法 老夫可不想死 我还有家人呢 要是我死了他们怎么办 黄元无奈地说 难道老爷子 你一开始就知道要战败 所以安排家人离开 战桃丸好奇地问 黄元摇了摇头道 我只不过是做两手准备罢了 赢了 他们就当旅游了 哎 也不知道结局怎么样了 战桃丸叹息住 扭头望着马林泛多方向 战桃丸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问道 对了 老爷子 我们这是要去哪 去罗格镇 黄元回到 马林泛多这边 王雅把之前战斗士 收回的船放了出来 招呼手下们上了船 你们先回合之国 我有事情需要处理一下 王雅打了个招呼 王雅使用钢铁人战衣冲天而起 他要去把麻烦解决了 在鲁夫死亡后不久 王雅就命令 留在香波地群道的白绝 寻找起了索隆等人 因为直播中断 他们也从罗开辟出来的密室 顺着楼梯上到了下棋的酒吧当中 所以一下就被白绝发现了 香波地下棋勒索酒吧中 索隆独自站在大门口 像门神一样 手拿两把剑刃一动也不动 屋子里烟雾弥漫 杉志因为担心鲁夫 不停地抽着烟 递上全是烟头 乔巴抱着罗宾的胳膊 心中在祈祷路飞平安无事 为什么还不回来 路飞到底赢了没有 乌索普在大厅走来走去 搞得杉志更加心烦 我说乌索普 你能不能不要走来走去的 杉志有些烦躁到 杉志 乌索普也是担心路飞 你不要说他了 弗兰奇严肃地说 踏踏踏一道缓慢 带有节奏的脚步声 从远处传来 索隆一下就看清了来人 心中恐惧 脸色也瞬间发白 难道索隆看到王亚的出现 心在颤抖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亚索的出现 那说明路飞他好久不见了 索隆 王亚露出笑容打了个招呼 你这混蛋 鲁夫怎么样了 索隆拿着剑对准王亚 注急地问 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不是吗 王亚反问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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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隆仰天怒吼 从屋里冲出来的草帽成员脸色发白 罗宾无力地跌幅坐在了地上 鹿 鹿飞 山智南南道 望着天空的双眼早已经被泪水淹没 手上的香烟掉在了地上 呜呜 乔巴失声痛哭 和乔巴一起痛苦的 还有乌索普 对方哭得无比大声 鼻涕都流到了嘴巴上 还不自知 你这混蛋 你来这里想干什么 难道是想要了我们的命吗 布鲁克提着剑对准了王亚 冷漠的质问 不 我不相信 假的 绝对是假的 你绝对是来骗我们的 乌索普像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撕心裂肺大喊 王亚从空间拿出一顶带鞋的帽子 丢了过去 他们愣住了 都忘了去接 那帽子掉在地上 所有人看向地面 那正是鲁夫的帽子 喂 我说你这个家伙 拿顶帽子 就想骗我们 你觉得我们有那么好骗吗 弗兰奇在听乌索普这么一说 也不相信路飞真的死了 直接出声道 哎 看在纳美的面上 就给你们一个死心的机会 王亚的话音落下 他沟通戒指空间 取出那资助牙露出笑容的头颅 给他们看了两秒 又收了回去 只是王亚不知道的是 一股气息从路飞脑袋上冒出 飞向天上 乌索普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倒在了地上 索龙拿着刀的手也松开了 和道义文字掉落在了地上 发出声响 拼扇智如同抽签的力气 坐在了地上 他的声音喃喃 路飞 法兰奇和新加入的布鲁克 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乔巴抱着罗宾哭得无比大声 罗宾这次反而没有哭泣 坐在地上望着那顶帽子 双眼无神 你 你是来杀我们的吗 鲁夫不在了 索龙想到鲁夫的交代 鼓足勇气站出来问 路飞让我放过你们 以及纳美帮你们说了好话 所以我就决定不再杀你们了 但是我这个人会抹出 对我有危险之人 所以王雅说到这 停了下来 看向过索龙 他相信索龙能明白他的话 我知道了 不一会儿 下期酒吧中传来几道惨叫声 王雅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离开了这里 当王雅走出房间那一刻 天上发出电闪雷鸣 好像天空在哭泣一般 王雅皱了皱眉 这天色来得十分诡异 他怕因为杀了七云之子 被雷给劈死 保险起见 王雅进了戒指空间 选择先躲一会儿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雷电快速的移动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 和之国最后方的位置 雷电不停地在批打 和之国倒屿后方千里外的海域 花之间的樱姆睁开了双眼 感到不减 海面像是裂开了一般 无数海水掉入虚空 距离海贼世界不远的一颗星球 缓缓移动 如果有上帝视角可能会发现 海贼世界和之国那边 凹凸了一大块版图 一颗巨大的星球贴合在了上面 随着小星球扩大星球的合并 那雷霆也渐渐消失 和之国外的海水下降了上千米 随着小星球补全 水位开始上升 另一个星球 也可以说是合并后的另一边 一个白毛忍者站在小船上 瞪大了双眼 他搭乘的小船正急速往远处飘去 速度快得惊人 船上的漩涡 名人惊恐地抓住小船 大喊 卡卡西老师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猜得不错 应该是有地方水位下降了 不然船是不可能这么快的速度飘行的 卡卡西凝重地说 回答完名人的话后 卡卡西赶忙提醒道 佐柱 小鹰 达兹娜 你们小心一点 抓稳了 不要掉下去了